安安免费教学网探索 国中公民 一自我成长 一年一月认识自己 一年二月个人需求的满足 一年二月一日马斯洛个人需求五个层次的优先顺序 一年三月欣赏生命体验人生 二人际互动 二年一月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年一月一日人际关系的定义 二年一月二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二年二月青少年的人际关系 二年二月一日人际冲突的类型 二年二月二日冲突的解决方式 二年三月和谐的性别关系 二年三月一日性别角色的形成与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体的关系 二年三月二日促进和谐的性别关系的方法 二年四月校园的人际关系 二年四月一日同侪关系与师生关系 二年四月二日建立友善校园、没有校园霸凌 三家庭生活 三年一月家庭的组成 三年一月一日家庭的定义 三年一月二日配偶、血清、姻清 三年二月家庭的形态 三年二月一日小家庭 三年二月二日折中家庭 三年二月三日大家庭 三年二月四日社会变迁下的其他家庭形态 三年三月家庭的功能 三年三月一日生育、保护与照顾 三年三月二日教育与经济 三年三月三日家庭功能随着社会变迁所受到的影响 四家庭关系 四年一月家庭的亲密关系 四年一月一日夫妻关系 四年一月二日亲子关系 四年一月三日手足关系 四年二月家庭的冲突与沟通 四年二月一日家务分工的冲突 四年二月二日经济的冲突 四年二月三日价值观与生活习惯的冲突 四年二月四日家庭冲突沟通的方法 四年三月现代家庭面临的问题 四年三月一日少子化问题 四年三月二日老人照顾安养问题 四年三月三日离婚问题 四年三月四日家庭暴力问题 四年三月五日家庭功能的变迁 五校园学习 五年一月良好的学习态度 五年二月有效的学习方法 五年三月和谐的校园生活 五年四月学生自治 五年四月一日学生自治的定义 五年四月二日学生自治的原则 五年四月三日学生自治的范围 五年四月五日开班会的会议规范 六社区发展 六年一月社区 六年二月社区的类型 六年三月社区参与及社区组织 六年三月一日社区参与 六年三月二日社区组织的类型 六年四月社区发展的展望 六年四月一日社区总体营造 六年四月二日社区发展与经费来源 七社会互动 七年一月社会中的角色扮演 七年一月一日角色的定义与影响因素 七年一月二日角色冲突 七年二月社会化的途径 七年二月一日家庭 七年二月二日学校 七年二月三日同侪团体 七年二月四日传播媒体 七年三月社会互动的方式 七年三月一日合作 七年三月二日竞争 七年三月三日冲突 七年三月四日其他社会互动的方式 七年四月社会互动中的基本素养 七年四月一日尊重 七年四月二日功德与公义 七年四月三日守法与正义 七年四月四日参与公众事物 八社会中的团体 八年一月个人与团体 八年一月一日团体的定义 八年一月二日团体的组成原因 八年一月三日团体的相关法律 八年二月团体的种类与区分 八年二月一日团体的种类 八年二月二日团体的功能取向 八年三月社会中的志愿团体 九社会规范 九年一月社会规范与约束力 九年一月一日社会规范的意义与重要性 九年一月二日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力 强或弱 九年二月社会规范的种类 九年二月一日风俗习惯 九年二月二日伦理道德 九年二月三日宗教信仰 九年二月四日法律 九年三月建立和谐的社会 十社会中的文化 十年一月文化的意义及特征 十年二月文化的内涵 十年二月一日气务层次 十年二月二日制度层次 十年二月三日理念层次 十年三月次文化 十年三月一日次文化的定义 十年三月二日次文化的种类 十年四月文化传承 十一变迁中的社会 十一年一月社会变迁的内涵 十一年一月一日社会变迁的意义 十一年一月二日促成社会变迁的因素 十一年一月三日社会变迁的三层次 十一年二月社会变迁的冲击与因因 十一年二月一日价值观念的混淆 十一年二月二日个人适应不良 十一年二月三日弱势族群权益被忽略 十一年三月常见的社会问题 十一年三月一日家庭问题 十一年三月二日犯罪问题 十一年三月三日都市化衍生的问题 十一年三月四日其他问题 十一年四月影像资讯社会 十一年四月一日资讯社会的特征 十一年四月二日终身学习 十二社会福利 十二年一月社会福利的观念 十二年二月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 十二年二月一日社会保险 十二年二月二日社会救助 十二年二月三日就业安全 十二年二月四日福利服务 十二年二月五日社会住宅 十二年二月六日健康与医疗照顾 十二年三月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 十三现代国家与民主政治 十三年一月国家组成要素 十三年一月一日人民 十三年一月二日领土 十三年一月三日政府 十三年一月四日主权 十三年二月国家存在的目的 十三年二月一日安全 十三年二月二日秩序 十三年二月三日自由 十三年二月四日正义 十三年二月五日经济 十三年二月六日文化 十三年二月七日福利 十三年三月国家的类型 十三年三月一日国体的意义 十三年三月二日政体的意义 十三年三月三日国家的类型 十三年四月民主政治的特色 十三年四月一日民意政治 十三年四月二日责任政治 十三年四月三日法治政治 十三年四月四日政党政治 十三年五月民主政治的价值 十四中央政府 十四年一月政府是为人民服务 十四年二月权力分立原则 十四年二月一日三权分立 十四年二月二日五权分立 十四年三月我国总统与五院的职权 十四年三月一日总统 十四年三月二日行政院 十四年三月三日立法院 十四年三月四日司法院 十四年三月五日考试院 十四年三月六日监察院 十四年四月中央政府的分权制衡 十五地方政府 十五年一月地方政府的职权 十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方式 十五年一月二日地方政府的工作项目 十五年二月二日地方自治的内涵 十五年二月一日地方自治的意义 十五年二月二日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十五年二月三日地方政府的组成 十五年三月我国地方建设的裁员 十五年三月一日地方税收 十五年三月二日中央补助 十五年三月三日自行筹措 十五年四月我国地方自治的展望 十六政府的经济功能 十六年一月政府的经济角色 十六年一月一日提供公共财 十六年一月二日处理外部效果 十六年一月三日维持公平交易 十六年一月四日保障私有财产 十六年一月五日改善所得分配 十六年二月政府的支出与收入 十六年二月一日政府的支出 十六年二月二日政府的收入 十六年二月三日租税或收费的原则 十六年二月四日租税的种类 十六年三月监督政府的效能 十六年三月一日体制内监督 立法、审计 十六年三月二日体制外监督 媒体、人民 十七政党与利益团体 十七年一月政党的意义和功能 十七年二月政党的形态 十七年二月一日一党专政 十七年二月二日一党独大 十七年二月三日两党制 十七年二月四日多党制 十七年三月政党政治运作的原则 十七年三月一日依法阻挡公平竞争 十七年三月二日国家人民利益优先 十七年三月三日尊重包容不同政党 十七年四月民主社会中的利益团体 十七年四月一日利益团体的意义 十七年四月二日组成利益团体的目的 十七年四月三日利益团体的活动方式 十七年四月四日利益团体与政党的比较 十八选举与政治参与 十八年一月政治参与的意义 十八年一月一日政治参与的意义 十八年一月二日政治参与的方式 十八年二月选举的功能 十八年二月一日人民选出适合的公职人员 十八年二月二日政党推荐人才以取得 十八年二月二日政党推荐人才以取得 十八年二月三日政府可以落实责任政治 十八年二月四日政权和平转移 十八年三月选举的原则与过程 十八年三月一日公职人员的类型 十八年三月二日被选举人的资格规定 十八年三月三日选举人的资格规定 十八年三月四日选举的原则 十八年三月五日选举的过程 十八年四月选举与民主素养 十八年四月一日选民的民主素养 十八年四月二日候选人的民主素养 十九法律的基本概念 十九年一月法律的功能 十九年一月一日保障人民的权利 十九年一月二日维持社会秩序 十九年一月三日促进社会进步 十九年二月法律的位阶 十九年二月一日宪法 十九年二月二日法律 十九年二月三日命令 十九年二月四日法律位阶的高低 十九年三月现代公民应具备的法治观念 二十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二十年一月人民的基本权利 二十年一月一日平等权 二十年一月二日自由权 二十年一月三日受益权 二十年一月四日参政权 二十年二月基本权利间的限制与冲突 二十年二月一日防止妨碍他人权利 二十年二月二日 二十年二月二日避免紧急危难 二十年二月三日维持社会秩序 二十年二月四日增进公共利益 二十年三月人民的基本义务 二十年三月一日纳税 二十年三月二日服兵役 二十年三月三日受国民义务教育 二十一民法与生活 二十一年一月民法规范的事项 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身份关系 二十一年一月二日财产关系 二十一年二月全力行使的原则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积极的 诚实信用原则 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消极的 禁止滥用原则 二十一年三月民事责任 二十一年三月一日回复原状 二十一年三月二日损害赔偿 二十一年四月民法的行为能力 二十一年四月一日完全行为能力 二十一年四月二日限制行为能力 二十一年四月三日无行为能力 二十二刑法与行政法规 二十二年一月犯罪与刑罚 二十二年一月一日罪刑法定主义 二十二年一月二日刑罚的种类 二十二年二月犯罪成立的要件 二十二年二月一日行为符合 刑法规定的构成要素 二十二年二月二日出于故意或过失 二十二年二月三日行为具有违法性 二十二年二月四日行为仍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十二年三月现代公民对刑法应有的基本认知 二十二年四月行政法规与行政责任 二十二年四月一日行政法规 二十二年四月二日行政责任 二十三权力救济 二十三年一月冲突的处理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和解 二十三年一月二日调解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诉讼 二十三年二月诉讼的种类 二十三年二月一日民事诉讼 二十三年二月二日刑事诉讼 二十三年二月三日行政诉讼 二十三年三月我国法院的审判制度 二十三年三月一日法院的种类 二十三年三月二日法院的层级 二十四少年的法律常识 二十四年一月常见的少年犯罪行为 二十四年二月少年犯罪行为的处理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少年保护事件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少年刑事案件 二十四年三月其他与少年有关的法律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少年事件处理法 二十四年三月二日 二十四年三月二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二十四年三月三日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二十四年三月四日劳动基准法 二十四年四月资讯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违反著作权法 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妨害电脑使用责任 二十四年四月三日网络的言论自由 二十五选择与消费 二十五年一月选择与机会成本 二十五年一月一日选择 二十五年一月二日机会成本 二十五年二月影响消费的因素 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商品价格 二十五年二月二日所得高低 二十五年二月三日个人偏好 二十五年二月四日预期心理 二十五年二月五日时间因素 二十五年三月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公平交易法 二十五年三月二日消费者保护法 二十六生产与投资 二十六年一月生产行为 二十六年一月一日有型产品 二十六年一月二日无型劳务 二十六年二月生产要素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自然资源 二十六年二月二日人力资源 二十六年二月三日资本 二十六年二月四日企业财能 二十六年三月获得最大利润的方法 二十六年三月一日降低生产成本 二十六年三月二日增加销货收入 二十六年四月生产者的选择 二十六年五月企业经营 二十六年五月一日企业经营的形态 二十六年五月二日企业经营的原则 二十七市场与货币 二十七年一月经济活动循环 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消费者与生产者 二十七年一月二日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 二十七年二月价格的形成 二十七年二月一日供过于求 二十七年二月二日供不应求 二十七年二月三日供需均衡 二十七年三月货币促进市场交易便利 二十七年三月一日货币的眼镜 二十七年三月二日货币的功能 二十七年三月三日货币的种类 二十七年四月通货膨胀影响民生经济 二十七年四月一日通货膨胀的意义 二十七年四月二日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十七年五月绝对利益与比较利益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绝对利益 二十七年五月二日比较利益 二十七年六月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二十七年六月一日比较利益下的国际分工 二十七年六月二日汇率变动与国际贸易 二十七年六月三日贸易顺差逆差的影响 二十七年六月四日台湾的国际贸易 二十八个人与家庭经济 二十八年一月就业与失业 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就业与失业的意义 二十八年一月二日失业率与失业就计 二十八年二月家庭经济规划 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开源 二十八年二月二日截流 二十八年三月理财与投资 二十八年三月一日理财与投资工具 二十八年三月二日理财与投资风险 二十九经济发展与现代社会 二十九年一月个人的工作伦理 二十九年一月一日正确的工作官 二十九年一月二日遵守职业道德 二十九年二月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十九年二月一日回馈社会大众 二十九年二月二日落实企业伦理 二十九年二月三日遵守相关法律 二十九年三月经济发展与生态保育 二十九年三月一日相关环境议题 二十九年三月二日绿色经济与永续发展 三十多元文化 三十年一月文化交流与文化创新 三十年一月一日文化交流模式 三十年一月二日文化交流原则 三十年一月三日本土文化变迁 三十年一月四日外来文化的影响 三十年二月文化交流的冲击 三十年二月一日对个人的冲击 三十年二月二日对社会的冲击 三十年三月多元文化的精神 三十年三月一日肯定自我文化 三十年三月二日尊重不同文化 三十年三月三日扩展国际事业 三十一科技发展 三十一年一月资讯科技的发展 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传播科技的类型 三十一年一月二日传播科技的功能 三十一年一月三日传播科技的冲击 三十一年一月四日月听人对于传播媒介的认知 三十一年二月智慧财产权的保障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智慧财产权的意义 三十一年二月二日相关法律规范 三十一三科技发展的展望 三十一年三月一日生物科技 三十一年三月二日科技发展的方向 三十二国际社会中的互动 三十二年一月现代国际社会中的互动 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国际合作 三十二年一月二日国际援助 三十二年一月三日国际交流 三十二年一月四日国际冲突 三十二年二月认识国际组织 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全球性国际组织 三十二年二月二日区域性国际组织 三十二年二月三日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三十二年三月国际组织对世界和平的努力 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化解国际社会冲突 三十二年三月二日保障国际社会安全 三十二年三月三日促进国际社会发展 三十二年四月台湾与世界接轨 三十二年四月一日我国的国际地位 三十二年四月二日我国参与的国际组织 三十二年四月三日国民外交 三十三建立和谐的世界 三十三年一月全球所面临的问题 三十三年一月一日环境问题 三十三年一月二日贫富差距问题 三十三年一月三日疾病问题 三十三年一月四日国际犯罪 三十三年一月五日恐怖活动 三十三年二月行动与参与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缩短平复差距 三十三年二月二日疾病预防 三十三年二月三日追求安定 与和平 三十三年二月四日环境生态的维护 三十三年三月世界公民的责任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知识架构表 Copyright 2018 Dopad International Cor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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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中历史地理公民教材版本对照 2019-0417HTM HTTPS www.learnmode.net 斜线knowledge LMS 注册 访课登入 会员登入 教材版本对照 Learnmode学习 把江国小斜线国中斜线高中的基本学科 进行教科书章节与平台资源的对照 师生可以选择学校使用的教科书版本 依据教科书章节与上课进度 快速找到平台上对应的各式学习资源来运用 国文 数学 生物 物理 化学 地球科学 地理 历史 公民 国文 英语 数学 自然 社会 译文 综合 健体 国语 数学 生活 自然 社会 译文 综合 健体 闽南语 课语 返回 LearnMode学习吧 版本对照总表前往 国中历史斜线地理斜线公民与社会 知识架构表 国中社会版本对照表 107上 7上 8上 9上 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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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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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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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下 7下 8下 9下 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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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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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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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林版 国中社会 7上 斜线社会 以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7上 社会 一 木次 LearnMode 学习吧 知识架构 汉林资源 德里科 第一章地理位置与范围一年一月位置的表示方法地理一年一月二日经纬度与时区气候带影片 一年二月位置与生活地理一年一月二日经纬度与时区气候带 一年三月台湾的位置与范围地理一年一月一日台湾的相对与绝对位置 一年一月三日台湾的地理位置含范围行政区 一年一月四日领海经济海域 一年四月地图阅读地理一年二月一日地图种类 一年二月二日地图要素 一年二月三日地图判读 第二章地形二年一月地形作用力地理二年一月一日内盈利板块运动火山活动影片 二年一月二日外盈利侵蚀与堆积作用 二年二月地形类型地理 二年三月地形的表示方法地理二年三月一日等高线地形图 二年三月二日地形剖面图 二年三月三日分层设色图 二年三月四日卫星影像与航空照片 二年四月台湾的地形特征地理 二年二月三日台湾的地形特征如山多平原少等 二年五月台湾的地形分布地理 二年二月一日台湾的地形类型 二年二月二日台湾的地形分布 第三章海岸与岛屿 三年一月海岸的种类地理 二年四月一日海岸的种类影片 三年二月台湾的海岸地理 二年四月二日台湾的海岸特征 三年三月台湾的里岛地理 二年五月一日岛屿的类型与成因 二年五月二日台湾的岛屿分布与特征 第四章天气与气候 四年一月天气地理 三年一月一日天气的要素影片 三年一月二日天气预报 气温、降水、地面天气图等 四年二月气候地理 三年二月一日气候与天气的不同 四年三月台湾的气候地理 三年二月二日影响台湾气候的因素 如维度等 三年二月三日台湾的气候特征 四年四月台湾的气象灾害地理 三年一月三日台湾的天气与气象灾害 第五章水文 五年一月水循环地理 四年一月一日水循环的定义影片 五年二月河川的水系与流域 地理四年一月二日水系及水区 流域及分水岭的定义 五年三月台湾河川特色地理 四年一月三日台湾的河川特征 四年一月四日台湾的河川分布 五年四月台湾河川开发与保育地理 四年二月一日台湾水资源的分布与利用 四年二月二日台湾水资源的问题与对策 第六章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六年一月自然环境特色地理 五年一月一日台湾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影片 五年一月二日台湾的生态系统与问题 六年二月环境问题与灾害地理 五年一月二日台湾的生态系统与问题 五年二月一日台湾的环境灾害 如地震水灾等与问题 如重金属污染水污染等 六年三月环境保护策略地理 五年二月二日台湾的环境保护策略 如设立国家公园 历史科 第一章史前台湾与原住民文化 一年一月多彩多姿的史前文化历史 二年一月一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 旧石器时代影片 二年一月二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 新石器时代 二年一月三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 金属汽时代 一年二月原住民的族群与社会组织 历史二年二月一日族群与社会组织 一年三月原住民的经济与宗教文化 历史二年二月二日经济活动 与宗教信仰 第二章国际竞争下的台湾 三年二年一月海商在台澎的活动 历史三年一月明末以前 汉人海商集团影片 二年二月荷兰 西班牙在台湾的竞逐历史 三年二月一日葡萄牙、澳门 三年二月一日西班牙、菲律宾马尼拉 三年二月三日荷兰、印尼巴达维亚 三年三月一日建成与基督教传播 三年四月一日建成与天主教传播 三年四月二日贸易 二年三月荷兰统治下的台湾历史 三年三月二日对原住民的统治 三年三月三日对汉人的征税 三年三月四日唾肯与贸易 第三章正式时期的经营 三年一月正式政权的新衰 历史四年一月正式政权的新衰影片 三年二月政治制度与文教发展 历史四年二月一日建立行政体系 四年二月二日发展文教 三年三月唾肯事业的推动 历史四年三月推动唾肯事业 三年四月对外贸易的发展 历史四年四月发展对外贸易 第四章青岭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四年一月台湾气流争议与治台政策 历史五年一月一日气流争议影片 五年一月二日渡台禁令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五年一月三日画界封山 四年二月行政区画的演变历史五年一月四日行政区画分 四年三月土地开墾与水利设施历史五年二月一日唾肯方式 五年二月二日四大水寸 四年四月经济发展历史五年三月一日农业 五年三月二日商业贸易 第五章青岭前期的社会与文化 五年一月移民社会历史六年一月一日渡台杯歌影片 六年一月二日同乡群居 五年二月泄斗集民变历史六年二月一日分类泄斗 六年二月二日三大民变 五年三月宗教信仰与宗族组织历史六年三月一日宗教信仰 六年三月二日宗族组织 五年四月文教的发展历史六年四月一日教育机构 六年四月二日文治社会 第六章青岭后期的开港与建审 六年一月开港后的贸易发展历史 七年一月一日英法联军与开港影片 七年一月二日三大出口商品 茶、糖、张脑 六年二月西方文化的再传入历史 七年二月再传入西方文化 六年三月牡丹社事件 历史七年三月一日牡丹社事件与日军返台 六年四月审宝珍与丁日昌的建设 历史七年三月二日审宝珍的建设 七年三月三日丁日昌的建设 六年五月台湾建审与流明船的建设 历史七年四月一日中法战争与台湾建审 七年四月二日流明船的建设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章自我的成长 一年一月认识自我公民 一年一月认识自己影片 一年二月个人需求的满足公民 一年二月一日马斯洛 个人需求五个层次的优先顺序 一年三月面对生命的态度公民 一年三月欣赏生命体验人生 第二章和谐的性别关系 二年一月性别角色的形成 公民二年三月一日性别角色的形成 与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体的关系 二年二月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公民 二年三月二日促进和谐的性别关系的方法 二年三月性侵害与性骚扰的防治公民 第三章家庭生活三年一月家庭的组成 公民三年一月一日家庭的定义影片 三年一月二日配偶、血清、殷清 三年二月家庭的形态与变迁公民 三年二月一日小家庭 三年二月二日折中家庭 三年二月三日大家庭 三年二月四日社会变迁下的其他家庭形态 三年三月家庭的功能与转变公民 三年三月一日生育 保护与照顾 三年三月二日教育与经济 三年三月三日家庭功能随着社会变迁所受到的影响 第四章家庭协奏区 四年一月家庭的亲密关系与冲突 公民四年一月一日夫妻关系影片 四年一月二日亲子关系 四年一月三日手足关系 四年二月一日家务分工的冲突 四年二月二日经济的冲突 四年二月三日价值观与生活习惯的冲突 四年二月四日家庭冲突沟通的方法 四年二月现代家庭面临的挑战公民 四年三月一日少子化问题 四年三月二日老人照顾安养问题 四年三月三日离婚问题 四年三月四日家庭暴力问题 四年三月五日家庭功能的变迁 四年三月建立平权的家庭公民 第五章有善校园与终身学习 五年一月校园中的人际关系 公民二年一月一日人际关系的定义 二年一月二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二年二月一日人际冲突的类型 二年二月二日冲突的解决方式 二年四月一日同侪关系与师生关系 二年四月二日建立友善校园 没有校园霸凌 五年二月学校规范 与学生自治公民五年三月和谐的校园生活 五年四月一日学生自治的定义 五年四月二日学生自治的原则 五年四月三日学生自治的范围 五年四月四日学生自治的目的 五年四月五日开班会的会议规范 五年三月终身学习公民 五年一月良好的学习态度 五年二月有效的学习方法 十一年四月二日终身学习 第六章社区生活六年一月社区的含义 公民六年一月社区影片 六年二月社区的类型 公民六年二月社区的类型 六年三月二日社区组织的类型 六年三月社区参与公民 六年三月一日社区参与 六年四月社区总体营造 公民六年四月一日社区总体营造 六年四月二日社区发展与经费来源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汉林版国中社会 七下斜线社会二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七下社会二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汉林资源 德里科 第一张人口一年一月人口成长 地理六年一月一日台湾的人口成长影片 一年二月人口分布地理六年一月三日台湾的人口分布与人口密度 一年三月人口组成地理六年一月四日台湾的人口组成 一年四月人口迁移地理六年一月二日台湾的人口迁移 一年五月台湾的人口问题 解决方法地理六年二月一日台湾的人口问题 人口不均少子化与高龄化新移民 六年二月二日台湾的人口问题对策 第二张第一集产业二年一月产业的分类地理七年一月一日产业的分类影片 七年一月二日台湾产业结构的变迁 二年二月台湾的农业地理七年二月一日农业 二年三月台湾的渔业地理七年二月二日渔业 二年四月台湾的林业地理七年二月三日林业 二年五月台湾的畜牧业地理七年二月四日畜牧业 二年六月台湾第一集产业的转型地理七年三月一日转型的原因 七年三月二日转型的方向如精致农业等 第三张第二三集产业三年一月第二集产业 台湾的工业地理八年一月一日工业的类型影片 八年一月二日工业区位的条件 八年一月三日台湾工业发展历程 三年二月第三集产业 台湾的服务业地理八年二月一日服务业的种类 如商业活动等 八年二月二日台湾的商业活动发展 三年三月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台湾地理八年三月一日台湾的国际贸易概况 八年三月二日台湾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与展望 第四张聚落与交通 四年一月聚落地理九年一月一日聚落的行程与类型 乡村与都市影片 九年一月二日台湾的城乡关系 九年一月三日台湾的都市化程度 九年一月四日台湾的都会区发展 四年二月交通地理九年二月一日交通的类型 九年二月二日台湾的水运 如河运、海运 九年二月三日台湾的陆运 九年二月四日台湾的空运 第五张台湾的区域特色及发展 一、五年一月台湾的分区地理 十年一月台湾区域的划分影片 五年二月北部区域地理 十年二月一日北部区域 五年三月中部区域地理 十年二月二日中部区域 五年四月南部区域地理 十年二月三日南部区域 第六张台湾的区域特色及发展 二、六年一月东部区域地理 十年二月四日东部区域影片 六年二月经门 马祖离岛区域地理 十年二月五日经门 马祖地区 六年三月台湾区域差异 地理十年三月一日区域间的差异 如人口分布、产业发展、 差异扩大的原因等 六年四月区域均衡发展的对策 地理十年三月二日区域平衡的对策 历史科 第一张日治时期的殖民统治 一年一月曼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历史 八年一月一日甲武战争影片 八年一月二日台湾民主国的抗日 一年二月前铺后继的武装抗日历史 八年二月一日汉人抗日 八年二月二日原住民抗日 一年三月总督专制的统治体制 历史八年三月总督专制体制 一年四月警察政治与保甲制度 历史八年五月一日典型的警察政治 八年五月二日保甲与壮丁团 一年五月日本治台政策的演变历史 八年四月一日建进主义 八年四月二日内地延长 八年四月三日黄明化 第二张日治时期的经济发展 二年一月基础建设历史 九年一月一日土地与林野调查影片 九年一月二日人口普查 九年一月三日货币与度量衡 九年一月四日交通 二年二月农业发展历史 九年二月一日稻米改良 新市唐业 九年二月二日嘉南大寸 八田雨衣 二年三月工业发展历史 九年三月一日南境政策 九年三月二日发展军需工业 日月潭水利发电所 第三张日治时期的社会与文化 三年一月差别待遇的殖民教育历史 十年一月一日初等教育 公学校、小学校影片 十年一月二日中等教育 十年一月三日高等教育 三年二月社会风俗的改良历史 十年二月一日渐进鸦片 十年二月二日放足断法 十年二月三日现代卫生 十年二月四日守法 守时 三年三月台人的政治社会运动 历史十年三月一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十年三月二日台湾文化协会 十年三月三日台湾民众党 十年三月四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第四章战后台湾的政治变迁 四年一月战后初期与228事件 历史十一年一月一日台湾光复影片 十一年一月二日228事件 四年二月戒严体制的建立历史 十一年二月一日动员 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十一年二月二日戒严令 四年三月迈向民主政治的过程 历史十一年三月一日党外与美丽岛事件 十一年三月二日解除戒严 第五章战后台湾的外交与两岸关系 五年一月外交关系的变化 历史十二年一月一日巩固外交 十二年一月二日弹性外交 十二年一月三日务时外交 五年二月两岸关系的演变历史 十二年二月一日武力对抗 十二年二月二日政治对质 十二年二月三日两岸交流 第六章战后台湾的经济与社会 六年一月经济发展历史 十三年一月一日土地改革 十三年一月二日进口替代 十三年一月三日出口导向 十三年一月四日十大建设 十三年一月五日高科技产业 十三年一月六日自由化 国际化 六年二月朝向多元发展的文化与教育 历史十三年二月一日多元文化 十三年二月二日义务教育与教育改革 六年三月重要的社会变迁 历史十三年三月重要的社会变迁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章社会互动一年一月社会中的角色 扮演公民七年一月一日角色的定义与影响因素影片 七年一月二日角色冲突 一年二月社会化公民七年二月一日家庭 七年二月二日学校 七年二月三日同侪团体 七年二月四日传播媒体 一年三月社会互动的方式公民 七年三月一日合作 七年三月二日竞争 七年三月三日冲突 七年三月四日其他社会互动的方式 一年三月三日公民的基本素养 公民七年四月一日尊重与理性 七年四月二日功德与公义 七年四月三日守法与正义 七年四月四日参与公众事务 第二章社会中的团体 二年一月个人与团体公民 八年一月一日团体的定义影片 八年一月二日团体的组成原因 八年一月三日团体的相关法律 二年二月团体的种类公民 八年二月一日团体的种类 八年二月二日团体的功能取向 二年三月参与团体事务公民 八年三月社会中的志愿团体 第三章社会规范 三年一月社会规范的意义与重要性 公民九年一月一日社会规范的意义与重要性 影片 三年二月社会规范的种类公民 九年二月一日风俗习惯 九年二月二日伦理道德 九年二月三日宗教信仰 九年二月四日法律 三年三月社会规范的约束力 公民九年一月二日法律 与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强或弱 三年四月建立和谐的社会 公民九年三月建立和谐的社会 第四章社会中的文化 四年一月文化的意义及特征 公民十年一月文化的意义及特征 影片 四年二月文化的内涵 公民十年二月一日器物层次 十年二月二日制度层次 十年二月三日理念层次 四年三月主流文化与次文化 公民十年三月一日次文化的定义 十年三月二日次文化的种类 四年四月文化传承与创新 公民十年四月文化传承与创新 第五章变迁中的社会 五年一月社会变迁的意义 公民十一年一月一日社会变迁的意义 十一年一月二日促成社会变迁的因素 十一年一月三日社会变迁的三层次 五年二月社会变迁的影响 公民十一年二月一日价值观念的混淆 十一年二月二日个人适应不良 十一年二月三日弱势族群权益被忽略 五年三月如何因应社会变迁公民 十一年三月一日家庭问题 十一年三月二日犯罪问题 十一年三月三日都市化衍生的问题 十一年三月四日其他问题 第六章社会福利六年一月社会福利的观念 与发展公民 十二年一月社会福利的观念影片 六年二月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 公民十二年二月一日社会保险 十二年二月二日社会救助 十二年二月三日就业安全 十二年二月四日福利服务 十二年二月五日社会住宅 十二年二月六日健康与医疗照顾 六年三月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 公民十二年三月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 TOP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汉林版国中社会 巴上斜线社会三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巴上社会三 目次 Learn mode学习把知识架构 汉林资源 的理科 第一章将预与区域划分 一年一月中国的位置地理 十一年一月中国的位置影片 一年二月中国的面积地理 一年三月中国的区域划分地理 十一年二月一日区域划分的意义 十一年二月二日行政区的划分 如省、自治区 十一年二月三日地理区的划分 如地形区 经济代 第二章地形 二年一月中国的地形特征 地理十二年一月中国的地形分布影片 十二年二月中国的地形特征 二年二月地形与人类活动 地理十二年三月一日地形与人口分布 十二年三月二日地形与产业发展 十二年三月三日地形与交通建设 第三章 气候与水文 三年一月中国的气候特征 地理十三年一月一日夏季 普遍高温影片 十三年一月二日冬季南北温差大 十三年一月三日降雨季节分布布均 十三年一月四日降雨空间分布布均 三年二月中国的三大气候区 地理十三年二月一日季风气候 十三年二月二日干燥气候 十三年二月三日高地气候 三年三月三日水文的关系地理 十三年三月一日气候与河流 如内流和内流区等 十三年三月二日气候与湖泊 如淡水湖等 三年四月气候与人类活动地理 十三年四月一日气候与农业 如南到北迈 十三年四月二日气候与建筑 如赶蓝室建筑 十三年四月三日气候与交通 如南传北马 十三年四月四日气候与灾害 如沙城堡 第四章人口分布与人口问题 四年一月中国的人口分布地理 十四年一月一日人口数及人口成长 十四年一月二日人口组成 十四年二月一日分布特征 如东部多于西部 十四年二月二日影响分布的因素 如地形等 十四年二月三日民族分布的特色 四年二月人口问题与政策地理 十四年三月一日人口数量太多 十四年三月二日人口结构 有失衡如性别笔等 十四年三月三日成乡人口差异 第五章产与经济 五年一月中国的农牧业地理 十五年一月一日传统农业影片 十五年一月二日传统牧业 十五年一月三日农牧业的转型 五年二月中国的工商业地理 十五年二月一日工业发展 如工业类别等 五年三月中国的三大经济代地理 十五年三月一日东部经济代 十五年三月二日中部经济代 十五年三月三日西部经济代 五年四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地理 十五年二月二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如世界工厂 第六章资源问题与环境保育 六年一月中国的土地资源问题与保育地理 十六年一月土地资源与环境保育 十六年三月森林资源与环境保育 十九年三月一日荒漠化 六年二月中国的水资源问题与保育地理 十六年二月水资源与环境保育 历史科 第一章从史前到春秋战国 一年一月中国的史前文化历史 十四年一月一日旧石器时代影片 十四年一月二日新石器时代 一年二月史前传说与下潮历史 十四年二月一日三皇五帝 十四年二月二日下代国家出现 一年三月灿烂的英商文化历史 十四年三月一日经济 十四年三月二日文字 十四年三月三日公义 十四年三月四日宗教 一年四月西州的封建与宗法历史 十四年四月一日政治 十四年四月二日社会 十四年四月三日经济 一年五月东周 春秋战国代的巨变历史 十四年五月一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十四年五月二日贵族没落与平民崛起 十四年五月三日农工商业发达 十四年五月四日诸子百家争鸣 第二章秦汉大义统帝国的建立 二年一月秦帝国的新亡历史 十五年一月一日郡县设置影片 十五年一月二日思想控制 十五年一月三日文物制度的统一 十五年一月四日修筑迟道 长城 十五年一月五日秦二世王国 二年二月两汉的盛衰历史 十五年二月一日楚汉相侵 十五年二月二日汉高祖 十五年二月三日汉武帝 十五年二月四日西汉末 外妻专权 十五年三月一日王莽改制 十五年三月二日新莽灭亡 十五年四月一日光武中心 十五年四月二日外妻宦官乱阵 十五年四月三日黄金之乱 二年三月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历史十五年五月一日驻长城 十五年五月二日伐匈奴 十五年六月一日和清政策 十五年六月二日武力功法 十五年六月三日张迁通西域 十五年六月四日班超经营西域 十五年七月一日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 佛教传入 二年四月一日文化成就历史 十五年七月二日史学 史记 司马迁 汉书 班古 十五年七月三日科技 魂天仪与地动仪 张恒 十五年七月四日医学 张基 华陀 第三张魏晋南北朝的分语 和三年一月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发展 历史十六年一月一日赤壁之战 十六年一月二日魏属吴建国 十六年二月一日巴王之乱 十六年二月二日永家之祸 十六年二月三日五湖乱华 十六年三月一日五湖十六国与东晋的对峙 十六年三月二日南北朝对峙 三年二月湖汉融合与南方开发历史 十六年六月一日北魏校文帝汉化政策 十六年六月二日六朝发展 三年三月讲究身份的氏族社会历史 十六年四月一日经学释迦 氏族形成 十六年四月二日九品观人法 十六年四月三日门第社会的发展 三年四月清坛风气与佛道盛行历史 十六年五月一日清坛与玄学 十六年五月二日佛教与石窟艺术的发展 十六年五月三日道教的发展 第四章湖汉融合的隋唐帝国 四年一月隋朝的新亡历史 十七年一月一日迎建新兜 房市分离 影片 十七年一月二日开凿运河 十七年一月三日实施科举 四年二月唐朝圣衰与武代史国历史 十七年二月一日玄武门之变 十七年二月二日征官之治 十七年二月三日武后代唐 十七年二月四日开元之治 十七年三月一日安时之乱 十七年三月二日宦官乱政 十七年三月三日牛里党针 十七年三月四日藩政歌剧 十七年三月五日皇朝之乱 十八年一月一日武代使国 四年三月隋唐的经济与社会历史 十七年四月一日湖汉融合 兼融并叙 十七年四月二日外来宗教的传入 十七年四月三日佛教中国化 四年四月大唐文化的传播 历史十七年五月一日新罗君子国 十七年五月二日日本大化革新 十七年五月三日土藩文成公主与唐文化的传入 十七年五月四日达罗斯之义 造指数西传 四年五月隋唐的文化成就 历史十七年六月文化成就 第五章多民族并利的宋元时期 五年一月宋的建立与前其外患 历史十八年一月二日成 乔兵变影片 十八年一月三日强干若知 众文清武 十八年二月一日辽的建国 十八年二月二日禅渊之盟 十八年三月西夏兴起 五年二月北宋的变法历史 十八年四月王安时变法 五年三月经的崛起于南宋偏安历史 十八年五月一日经的建国 十八年五月二日连经灭辽 十八年五月三日靖康之祸 十八年六月南宋偏安 五年四月元朝的统治历史 十八年七月一日蒙古建国 十八年七月二日蒙古西征 十八年八月一日灭南宋统一中国 十八年八月二日种族歧视政策 十八年八月三日元代的衰亡 五年五月宋元的经济与社会历史 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农业 战成早熟到 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商业 五年六月宋元的学术与文化历史 十八年九月科举制度发展 十八年十月一日理学的兴起 十八年十月二日四书籍著成为科举定本 十八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史学、书画 十八年十一月二日科技 第六章明代与盛青的发展 六年一月明朝的盛衰历史 十九年一月一日明朝的建立 十九年一月二日集权政治 十九年一月三日静南之变 十九年二月一日内政 重用宦官、修长城、迁都北京、修运河 十九年二月二日对外、伐蒙古、镇和下西洋 十九年三月一日张居镇的改革 十九年三月二日东陵党争 十九年三月三日蒙古的侵扰、满清的进犯、倭寇的骚扰 十九年三月四日流寇的行承与明的灭亡 六年二月清朝的建立与盛世历史 十九年四月清朝的建立 十九年五月统治策略 十九年六月康拥干盛世 六年三月明清的经济发展历史 十九年九月一日引进外来作物 十九年九月二日专业市政的兴起 十九年九月三日商邦的出现 十九年九月四日朝贡贸易 十九年九月五日白银取代纸币 六年四月科举与市申阶级历史 十九年七月一日八股取市 十九年七月二日市申特权 六年五月明清的文化成就历史 十九年八月一日宋元 画本明清小说 十九年八月二日天公开悟 本草纲目 六年六月中西的文化交流 与中断历史 十九年十月一日传教士与西学的传入 十九年十月二日中国文物西传 十九年十月三日敬交与闭关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章 《现代国家与民主政治》一年一月 国家的组成要素公民 十三年一月一日人民影片 十三年一月二日领土 十三年一月三日政府 十三年一月四日主权 一年二月国家存在的目的公民 十三年二月一日安全 十三年二月二日秩序 十三年二月三日自由 十三年二月四日正义 十三年二月五日经济 十三年二月六日文化 十三年二月七日福利 一年三月国家的类型公民 十三年三月一日国体的意义 十三年三月二日政体的意义 十三年三月三日国家的类型 一年四月民主政治的特色 公民十三年四月一日民意政治 十三年四月二日责任政治 十三年四月三日法治政治 十三年四月四日政党政治 十三年五月民主政治的价值 第二章中央政府 二年一月权力分立原则公民 十四年一月政府是为人民服务影片 十四年二月一日三权分立 十四年二月二日武权分立 二年二月我国总统与武院的职权公民 十四年三月一日总统 十四年三月二日行政院 十四年三月三日立法院 十四年三月四日司法院 十四年三月五日考试院 十四年三月六日监察院 二年三月我国中央政府的 奋权制衡关系公民 十四年四月中央政府的 奋权制衡 第三章地方政府 三年一月地方政府的职权公民 十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的奋权方式影片 十五年一月二日地方政府的工作项目 三年二月地方自治的内涵公民 十五年二月一日地方自治的意义 十五年二月二日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十五年二月三日地方政府的组成 三年三月我国地方建设的裁员公民 十五年三月一日地方税收 十五年三月二日中央补助 十五年三月三日自行筹措 十五年四月我国地方自治的展望 第四章政府的经济功能 四年一月政府的经济角色公民 十六年一月一日提供公共财 十六年一月二日处理外部效果 十六年一月三日维持公平交易 十六年一月四日保障私有财产 十六年一月五日改善所得分配 四年二月政府的支出与收入公民 十六年二月一日政府的支出 十六年二月二日政府的收入 十六年二月四日租税的种类 四年三月客税或收费的原则 公民十六年二月三日租税或收费的原则 四年四月政府经济功能的展望 公民十六年三月一日体制内监督 立法、审计 十六年三月二日体制外监督 媒体 人民 第五章政党与利益团体 五年一月政党的意义和功能 公民十七年一月政党的意义和功能 五年二月政党制度的形态 公民十七年二月一日一党专政 十七年二月二日一党独大 十七年二月三日两党制 十七年二月四日多党制 五年三月政党政治的运作原则 公民十七年三月一日依法阻挡公平竞争 十七年三月二日国家人民利益优先 十七年三月三日尊重包容不同政党 五年四月政党轮替公民十八年二月四日政权和平转移 五年五月民主社会中的利益团体 公民十七年四月一日利益团体的意义 十七年四月二日组成利益团体的目的 十七年四月三日利益团体的活动方式 十七年四月四日利益团体与政党的比较 第六章 政治参与和选举六年一月政治参与的意义 公民十八年一月一日政治参与的意义 十八年一月二日政治参与的方式 六年二月选举的意义与功能公民 十八年二月一日人民选出适合的公职人员 十八年二月二日政党推荐人才已取得执政权 十八年二月三日政府可以落实责任政治 十八年二月四日政权和平转移 六年三月选举的原则与过程 公民十八年三月四日选举的原则 十八年三月五日选举的过程 六年四月我国的选举概况与公民投票 公民十八年三月一日公职人员的类型 十八年三月二日被选举人的资格规定 十八年三月三日选举人的资格规定 十八年四月一日选民的民主素养 十八年四月二日选举人的民主素养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汉林版国中社会 八下斜线社会四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八下社会四 目次 Learn Mode学习把知识架构 汉林资源 德里科 第一章南部地区 中国大地下 一年一月自然环境地理 十七年一月一日中国南部的位置与范围影片 十七年一月二日中国南部的地形 十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南部的气候 一年二月经济发展地理 十七年二月一日中国南部的传统的产业 如农业 十七年二月二日中国南部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 一年三月都市与交通地理 十七年三月一日上海 十七年三月二日广州 十七年三月三日重庆 十七年三月四日香港 一年四月环境议题地理 十七年四月一日为胡灶田 十七年四月二日三峡大坝 第二章北部地区 中国大地下 二年一月自然环境地理 十八年一月一日中国北部的位置与范围 十八年一月二日中国北部的地形 十八年一月三日中国北部的气候 二年二月经济发展地理 十八年二月一日中国北部的传统产业 如农 矿 工业 十八年二月二日中国北部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 二年三月都市与交通地理 十八年三月一日北京 十八年三月二日天津 十八年三月三日西安 十八年三月四日哈尔滨 二年四月环境议题地理 十八年四月一日黄河 断流 水患 等 十八年四月二日沙尘暴 十八年四月三日水土流失 第三张西部地区 中国大地下三年一月自然环境地理 三年二月区域特色地理 十九年一月一日内蒙古 十九年一月二日河西走廊 十九年一月三日新疆 十九年二月一日藏北高原 十九年二月二日藏南纵谷 十九年二月三日柴达木盆地 十九年二月四日青海湖盆地 三年三月经济发展与环境议题地理 十九年三月一日荒漠化 十九年三月二日动图 第一张世界概说 世界风情上 一年一月全球的海洋与陆地地理 二十年一月一日海陆分布影片 二十年一月二日三大洋 七大洲 一年二月世界地形概述地理 二十年二月一日地形作用力 二十年二月二日地形分布 一年三月世界气候概述地理 二十年三月一日热带地区气候类型 及其分布 如热带雨林气候 等 二十年三月二日温带地区气候类型 及其分布 如温带海洋性气候 等 二十年三月三日 含带地区气候类型及其分布 如极地气候 等 二十年三月四日主要气候图判读 一年四月世界人口地理 二十年四月一日人口成长 二十年四月二日人口分布与密度 一年五月多元的人文景观地理 二十年五月一日主要宗教分布 二十年五月二日建筑形态 第二章 东北亚二年一月 日本群岛 日本地理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亚洲区域划分 如东北亚、东南亚等影片 二十三年一月二日亚洲地形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亚洲气候 二十三年二月一日东北亚位置与范围 二十三年二月二日东北亚地形 二十三年二月三日东北亚气候 二十三年二月四日东北亚文化特色 二十三年二月五日东北亚经济发展 二十三年二月五日东北亚经济发展 二十三年二月三日东北亚气候 二十三年二月四日东北亚文化特色 二十三年二月五日东北亚经济发展 第三章 东南亚与南亚 世界风情 上三年一月东南亚地理 二十三年三月一日东南亚位置与范围 二十三年三月二日东南亚地形 二十三年三月三日东南亚气候 二十三年三月四日东南亚文化特色 二十三年三月五日东南亚经济发展 二十三年三月六日东南亚主要都市 三年二月南亚地理 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南亚位置与范围 二十三年四月二日南亚地形 二十三年四月三日南亚气候 二十三年四月四日南亚文化特色 二十三年四月五日南亚人口 人口压力族群议题 二十三年四月六日南亚经济发展 二十三年四月七日南亚环境议题 历史科 第一章晚清的变局 一年一月中西的贸易冲突 历史二十年一月一日 一口通商与公行贸易影片 二十年一月二日英史来华交涉未果 一年二月鸦片战争历史 二十年二月一日林泽徐靖燕与茵起战争 二十年二月二日南京条约 二十年二月三日租借 协定关税 领事裁判权 片面罪会国待遇 一年三月英法联军历史 二十年三月一日亚罗传事件 广西西陵教案 二十年三月二日两次英法联军 一年四月 俄国的侵略历史 二十年四月一日中俄 爱魂条约东北领土丧失 二十年四月二日中俄 北京条约西北领土丧失 一年五月太平天国历史 二十年五月一日洪秀全宇拜上帝会 二十年五月二日太平天国制度 二十年五月三日诸王内讧 乡军平乱 二十年五月四日汉人官员受重视 第二张清末的改革二年一月 自强运动历史 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太平天国之乱与英法联军战败影片 二十一年一月二日 外交、军事、新式教育、名声经济 二十一年一月三日 藩属丧失、日并琉球、法取越南、英并缅甸 二年二月甲午战争历史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朝鲜东学党之乱 二十一年二月二日平壤之义 黄海海战 二十一年二月三日马关条约 二年三月瓜分风潮与门户开放历史 二十一年三月一日三国干涉海辽、中俄密约 二十一年三月二日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 二十一年三月三日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二年四月戊户变法历史 二十一年四月一日甲午战败、光绪变法维新 二十一年四月二日提倡工商业、废除八股文、精简政府机构、设金师大学堂 二十一年四月三日戊须政变、变法失败 第三章清朝的父王三年一月一和团与八国联军历史二十二年一月一和团 二十二年一月一日慈禧宣战、联军入侵 二十二年一月二日东南互保 二十二年一月三日薪酬合约、赔款、拆炮台、驻兵北京 三年二月庚子后新政与立宪运动历史二十二年三月庚子后新政 二十二年四月一日日俄战争 二十二年四月二日预备立宪、皇族内阁 三年三月革命运动的兴起历史二十二年五月一日新众会、同盟会 二十二年五月二日广州黄花岗之义 三年四月五昌起义历史二十二年六月一日铁路国有 保禄运动 二十二年六月二日辛亥革命 二十二年六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第四章明初政局与社会变迁 四年一月袁世凯与红县帝制历史二十三年一月一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影片 二十三年一月二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二次革命 二十三年一月四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 二十三年二月一日二十一条要求与五九国齿 二十三年二月二日筹安会鼓吹地制 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护国军桃园各省响应 四年二月军队统治与南北分裂历史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军阀依附列强扩张武力 二十三年三月二日北洋军阀 婉系直系凤系 二十三年四月一日断其锐毁气临时约法 二十三年四月二日护法运动 二十三年四月三日广州军政府 四年三月清末明初的社会与经济历史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新知识分子的崛起 二十三年五月二日妇女地位的提升 二十三年五月三日社会风俗的转变 二十三年五月四日工商业的发展 四年四月新文化运动历史 二十三年六月一日提倡白话文 二十三年六月二日思想解放 民主与科学 四年五月五四运动历史 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山东问题 二十三年七月二日北京学生罢课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二十三年七月三日中国拒签对德合约 第五章国民政府的统治 五年一月北伐与统一历史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联俄融共 二十四年一月二日黄埔建军 二十四年一月三日国民政府成立 二十四年一月四日讨伐吴佩福 孙传芳、张作霖 二十四年一月五日宁汉分裂、济南事件 二十四年一月六日东北归顺 五年二月实施训政与十年建设历史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军政、训政、县政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财政、教育、交通 五年三月十年建设期间的内忧外患 历史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内忧、中共的扩张 二十四年三月二日外患、日本的侵略 五年四月西安事变历史 二十四年四月西安事变 五年五月八年抗战 历史二十四年五月一日七七事变 二十四年五月二日前期 中国独自对日作战 二十四年五月三日珍珠港事变 二十四年五月四日后期 与盟国并肩作战 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 六年一月国共内战历史 二十五年一月一日中共扩张 二十五年一月二日马歇尔调停失败 二十五年一月三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勘乱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实施宪政 二十五年一月五日两岸分治 六年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历史 二十五年二月一日中共建都北京 二十五年二月二日土改 言论思想控制 二十五年二月三日向苏联一边到 二十五年二月四日韩战 抗美援朝 六年三月大跃禁历史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大跃禁 二十五年三月二日人民公社 二十五年三月三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六年四月文化大革命历史 二十五年四月一日三面红旗失败 二十五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批斗一己 二十五年四月三日十年浩劫 六年五月改革开放历史 二十五年五月一日四个现代化 二十五年五月二日设置经济特区 二十五年五月三日天安门事件 二十五年五月四日江泽民湖锦涛延续改革路线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沿海内陆发展不均 贫富差距扩大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章法律的基本概念 一年一月法律的功能 公民十九年一月一日保障人民的权利 十九年一月二日维持社会秩序 十九年一月三日促进社会进步 一年二月法律的未接公民 十九年二月一日宪法 十九年二月二日法律 十九年二月三日命令 十九年二月四日法律未接的高低 一年三月现代公民应具备的法治观念 第二章人民的权力与义务 二年一月人民的基本权力公民 二十年一月一日平等权 二十年一月二日自由权 二十年一月三日受益权 二十年一月四日参政权 二年二月基本权力间的限制与冲突 公民二十年二月一日防止 妨碍他人权利 二十年二月二日避免紧急危难 二十年二月三日维持社会秩序 二十年二月四日增进公共利益 二年三月人民的义务公民 二十年三月一日纳税 二十年三月二日服兵役 二十年三月三日受国民义务教育 第三章民法与生活三年一月权力行使的原则 公民二十一年二月一日积极的 诚实信用原则 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消极的 禁止滥用原则 三年二月明法的行为能力 公民二十一年四月一日完全行为能力 二十一年四月二日限制行为能力 二十一年四月三日无行为能力 三年三月明法规范的事项 公民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身份关系 二十一年一月二日财产关系 三年四月明示责任公民 二十一年三月一日回复原状 二十一年三月二日损害赔偿 第四章刑法与行政法规 四年一月刑法的意义 公民二十二年一月一日罪刑法定主义 四年二月犯罪行为的成立 公民二十二年二月一日行为符合 刑法规定的构成要素 二十二年二月二日出于故意或过失 二十二年二月三日行为具有违法性 二十二年二月四日行为人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十二年三月现代公民对刑法应有的基本认知 四年三月刑法的目的与种类 公民二十二年一月二日刑法的种类 二十二年二月一日行为符合 刑法规定的构成要素 四年四月行政法规与行政责任 公民二十二年四月一日行政法规 二十二年四月二日行政责任 第五章权力救济五年一月权力救济的途径 公民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和解影片 二十三年一月二日调解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诉讼 五年二月诉讼的种类公民 二十三年二月一日明示诉讼 二十三年二月二日行事诉讼 二十三年二月三日行政诉讼 五年三月 我国的法院公民 二十三年三月一日法院的种类 二十三年三月二日法院的层级 第六章 中少年的法律常事六年一月常见的少年犯罪行为 公民二十四年一月常见的少年犯罪行为影片 六年二月少年事件处理法 公民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少年保护事件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少年刑事案件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少年事件处理法 六年三月保护少年的相关法律公民 二十四年三月二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二十四年三月三日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二十四年三月四日劳动基准法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汉林版国中社会 九上斜线社会五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九上社会五 目次 Learn mode学习把知识架构 汉林资源 德里科 第一章西亚与中亚一年一月西亚地理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西亚位置与范围影片 二十三年五月二日西亚地形 二十三年五月三日西亚气候 二十三年五月四日西亚文化特色 二十三年五月五日西亚经济发展 二十三年五月六日西亚纷争不断的原因 如宗教 一年二月中亚地理 二十三年六月一日中亚位置与范围 二十三年六月二日中亚的地形 二十三年六月三日中亚的气候 二十三年六月四日中亚经济发展 二十三年六月五日中亚环境问题 第二章 欧洲概说与南欧 二年一月欧洲概说地理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欧洲区域划分 南欧、西欧、北欧、东欧影片 二十四年一月二日欧洲地形 二十四年一月三日欧洲气候 二十四年一月四日欧洲人口与经济 二十四年一月五日欧洲联盟 二年二月南欧地理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南欧地理环境概述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南欧西班牙 二十四年二月三日南欧意大利 二十四年二月四日南欧希腊 第三章 西欧与北欧三年一月西欧地理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西欧地理环境概述 二十四年三月二日西欧英国 二十四年三月三日西欧法国 二十四年三月四日西欧德国 二十四年三月五日西欧和比卢 二十四年三月六日西欧瑞士、奥地利 三年二月北欧地理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地理环境概述 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北欧挪威 二十四年四月三日北欧瑞典、芬兰 二十四年四月四日北欧丹麦 冰岛 二十四年三月四日北欧地理 二十四年三月四日东欧地理环境概述 二十四年五月二日东欧波兰 二十四年五月三日东欧捷克 二十四年五月四日东欧乌克兰 四年二月俄罗斯地理 二十四年六月一日俄罗斯的地形 二十四年六月二日俄罗斯的气候 二十四年六月三日俄罗斯的人口 二十四年六月四日俄罗斯的工矿业发展 第五章 北美洲五年一月美洲概说地理 二十五年一月美洲概说影片 五年二月北美洲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北美洲地形 二十五年二月二日北美洲气候 五年三月北美洲的经济发展地理 二十五年二月四日北美洲经济发展 五年四月北美洲的族群与文化地理 二十五年二月三日北美洲族群与文化 第六章 中南美洲六年一月中南美洲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中南美洲地形影片 二十五年三月二日中南美洲气候 六年二月中南美洲的人文环境地理 二十五年三月三日中南美洲族群与文化 六年三月中南美洲的经济发展地理 二十五年三月四日中南美洲经济发展 六年四月中南美洲的环境问题地理 二十五年三月五日中南美洲环境问题 历史课 欧亚非三州帝国 一年二月 二十五年三月二日中南美洲儿便us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中南美洲的 logged 遵 др 十五年三月二日中南美洲的孙兴��고 科学技术、象形文字 1年3月印度古文明历史 26年3月1日婆罗门教、种姓制度 26年3月2日佛教创立与传播 26年3月3日印度教的兴起 26年3月4日零语数字符号 第二章 希腊与罗马文化 2年1月希腊的古典文化历史 27年1月1日城邦政治、雅典、斯巴达影片 27年1月2日波西战争 27年1月3日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宗教信仰 2年2月亚历山大东征与希腊化文化历史 27年2月亚历山大东征 27年3月1日融合西腊、西亚、埃及文化 27年3月2日科学研究 2年3月罗马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历史 27年4月1日王阵 27年4月2日共和、我们的海、地中海 27年4月3日帝国、奥古斯都、罗马和平、帝国分裂 27年5月1日文化发展 2年4月基督教的创立与早期发展历史 27年6月基督宗教的创立 27年7月1日迫害 27年7月2日军事坦丁承认基督宗教为合法宗教 27年7月3日迪奥多西定基督宗教为国教 3章中世纪的欧洲及伊斯兰世界 3年1月民族大迁徙与秩序重建历史 28年1月1日西罗马帝国灭亡 28年1月2日日尔曼民族建立王国 28年1月3日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 3年2月西欧的封建社会历史 28年2月1日封建制度 28年2月2日庄园经济 28年2月3日歧视文化 28年2月4日基督宗教信仰 3年3月拜占庭帝国历史 28年4月1日东罗马定都军事坦丁堡 28年4月2日查士丁尼大帝 查士丁尼法典 圣索菲亚大教堂 28年4月3日王于厄图曼图尔齐 28年4月4日基督宗教第一次分裂 28年4月5日保存希腊罗马文化 3年4月伊斯兰世界历史 28年5月1日创立伊斯兰教 28年5月2日欧亚非三州大帝国 28年6月1日阿拉伯人 3年5月东西文化交流 历史28年6月2日土耳其人 28年6月3日蒙古人火药 印刷术传入欧洲 3年6月中世纪后期 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 历史28年3月1日城市兴起 市民阶级、行会、黑死病 28年3月2日大学起源 第四章 近代欧洲的兴起 4年1月文艺复兴历史 29年1月1日意大利半岛 斐冷翠影片 29年1月2日复古、更新、人文主义 29年1月3日文学、艺术、政治思想 4年2月王权的提高历史 29年2月1日英法百年战争 英法民族国家的形成 29年2月2日西蒲奠定 现代国家的基础 4年3月地理大发现 与海外拓植历史 29年3月1日迪亚士、达加玛、戈伦布、迈哲伦 29年3月2日阿兹提克、玛雅、印加 29年3月3日海权时代的来临 黑奴贸易的盛行、每周作物的传播 4年4月宗教改革历史 29年4月1日路德教派 29年4月2日卡尔文教派 29年4月3日英国国教派 29年4月4日耶稣会的改革 第五章 近代欧洲的变革 5年1月科学革命历史 30年1月1日新工具的发明 新方法的使用 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影片 30年1月2日天文学、物理学 5年2月启蒙运动历史 30年2月1日理性原则 30年2月2日洛克天赋人权 福尔泰言论自由 孟德斯揪三权分立 卢梭主权在明 亚当斯密自由放任 5年3月专制王权的兴起 历史 31年1月专制王权兴起 5年4月工业革命历史 30年3月1日英国 30年3月2日欧美 30年3月3日社会问题 30年3月4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 第六章近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6年1月英国议会政治的发展历史 31年2月1日清教徒革命 31年2月2日光荣革命 31年2月3日议会、两党、责任内阁制 6年2月美国独立与建国后的发展历史 31年3月1日波士顿事件、独立战争 31年3月2日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成文宪法 31年3月3日建国后的发展 南北战争 6年3月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崛起 历史 31年4月1日征税问题、三集会议、人权宣言 31年4月2日路易十六、罗伯斯比尔 31年5月1日独裁、称帝、真额失利、滑铁卢失败 31年5月2日拿破仑法典、自由博爱精神的传播 6年4月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政局历史 31年6月1日梅特涅保守主义 31年6月2日7月革命、2月革命 31年6月3日路易拿破仑执政、拿破仑三世地制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章选择与消费 1年1月机会成本 公民25年1月1日选择影片 25年1月2日机会成本 1年2月影响需求的因素 公民25年2月1日商品价格 25年2月2日所得高低 25年2月3日个人偏好 25年2月4日预期心理 25年2月5日时间因素 1年3月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公民 25年3月1日公平交易法 25年3月2日消费者保护法 第二章生产与利润 2年1月生产行为公民 26年1月1日有行产品 26年1月2日无行劳务 26年2月1日自然资源 26年2月2日人力资源 26年2月3日资本 26年2月4日企业财能 2年2月生产者的选择 公民26年4月生产者的选择 2年3月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 公民26年3月1日降低生产成本 26年3月2日增加销货收入 第三章市场与货币 3年1月经济活动循环 公民27年1月1日消费者与生产者影片 27年1月2日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 市场 3年2月市场机能 公民27年2月1日公过于求 27年2月2日公不应求 27年2月3日公须均衡 3年3月经济制度公民 3年4月货币的眼镜与价值公民 27年3月1日货币的眼镜 27年3月2日货币的功能 27年3月3日货币的种类 27年4月1日通货膨胀的意义 27年4月2日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四章分工与贸易 4年1月绝对利益与比较利益 公民27年5月1日绝对利益 影片 27年5月2日比较利益 4年2月国际分工与贸易公民 27年6月1日比较利益下的国际分工 27年6月4日台湾的国际贸易 4年3月国际贸易与外汇 公民27年6月2日汇率变动与国际贸易 27年6月3日贸易顺差逆差的影响 第五章个人与家庭经济 5年1月就业与职业伦理 公民28年1月1日就业与失业的意义 影片 29年1月1日正确的工作官 29年1月2日遵守职业道德 5年2月失业公民28年1月1日 就业与失业的意义 28年1月2日失业率与失业救济 5年3月家庭经济规划公民 28年2月1日开源 28年2月2日截留 5年4月正确的理财观念 公民28年3月1日理财与投资工具 28年3月2日理财与投资风险 第六章 企业责任与绿色经济 6年1月 企业经营的形态与原则 公民26年5月1日 企业经营的形态影片 26年5月2日企业经营的原则 6年2月企业的社会责任 公民29年2月1日回馈社会大众 29年2月2日落实企业伦理 29年2月3日遵守相关法律 6年3月绿色经济与永续发展 公民29年3月1日相关环境议题 29年3月2日绿色经济与永续发展 Top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翰林版 国中社会 九下斜线社会6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九下 社会6 目次 Learn Mode学习吧 知识架构 翰林资源 德里科 第一章 非洲一年1月自然环境地理 26年1月1日非洲区域划分 如北非、东非、等、影片 26年1月2日非洲地形 26年1月3日非洲气候 一年2月农矿业为主的经济地理 26年1月5日非洲经济发展 一年3月族群与文化地理 26年1月4日非洲族群与文化 一年4月困境与展望地理 26年1月6日非洲困境与展望 环境问题、贫穷问题、疾病问题、未来展望 第二章 大洋洲与两极地区 二年1月大洋洲地理 26年2月1日三大群岛影片 26年2月2日澳洲 26年2月3日纽西兰 2年2月2日地区地理 26年3月1日2日 概说、寒墨景观、永昼永夜 26年3月2日北极地区 26年3月3日南极地区 第三章 全球经济议题 3年1月交通革新与全球经济发展 地理 21年1月1日交通革新影片 21年1月2日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发展 跨国企业与国际分工 3年2月全球经济发展 带来的问题 地理 21年2月1日 贫富差距扩大 21年2月2日 跨国劳工移动与问题 21年2月3日 文化扩散与冲突 3年3月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合作 地理 21年3月1日 国际性经济组织 如世界贸易组织 等 21年3月2日 区域性经济组织 如欧洲联盟 等 第四章 全球环境议题 4年1月 气候变迁 地理 22年1月1日 影响气候变迁的因素 如人类活动 等 影片 22年1月2日 气候变迁的影响 如海水面上升 环境灾害 生物气的的改变 4年2月 水资源问题 地理 22年2月1日 水资源不足与争夺 22年2月2日 水资源开发与保护 4年3月 生态系统失衡地理 22年3月 生态系统失衡 4年4月 永续发展地理 22年4月1日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22年4月2日 永续经营与国际公约 历史科 第一章 19世纪的民族主义与文化发展 1年1月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历史 32年1月1日 西蒲的殖民统治影片 32年1月2日 趁拿破仑称霸 欧洲展开独立 32年1月3日 门罗宣言 1年2月 巴尔干半岛的建国运动 历史 32年4月1日 民族与宗教复杂 32年4月2日 巴尔干各国纷纷独立 32年4月3日 欧洲的火药库 1年3月 德国的统一建国历史 32年2月1日 神圣罗马帝国 莱因邦连 日尔曼邦连 32年2月2日 普鲁士的兴起 关税同盟 32年2月3日 威廉仪式 比斯迈 德意志帝国成立 1年4月 意大利的统一建国历史 32年3月1日 马智尼 加富尔 加里波底 32年3月2日 意大利亡国的成立 1年5月 日本的明治维新历史 32年5月1日 幕府时代 武士到精神 32年5月2日 江户幕府 锁国政策 32年5月3日 外利入侵 尊王攘仪 大政奉还 32年5月4日 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1年6月19世纪 文化发展 历史 32年6月1日 浪漫主义 32年6月2日 写实主义 32年6月3日 印象派 第二章 新帝国主义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2年1月 新帝国主义 历史 33年1月1日 工业革命 社会达尔文主义 影片 33年1月2日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2年2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史 33年2月1日 三国同盟 三国协约 33年2月2日 瑟拉耶佛事件 33年2月1日 3月3日 同盟国 协约国 33年3月1日 豪沟战 33年3月2日 俄国退出战场 十月革命 33年3月3日 美国参战 33年3月4日 协约国胜利 2年3月 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 历史 33年4月1日 巨头 十四点原则 33年4月2日 凡尔赛条约 国际联盟 2年4月20世纪初期的文化与社会 历史33年5月20世纪初期的社会文化 第三章战 监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3年1月 亚洲的民族复兴运动 历史34年1月1日 朝鲜 三一运动 34年1月2日 中国 五四运动 34年1月3日 印度 不合作运动 34年1月4日 土耳其 西化运动 三年2月 苏联共产政权的发展历史 34年2月1日 2月革命 十月革命 34年2月2日 列宁 史达林 三年3月 经济大恐慌 历史 34年3月1日 美国孤立主义 关税壁垒 34年3月2日 罗斯福的新政 三年4月 欧洲集权政治的新起 历史 34年4月1日 意大利 法西斯党 34年4月2日 德国 纳粹党 三年5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 34年5月1日 美国孤立主义 因法 姑息 政策 34年5月2日 亚洲战场 鲁沟桥事变 34年5月3日 欧洲战场 德清波兰 34年5月4日 欧亚两战场 河流 珍珠港事变 34年5月5日 亦德日投降 三年6月 联合国的成立 历史 34年6月1日 中美英苏发起 34年6月2日 大会 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军队 经济社会 理事会 34年6月3日 常任理事国 有否决权 第四章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局势 4年1月 冷战时代的形成 历史 35年1月1日 马歇尔计划 围堵政策 35年1月2日 军备竞赛 4年2月 区域危机 与冲突 历史 35年2月1日 柏林危机 35年2月2日 古巴危机 35年2月3日 寒战 35年2月4日 越战 35年2月5日 以阿冲突 4年3月 新兴国家 与第三世界 历史 35年3月1日 亚非国家的兴起 35年3月2日 亚、非、拉丁 美洲国家 第三世界 4年4月 欧洲 共产政权的崩溃 历史 35年4月1日 戈巴契夫的改革 35年4月2日 东欧非共化 35年4月3日 柏林危墙拆除 两德统一 35年4月4日 苏联瓦解 独立国家 国协成立 35年4月5日 后冷战时期的冲突 南斯拉夫危机 4年5月 区域统合的进展 历史 35年5月1日 欧洲 欧盟 35年5月2日 亚洲 东南亚国协 APEC 35年5月3日 NAFTA 4年6月 全球化的时代 历史 35年6月1日 大众文化的流行 35年6月2日 全球化的趋势 35年6月3日 多元文化的病例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张 全球化下的多元文化 1年1月 全球化的意义 公民影片 1年2月 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 公民 30年1月1日 文化交流模式 30年1月2日 文化交流原则 30年1月3日 本土文化变迁 30年1月4日 外来文化的影响 30年2月1日 对个人的冲击 30年2月2日 对社会的冲击 1年3月 多元文化的精神 公民 30年3月1日 肯定自我文化 30年3月2日 尊重不同文化 30年3月3日 扩展国际视野 第二张 科技发展 2年1月 资讯科技的发展 公民 24年4月2日 妨害电脑使用责任影片 24年4月3日 网络的言论自由 2年2月 传播媒体的发展 公民 31年1月1日 传播科技的类型 31年1月2日 传播科技的功能 31年1月3日 传播科技的冲击 31年1月4日 乐听人对于 传播媒体的认知 2年3月 生物科技的发展 公民 31年3月1日 生物科技 31年3月2日 科技发展的方向 2年4月 智慧财产权的保障 公民 24年4月1日 违反著作权法 31年2月1日 智慧财产权的意义 31年2月2日 相关法律规范 第三章 国际社会中的互动 3年1月 现代国际社会中的互动 公民 32年1月1日 国际合作影片 32年1月2日 国际援助 32年1月3日 国际交流 32年1月4日 国际冲突 3年2月 认识国际组织 公民 32年2月1日 全球性国际组织 32年2月2日 区域性国际组织 32年2月3日 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3年3月 国际组织的贡献 公民 32年3月1日 化解国际社会冲突 32年3月2日 保障国际社会安全 32年3月3日 促进国际社会发展 3年4月 台湾与世界接轨公民 32年4月1日 我国的国际地位 32年4月2日 我国参与的国际组织 32年4月3日 国民外交 第四章 建立和谐的世界 4年1月 全球面临的问题 与行动公民 33年1月1日 环境问题 影片 33年1月2日 贫富差距问题 33年1月3日 疾病问题 33年1月4日 国际犯罪 33年1月5日 恐怖活动 33年2月1日 缩短贫富差距 33年2月2日 疾病预防 33年2月3日 追求安定与和平 33年2月4日 环境生态的维护 4年2月 世界公民的责任 公民 30年3月3日 扩展国际事业 32年4月3日 国民外交 33年3月 世界公民 大学公民的责任 RM 返回 业手 斜线返回 版本对照 总表 RM 康宣版 国中社会 七上 斜线社会 与知识架构 对应版本 七上 社会 1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 把知识架构 的理科 第一课位置与范围 1年1月 位置地理 1年2月地表的坐标系统地理 1年1月2日 经纬度与时区 气候带 1年3月 经纬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地理 1年1月2日 经纬度与时区 气候带 1年4月认识地图地理 1年2月1日地图种类 1年2月2日地图要素 1年2月3日地图判读 1年5月 台湾的位置与行政区地理 1年1月1日 台湾的相对与绝对位置 1年1月3日 台湾的地理位置 含范围 行政区 1年1月4日领海 经济海域 第二刻地形 2年1月地形的作用力地理 2年1月1日内盈利 板块运动 火山活动 2年1月2日外盈利 侵蚀与堆积作用 2年2月地形的种类地理 2年3月地形的表示方法地理 2年3月1日等高线地形图 2年3月2日地形剖面图 2年3月3日分层设色图 2年3月4日卫星影像与航空照片 2年4月认识台湾的地形地理 2年2月1日台湾的地形类型 2年2月2日台湾的地形分布 2年2月3日台湾的地形特征 如山多平原少等 第三刻海岸与岛屿 3年1月海岸的类型地理 2年4月1日海岸的种类 3年2月台湾的海岸地理 2年4月2日台湾的海岸特征 3年3月台湾的离岛地理 2年5月1日岛屿的类型与成因 2年5月2日台湾的岛屿分布与特征 第四刻天气与气候 4年1月天气地理 3年1月1日天气的要素 3年1月2日天气预报 气温、降水、地面天气图等 4年2月气候地理 3年2月1日气候与天气的不同 4年3月台湾的气候特色地理 3年2月2日影响台湾气候的因素 如维度等 3年2月3日台湾的气候特征 4年4月台湾的气象灾害地理 3年1月3日台湾的天气与气象灾害 第五刻水文 5年1月水循环与水资源地理 4年1月1日水循环的定义 5年2月河川地理 4年1月2日水系及水区 流域及分水岭的定义 5年3月台湾的河川地理 4年1月3日台湾的河川特征 4年1月4日台湾的河川分布 5年4月台湾水资源开发与保育地理 4年2月1日台湾水资源的分布与利用 4年2月2日台湾水资源的问题与对策 第六刻生态特征与环境问题 6年1月台湾生态环境的特征地理 5年1月1日台湾自然环境的多样性 5年1月2日台湾的生态系统与问题 6年2月环境问题 地理5年1月2日台湾的生态系统与问题 5年2月1日台湾的环境灾害 如地震、水灾等与问题 如重金属污染、水污染等 6年3月环境保育地理5年2月2日台湾的环境保护策略 如设立国家公园 历史科 第一刻史前文化与原著民族 1年1月史前文化历史 2年1月1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 就石器时代 2年1月2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 新石器时代 2年1月3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 金属汽时代 1年2月原著民族的族群与社会组织 历史2年2月1日族群与社会组织 1年3月原著民的经济与宗教历史 2年2月2日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 第二刻国际进逐下的台湾 2年1月海商在台 鹏的活动历史3年1月明末 以前汉人海商集团 2年2月荷兰 西班牙的势力竞逐 历史3年2月1日葡萄牙 澳门 3年2月1日西班牙 菲律宾马尼拉 3年2月3日荷兰 印尼巴达维亚 3年3月1日建成与宗教传播 3年4月1日建成与天主教传播 3年4月2日贸易 2年3月荷兰治理下的台湾历史3年3月2日对原著名的统治 3年3月3日对汉人的征税 3年3月4日唾肯于贸易 第三克正式时期的经营 3年1月正式政权的兴衰 历史4年1月正式政权的兴衰 3年2月政教建设 历史4年2月1日建立行政体系 4年2月2日发展文教 3年3月土地拓肯历史 4年3月推动拓肯事业 3年4月对外贸易历史 4年4月发展对外贸易 第四克清领前期的政经发展 4年1月初期的治台政策历史 5年1月1日气流争议 5年1月2日渡台禁令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5年1月3日化界封山 4年2月行政区化演变历史 5年1月4日行政区划分 4年3月土地拓肯与水利设施历史 5年2月1日拓肯方式 5年2月2日四大水准 4年4月经济发展历史 5年3月1日农业 5年3月2日商业贸易 第五克清领前期的社会发展 5年1月移民社会历史 6年1月1日渡台杯歌 6年1月2日同乡群居 5年2月泄斗与民变历史 6年2月1日分类泄斗 6年2月2日三大民变 5年3月宗教信仰与宗族组织 历史6年3月1日宗教信仰 6年3月2日宗族组织 5年4月文教发展历史 6年4月1日教育机构 6年4月2日文治社会 第六克清领后期的建设 与变迁 6年1月开港后的经济变迁 历史7年1月1日英法联军与开港 7年1月2日三大出口商品 茶、糖、张脑 6年2月西方文化的传入历史 7年2月再传入西方文化 6年3月牡丹社事件 历史7年3月1日牡丹社事件 与日军返台 6年4月宗宝珍与丁日昌的建设 历史7年3月2日宗宝珍的建设 7年3月3日丁日昌的建设 6年5月中法战争与刘明传历史 7年4月1日中法战争与台湾建设 7年4月2日流明传的建设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课成长的喜悦 1年1月自我的成长 公民1年1月认识自己 1年2月个人需求的满足 公民1年2月1日 马斯洛个人需求5个层次的优先顺序 1年3月对生命应有的态度 公民1年3月欣赏生命体验人生 第二课和谐的性别关系 2年1月性别与性别角色 公民2年3月1日性别角色的形成与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体的关系 2年2月促进性别平等公民 2年3月2日促进和谐的性别关系的方法 2年3月防治性骚扰与性侵害公民 第三课我们都是一家人 3年1月家庭组成公民 3年1月1日家庭的定义 3年1月2日配偶、血清、婴清 3年2月家庭的基本形态与变迁 公民3年2月1日小家庭 3年2月2日折中家庭 3年2月3日大家庭 3年2月4日社会变迁下的其他家庭形态 3年3月家庭的功能与转变公民 3年3月1日生育 保护与照顾 3年3月2日教育与经济 3年3月3日家庭功能随着社会变迁所受到的影响 第四课家庭协奏区 4年1月家庭的亲密关系与冲突 公民4年1月1日夫妻关系 4年1月2日亲子关系 4年1月3日手足关系 4年2月1日家务分工的冲突 4年2月2日经济的冲突 4年2月3日价值观与生活习惯的冲突 4年2月4日家庭冲突沟通的方法 4年2月现代家庭所面临的新挑战 公民4年3月1日少子化问题 4年3月2日老人照顾安养问题 4年3月3日离婚问题 4年3月4日家庭暴力问题 4年3月5日家庭功能的变迁 4年3月建立平全的家庭公民 第五课学校生活5年1月 适性发展与多元学习公民 5年1月良好的学习态度 5年2月有效的学习方法 11年4月2日终身学习 5年2月学校中的人际关系 公民2年4月1日同侪关系与师生关系 2年4月2日建立友善校园 没有校园霸凌 5年3月和谐的校园生活 5年3月学校规范与学生自治公民 5年4月1日学生自治的定义 5年4月2日学生自治的原则 5年4月3日学生自治的范围 5年4月5日开班会的会议规范 第六课社区生活6年1月社区的意义 公民6年1月社区 6年2月社区的形态 公民6年2月社区的类型 6年3月社区参与及社区组织公民 6年3月1日社区参与 6年3月2日社区组织的类型 6年4月社区总体营造公民 6年4月1日社区总体营造 6年4月2日社区发展与经费来源 TOP返回业手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康轩版国中社会 7下斜线社会2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7下社会2 目次 Learn Mode学习把知识架构 德理科 第一课台湾的人口 1年1月人口成长 地理6年1月1日台湾的人口成长 1年2月人口迁移 地理6年1月2日台湾的人口迁移 1年3月人口分布 地理6年1月3日台湾的人口分布与人口密度 1年4月人口组成 地理6年1月4日台湾的人口组成 1年5月台湾的人口议题 地理6年2月1日台湾的人口问题 人口不均、少子化与高龄化、新移民 6年2月2日台湾的人口问题对策 第二课台湾的产业 1、2年1月产业的分类与结构 地理7年1月1日产业的分类 7年1月2日台湾产业结构的变迁 2年2月台湾的农业地理7年2月1日农业 7年3月1日转型的原因 7年3月2日转型的方向 如精致农业、等 2年3月台湾的渔业、畜牧业与林业 地理7年2月2日渔业 7年2月3日林业 7年2月4日畜牧业 第三课台湾的产业 2、3年1月工业类型与工业区位 地理8年1月1日工业的类型 8年1月2日工业区位的条件 3年2月台湾的工业发展与分布地理8年1月3日台湾工业发展 3年3月服务业地理8年2月1日服务业的种类 如商业活动、等 8年2月2日台湾的商业活动发展 8年3月1日台湾的国际贸易概况 8年3月2日台湾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与展望 第四课台湾的聚落与交通 4年1月乡村与都市地理9年1月1日聚落的行程与类型 乡村与都市 9年1月2日台湾的城乡关系 4年2月台湾的都市化与都会区地理9年1月3日台湾的都市化程度 9年1月4日台湾的都会区发展 4年3月台湾的交通地理9年2月1日交通的类型 9年2月2日台湾的水运、如河运、海运 9年2月3日台湾的陆运 9年2月4日台湾的空运 第五课台湾的区域特色 5年1月北部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地理10年1月台湾区域的划分 10年2月1日北部区域 5年2月中部区域 三级产业齐头并进地理10年2月2日中部区域 5年3月南部区域、农工业并种地理10年2月3日南部区域 5年4月东部区域、山明水秀与多元文化地理10年2月4日东部区域 5年5月金马地区、占地色彩浓厚地理10年2月5日金门 马祖地区 第六课台湾区域发展的差异 6年1月区域间的差异 第10年3月1日区域间的差异 如人口分布、产业发展、差异扩大的原因、等 6年2月均衡区域发展的对策 第10年3月2日区域平衡的对策 历史科 第一课日治时期的政治发展 1年1月台湾的歌让与武装抗日历史 8年1月1日甲午战争 8年1月2日台湾民主国的抗日 8年2月1日汉人抗日 8年2月2日原住民抗日 1年2月殖民体制的建立历史 8年3月总督专制体制 8年5月1日典型的警察政治 8年5月2日保甲与壮丁团 1年3月治台政策的演变历史 8年4月1日建进主义 8年4月2日内地延长 8年4月3日黄明化 第二课日治时期的经济发展 2年1月基础建设历史 9年1月1日土地与林野调查 9年1月2日人口普查 9年1月3日货币与度量衡 9年1月4日交通 2年2月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历史 9年2月1日稻米改良 新市唐业 9年2月2日嘉南大寸 八田雨衣 2年3月工业台湾农业南洋历史 9年3月1日南境政策 9年3月2日发展军需工业 日月潭水利发电所 第三课日治时期的社会与文化 3年1月差别待遇的殖民教育 历史10年1月1日初等教育 工学校、小学校 10年1月2日中等教育 实用 10年1月3日高等教育 3年2月殖民政策下的以封易俗历史 10年2月1日渐进鸦片 10年2月2日放足断法 10年2月3日现代卫生 10年2月4日守法 守时 3年3月政治社会运动历史 10年3月1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10年3月2日台湾文化协会 10年3月3日台湾民众党 10年3月4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第四客栈后台湾的政治变迁 14年1月政权转移历史 11年1月1日台湾光复 4年2月228事件 历史11年1月2日228事件 4年3月戒严体制的建立历史 11年2月1日动员 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11年2月2日戒严令 4年4月民主化的历程 历史 11年3月1日党外与美丽岛事件 11年3月2日解除戒严 第五客栈后台湾的外交与两岸关系 第五年1月战后的外交 12年1月1日巩固外交 12年1月2日弹性外交 12年1月3日务时外交 5年2月两岸关系的转变历史 12年2月1日武力对抗 12年2月2日政治对质 12年2月3日两岸交流 第六客栈后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6年1月经济发展历史 13年1月1日土地改革 13年1月2日进口替代 6年2月工业化的发展历史 13年1月3日出口导向 13年1月4日十大建设 13年1月5日高科技产业 13年1月6日自由化 国际化 6年3月文化发展 历史13年2月1日多元文化 6年4月教育发展 历史13年2月2日 义务教育与教育改革 6年5月社会变迁 历史13年3月重要的社会变迁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刻个人与社会 1年1月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公民 7年1月1日角色的定义与影响因素 7年1月2日角色冲突 1年2月社会化的途径 公民7年2月1日家庭 7年2月2日学校 7年2月3日同侪团体 7年2月4日传播媒体 1年3月社会互动公民 7年3月1日合作 7年3月2日竞争 7年3月3日冲突 7年3月4日其他社会互动的方式 1年4月现代公民应有的素养 公民7年4月1日尊重与理性 7年4月2日功德与公益 7年4月3日守法与正义 7年4月4日参与公众事务 第二课社会中的团体 2年1月个人与团体 公民8年1月1日团体的定义 2年2月人民结社的权力 公民8年1月2日团体的组成原因 8年1月3日团体的相关法律 2年3月多元发展的民间团体 公民8年2月1日团体的种类 8年2月2日团体的功能取向 8年3月社会中的志愿团体 第三课社会规范 3年1月社会规范的意义与种类 公民9年1月1日社会规范的意义与重要性 9年2月1日风俗习惯 9年2月2日伦理道德 9年2月3日宗教信仰 9年2月4日法律 3年2月社会规范的比较 公民9年1月2日法律 与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强或弱 3年3月建立和谐的社会 公民9年3月建立和谐的社会 第四课社会中的文化 4年1月文化的意义与内含 公民10年1月文化的意义及特征 10年2月1日气务层次 10年2月2日制度层次 10年2月3日理念层次 4年2月文化的特性 公民10年1月文化的意义及特征 4年3月营造多元文化的社会 公民10年3月1日次文化的定义 10年3月2日次文化的种类 10年4月文化传承与创新 第五课社会变迁 5年1月社会变迁的意义与内含 公民11年1月1日社会变迁的意义 11年1月2日促成社会变迁的因素 11年1月3日社会变迁的三层次 11年4月2日终身学习 5年2月社会变迁的影响公民 11年2月1日价值观念的混淆 11年2月2日个人适应不良 11年2月3日弱势族群权益被忽略 5年3月我国的社会问题 公民11年3月1日家庭问题 11年3月2日犯罪问题 11年3月3日都市化衍生的问题 11年3月4日其他问题 5年4月如何因应社会变迁公民 11年4月1日资讯社会的特征 11年4月2日终身学习 第六课社会福利 6年1月社会福利的意义与发展 公民12年1月社会福利的观念 6年2月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 公民12年2月1日社会保险 12年2月2日社会救助 12年2月3日就业安全 12年2月4日福利服务 12年2月5日社会住宅 12年2月6日健康与医疗照顾 6年3月共购福利社会公民 12年3月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康宣版国中社会 8上斜线社会3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8上社会3 目次 Learn mode学习把知识架构 德里科 第一课将域与区域划分 1年1月中国的地理位置 地理11年1月中国的位置 1年2月中国的面积地理 1年3月中国的区域划分 地理11年2月1日区域划分的意义 11年2月2日行政区的划分 如省、自治区 11年2月3日地理区的划分 如地形区 经济代 第二课地形2年1月中国的地形特征 地理12年2月中国的地形特征 2年2月中国的主要地形地理 12年1月中国的地形分布 2年3月地形与生活地理 12年3月1日地形与人口分布 12年3月2日地形与产业发展 12年3月3日地形与交通建设 第三课气候与水文 三年1月中国的气候特征与影响因素 地理13年1月1日夏季普遍高温 13年1月2日冬季南北温差大 13年1月3日降雨季节分布布均 13年1月4日降雨空间分布布均 3年2月中国的气候分区地理 13年2月1日季风气候 13年2月2日干燥气候 13年2月3日高地气候 3年3月3日河川雨湖泊地理 13年3月1日气候雨河流 如内流和内流区等 13年3月2日气候雨湖泊 如淡水湖等 3年4月气候雨生活地理 13年4月1日气候雨农业 如南到北脉 13年4月2日气候雨建筑 如赶蓝室建筑 13年4月3日气候雨交通 如南传北马 13年4月4日气候雨灾害 如沙尘暴 第四克人口4年1月 中国人口分布与影响原因 地理14年1月1日 人口数及人口成长 14年1月2日 人口组成 14年2月1日分布特征 如东部多于西部 14年2月2日影响分布的因素 如地形等 14年2月3日 民族分布的特色 4年2月 中国的人口问题与对策地理 14年3月1日 人口数量太多 14年3月2日 人口结构 有失衡 如性别笔等 14年3月3日 城乡人口差异 第五克产业活动 5年1月 农牧分布地理 15年1月1日 传统农业 15年1月2日 传统牧业 15年1月3日 农牧业的转型 5年2月 工商业发展 地理 15年2月1日 工业发展 如工业类别 等 15年3月1日 东部经济代 15年3月2日 中部经济代 15年3月3日 西部经济代 5年3月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地理 15年2月2日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如世界工厂 第六克资源问题 与环境保育对策 6年1月 土地资源问题 地理 16年1月 土地资源与环境保育 6年2月 水资源问题 地理 16年2月 水资源与环境保育 6年3月 环境保育对策 地理 16年3月 森林资源与环境保育 历史科 第一克 远古道三代 一年1月 中国的史前文明 历史 14年1月1日 旧石器时代 14年1月2日 新石器时代 14年2月1日 三皇五帝 1年2月 远古传说与下代 建立历史 14年2月2日 下代国家出现 1年3月 商 文明的月 进历史 14年3月1日 经济 14年3月2日 文字 14年3月3日 公义 14年3月4日 宗教 1年4月 西周 封建的确立历史 14年4月1日 政治 14年4月2日 社会 14年4月3日 经济 1年5月 东周 变动的时代 历史 14年5月1日 春秋 五霸占 国七雄 14年5月2日 贵族 没落 与平民崛起 14年5月3日 农工商业 发达 14年5月4日 朱子 百家 争鸣 第二刻秦汉帝国的新亡 二年1月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衰亡 历史15年1月1日 郡县设置 15年1月2日 思想控制 15年1月3日 文物制度的统一 15年1月4日 修筑 迟道 长城 15年1月5日 秦二世王国 二年2月 两汉的盛衰 历史15年2月1日 楚汉相争 15年2月2日 汉高祖 15年2月3日 汉武帝 15年2月4日 西汉末 外戚专权 15年3月1日 王莽改制 15年3月2日 新莽列王 15年4月1日 光武中兴 15年4月2日 外戚宦官乱阵 15年4月3日 黄金之乱 二年3月 秦汉的对外关系历史 15年5月1日 驻长城 15年5月2日 罚匈奴 15年6月1日 和清政策 15年6月2日 武力攻伐 15年6月3日 张迁通西语 15年6月4日 班超经营西语 15年7月1日 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 佛教传入 二年4月 两汉的文化成就历史 15年7月2日 史学 史记 司马迁 汉书 汉书 班古 15年7月3日 科技 魂天仪与地动仪 张恒 15年7月4日 医学 张基 华陀 第三课 魏晋南北朝的分合 三年1月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发展 历史16年1月1日 赤壁之战 16年1月2日 魏蜀无建国 16年2月1日 巴王之乱 16年2月2日 永家之祸 16年2月3日 五胡乱华 16年3月1日 五胡16国与东晋的对质 16年3月2日 南北朝对质 三年2月 民族融合与经济开发历史 16年6月1日 北魏校文帝汉化政策 16年6月2日 六朝发展 三年3月 氏族社会的发展历史 16年4月1日 经学世家 氏族形成 16年4月2日 九品观人法 16年4月3日 门地社会的发展 三年4月 清坦与玄学的 盛行历史 16年5月1日 清坦与玄学 三年5月 佛道的 盛行历史 16年5月2日 佛教与石窟 艺术的发展 16年5月3日 道教的发展 第四 克随唐五代的 盛衰 四年1月 随代的新亡历史 17年1月1日 迎建新兜 房市分离 17年1月2日 开凿运河 4年2月 唐代 盛衰 与五代 十国历史 17年2月1日 玄武门之变 17年2月2日 征官之治 17年2月3日 午后代堂 17年2月4日 开元之治 17年3月1日 安石之乱 17年3月2日 宦官乱阵 17年3月3日 牛里党争 17年3月4日 翻证歌剧 17年3月5日 皇朝之乱 18年1月1日 五代时国 4年3月 随唐的经济 与社会文化历史 17年1月3日 实施科举 17年6月 文化成就 4年4月 随唐文化的传播历史 17年4月1日 湖汉融合 兼融并序 17年4月2日 外来宗教的传入 17年4月3日 佛教中国化 17年5月1日 新罗 君子国 17年5月2日 日本 大化革新 17年5月3日 土藩 文成公主 与唐文化的传入 17年5月4日 达罗斯之义 与造纸树西传 第五克 宋辽金元的竞争 与融合 5年1月 北宋的内政与外交 历史18年1月2日 陈桥兵变 18年1月3日 强干若知 众文清武 18年2月1日 辽的建国 18年2月2日 禅渊之盟 18年3月 西夏兴起 18年4月 王安石变法 5年2月 宋经真战 与南宋 偏安历史 18年5月1日 经的建国 18年5月2日 连经灭辽 18年5月3日 静康之祸 18年6月 南宋偏安 5年3月 元帝国的新亡历史 18年7月1日 蒙古建国 18年7月2日 蒙古西征 18年8月1日 灭南宋 统一中国 18年8月2日 种族歧视政策 18年8月3日 元代的衰亡 5年4月 宋元经济与社会历史 18年12月1日 农业 战成早熟到 18年12月2日 商业 5年5月 宋元的学术与文化历史 18年9月 科举制度发展 18年10月1日 理学的兴起 18年10月2日 四书集注成为 科举定本 18年11月1日 文学 史学 书画 18年11月2日 科技 第六 克明代与盛青的发展 六年1月明代的政治发展历史 19年1月1日 明朝的建立 19年1月2日 集权政治 19年1月3日 进南之变 19年2月1日 内政 重用宦官 修长城 迁都北京 修运河 19年2月2日 对外 伐蒙古 镇河下西洋 19年3月1日 张居镇的改革 19年3月2日 东陵党争 19年3月3日 蒙古的侵扰 满清的进犯 倭寇的骚扰 19年3月4日 流寇的形成 与民的灭亡 6年2月 清的建立与盛世 历史 19年4月 清朝的建立 19年5月 统治策略 19年6月 康庸干盛世 6年3月 科举与社会 历史 19年7月1日 八股取势 19年7月2日 市申特权 6年4月 经济的繁荣历史 19年9月1日 引进外来作物 19年9月2日 专业市政的兴起 19年9月3日 商邦的出现 19年9月4日 朝贡贸易 19年9月5日 白银取代纸币 6年5月 文化的发展历史 19年8月1日 宋元 画本 明清小说 19年8月2日 天宫开悟 本草纲目 19年10月1日 传教士 与西学的传入 19年10月2日 中国文物 西传 19年10月3日 敬交与闭关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课 现代国家与民主 政治 一年一月 国家的组成 公民 13年1月1日 人民 13年1月2日 领土 13年1月3日 政府 13年1月4日 主权 一年2月 国家的类型 公民 13年3月1日 国体的意义 13年3月2日 政体的意义 13年3月3日 国家的类型 一年3月 国家成立的目的 公民 13年2月1日 安全 13年2月2日 秩序 13年2月3日 自由 13年2月4日 正义 13年2月5日 经济 13年2月6日 文化 13年2月7日 福利 一年4月 民主政治的特色 公民 13年4月1日 民意政治 13年4月2日 责任政治 13年4月3日 法治政治 13年4月4日 政党政治 13年5月 民主政治的价值 第二课 中央政府 二年1月 民主国家建构 政府的原则 权力 分立公民 14年1月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 14年2月1日 三权分立 14年2月2日 五权分立 二年2月 我国中央政府的组织 与职权公民 14年3月1日 总统 14年3月2日 行政院 14年3月3日 立法院 14年3月4日 司法院 14年3月5日 考试院 14年3月6日 监察院 二年3月 我国中央政府 各院间的互动 公民 14年4月 中央政府的 奋权制衡 第三课 地方政府 三年1月 地方政府 与地方自治 公民 15年1月1日 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 的奋权方式 15年1月2日 地方政府的 工作项目 三年2月 地方政府的 组成 公民 15年2月1日 地方自治的 意义 15年2月2日 地方自治的 重要性 15年2月3日 地方政府的 组成 三年3月 地方建设的 裁员 公民 15年3月1日 地方税收 15年3月2日 中央 补助 15年3月3日 自行 筹措 15年4月 我国地方 自治的 展望 第四课 政府的 经济 职能 四年1月 政府的 裁员 公民 16年2月2日 政府的 收入 16年2月3日 租税 或收费 的原则 16年2月4日 租税 的 种类 4年2月 为人民服务的 政府公民 16年1月1日 提供公共财 16年1月2日 处理外部效果 16年1月3日 维持公平交易 16年1月4日 保障私有财产 16年1月5日 改善所得分配 16年2月1日 政府的支出 4年3月 政府经济 职能的 展望 公民 16年3月1日 体制内 监督 立法 审计 16年3月2日 体制外 监督 媒体 人民 第五课 政党 与利益团体 五年1月 政党的 意义 与功能 公民 17年1月 政党的 意义 和功能 五年2月 政党 政治的 运作 原则 公民 17年3月1日 依法 阻挡 公平 竞争 17年3月2日 国家 人民 利益 优先 17年3月3日 尊重 包容 不同 政党 五年3月 政党 制度 的 形态 公民 17年2月1日 一党 专政 17年2月2日 一党 独大 17年2月3日 两党制 17年2月4日 多党制 5年4月 政党 轮替公民 18年2月4日 政权 和平 转移 5年5月 利益团体 公民 17年4月1日 利益团体 的 意义 17年4月2日 组成 利益团体 的 目的 17年4月3日 利益团体 的活动 方式 17年4月4日 利益团体 与政党 的比较 第六课 政治参与 和选举 6年1月 政治参与 公民 18年1月1日 政治参与 的意义 18年1月2日 政治参与 的 方式 6年2月 选举的 意义 功能 公民 18年2月1日 人民选出 适合的 公职人员 18年2月2日 政党 推荐人才 以取得 执政权 18年2月3日 政府 可以落实 责任政治 18年2月4日 政权 和平 转移 6年3月 选举的 原则 与 过程 公民 18年3月1日 公职人员的 类型 18年3月2日 被选举人的 资格 规定 18年3月3日 选举人的 资格 规定 18年3月4日 选举的 原则 18年3月5日 选举的 过程 6年4月 我国的选举 与 公民投票 公民 18年4月1日 选民的 民主素养 18年4月2日 候选人的 民主素养 TOP 返回 业首 斜线返回 版本 对照 总表 康轩版 国中社会 八下斜线 社会4 知识架构 对应版本 八下 社会4 木次 Learn mode 学习吧 知识架构 德里科 第一课南部区域 中国区域地理 1年1月南部区域概述地理17年1月1日中国南部的位置与范围 1年2月南部区域分数华南地理17年1月2日中国南部的地形 17年1月3日中国南部的气候 17年2月1日中国南部的传统的产业如农业 17年2月2日中国南部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 17年3月2日广州 17年3月4日香港 1年3月南部区域分数华中地理17年1月3日中国南部的气候 17年2月1日中国南部的传统的产业如农业 17年2月2日中国南部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 17年3月1日上海 17年3月3日重庆 17年4月1日维湖造田 17年4月2日三峡大坝 第二克北部区域 中国区域地理 2年1月北部区域概述地理18年1月1日中国北部的位置与范围 2年2月北部区域分数 华北地理18年1月2日中国北部的地形 18年1月3日中国北部的气候 18年2月1日中国北部的传统产业如农、矿、工业 18年2月2日中国北部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 18年3月1日北京 18年3月2日天津 18年3月3日西安 18年4月1日黄河、断流、水患、等 18年4月2日沙城堡 18年4月3日水土流失 2年3月北部区域分数 东北地理18年1月2日中国北部的地形 18年1月3日中国北部的气候 18年2月1日中国北部的传统产业如农、矿、工业 18年2月2日中国北部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 18年3月4日哈尔滨 第三克西部区域 中国区域地理 三年1月西部区域概述地理 三年2月西部区域分数 蒙新地区地理19年1月1日内蒙古 19年1月2日河西走廊 19年1月3日新疆 19年3月1日荒漠化 三年3月西部区域分数 青藏地区地理 19年2月1日 蒙北高原 19年2月2日 蒙南纵谷 19年2月3日 柴达木盆地 19年2月4日 青海湖盆地 19年3月2日 动图 三年4月西部开发计划地理 第一课世界地理概述 世界地理一 一年1月全球海陆分布地理 20年1月1日海陆分布 20年1月2日三大阳 七大洲 一年2月地形地理 20年2月1日地形作用力 20年2月2日地形分布 一年3月气候地理 20年3月1日 热带地区气候类型及其分布 如热带雨林气候 等 20年3月2日 温带地区气候类型及其分布 如温带海洋性气候 等 20年3月3日 寒带地区气候类型及其分布 如基地气候 等 20年3月4日 主要气候图判读 一年4月人口地理 20年4月1日 人口成长 20年4月2日 人口分布与密度 一年5月 文化地理 20年5月1日 主要宗教分布 20年5月2日 建筑形态 第二克亚洲概述与东北亚 世界地理一 2年1月 亚洲概述地理 23年1月1日 亚洲区域划分 如东北亚 东南亚 等 23年1月2日 亚洲地形 23年1月3日 亚洲气候 2年2月2日 东北亚 南韩 北韩地理 23年2月1日 东北亚位置与范围 23年2月2日 东北亚地形 23年2月3日 东北亚气候 23年2月4日 东北亚文化特色 23年2月5日 东北亚经济发展 23年2月6日 东北亚主要都市 2年3月 东北亚 日本地理 23年2月1日 东北亚位置与范围 23年2月2日 东北亚地形 23年2月3日 东北亚气候 23年2月4日 东北亚文化特色 23年2月5日 东北亚经济发展 23年2月6日 东北亚主要都市 第三克 东南亚与南亚 世界地理 1、3年1月 东南亚地理 23年3月1日 东南亚位置与范围 23年3月2日 东南亚地形 23年3月3日 东南亚气候 23年3月4日 东南亚文化特色 23年3月5日 东南亚经济发展 23年3月6日 东南亚主要都市 3年2月 南亚地理 23年4月1日 南亚位置与范围 23年4月2日 南亚地形 23年4月3日 南亚气候 23年4月4日 南亚文化特色 23年4月5日 南亚人口 人口压力 族群议题 23年4月6日 南亚经济发展 23年4月7日 南亚环境议题 历史科 第一刻晚清的变局 1年1月 中西贸易限制历史 20年1月1日 异口通商与公行贸易 20年1月2日 英史来华交涉未果 1年2月 鸦片战争 历史 20年2月1日 林泽徐静燕 与英起战争 20年2月2日 南京条约 20年2月3日 租借 协定关税 领事裁判权 片面罪会国待遇 1年3月 英法联军历史 20年3月1日 亚罗传事件 广西西陵教案 20年3月2日 两次英法联军 1年4月 俄国侵略历史 20年4月1日 中俄爱魂条约 东北领土丧失 20年4月2日 中俄北京条约 西北领土丧失 1年5月 太平天国历史 20年5月1日 红秀全与拜上帝会 20年5月2日 太平天国制度 20年5月3日 诸王内讧 乡军平乱 20年5月4日 汉人官员受重视 第二克改革运动的展开 2年1月 自强运动历史 21年1月1日 太平天国之乱 与英法联军战败 21年1月2日 外交 军事 新式教育 民生经济 2年2月 列强 清逼历史 21年1月3日 藩属丧失 日并琉球 法取越南 英并缅甸 21年2月1日 朝鲜 东学党之乱 21年2月2日 平壤之义 黄海海战 21年2月3日 马关条约 2年3月 瓜分风潮与门户开放历史 21年3月1日 三国干涉海辽 中俄密约 21年3月2日 租借港关 划分势力范围 21年3月3日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2年4月 务须变法历史 21年4月1日 甲午战败 光绪变法违新 21年4月2日 提倡工商业 废除八股文 精简政府机构 涉经师大学堂 21年4月3日 务须政变 变法失败 第三课 从改革到革命 三年1月 一和团与八国联军 历史 22年1月 一和团 22年1月1日 慈禧宣战 联军入侵 22年1月2日 东南互保 22年1月3日 薪酬合约 赔款 拆炮台 驻兵北京 三年2月 庚子后 新政与立宪运动 历史 22年3月 庚子后 新政 22年4月1日 日俄战争 22年4月2日 预备立宪 皇族内阁 三年3月 革命运动 与民国 成立历史 22年5月1日 新众会 同盟会 22年5月2日 广州 黄花岗之义 22年6月1日 铁路国有 保禄运动 22年6月2日 辛亥革命 22年6月3日 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 成立 第四 克明初的 政治与文化 四年1月 袁世凯与 红县帝 治历史 23年1月1日 颁布 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 23年1月2日 袁世凯就任 临时大总统 23年1月3日 二次革命 23年1月4日 袁世凯就任 正式大总统 23年2日 2月1日 二十一条 要求与五九国持 23年2月2日 筹安会 鼓吹地制 23年2月3日 护国军 桃园 各省响应 4年2月 军阀 统治历史 23年3月1日 军阀 依附列强 扩张武力 23年3月2日 北洋军阀 晚系 直系 奉系 二十三年4月1日 段祺瑞 毁气 临时约法 二十三年4月2日 护法运动 二十三年4月3日 广州军政府 四年3月 社会 变迁历史 二十三年5月1日 新知识分子的崛起 二十三年5月2日 妇女地位的提升 二十三年5月3日 社会风俗的转变 二十三年5月4日 工商业的发展 四年4月 新文化运动历史 二十三年6月1日 提倡白话文 二十三年6月2日 思想解放 民主与科学 四年5月5日 运动历史 二十三年7月1日 山东问题 二十三年7月2日 北京学生罢课 工人罢工 商人罢市 二十三年7月3日 中国聚签队得合约 第五课 从北伐道抗战 五年1月 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历史 二十四年1月1日 联俄融共 二十四年1月2日 黄埔建军 二十四年1月3日 国民政府成立 二十四年1月4日 讨伐吴佩福 孙传芳 张作霖 二十四年1月5日 宁汉分裂 济南事件 二十四年1月6日 东北归顺 五年2月10年 建设的推展历史 二十四年2月1日 军阵 训阵 县政 二十四年2月2日 财政 教育 交通 五年3月10年 建设期间的内忧外患 历史 二十四年3月1日 内忧 中共的扩张 二十四年3月2日 外患 日本的侵略 二十四年4月 西安事变 五年4月8年 抗战历史 二十四年5月1日 七七事变 二十四年5月2日前期 中国独自对日作战 二十四年5月3日 珍珠港事变 二十四年5月4日后期 与盟国并肩作战 第六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六年1月 国共内战历史 二十五年1月1日 中共扩张 二十五年1月2日 马歇尔调停失败 二十五年1月3日 国民政府宣布动员勘乱 二十五年1月4日 实施宪政 二十五年1月5日 两岸分治 六年2月 中共建国初期的发展历史 二十五年2月1日 中共建都北京 二十五年2月2日 土改 言论思想控制 二十五年2月3日 向苏联一边到 二十五年2月4日 韩战抗美元潮 六年3月 大跃禁历史 二十五年3月1日 大跃禁 二十五年3月2日 人民公社 二十五年3月3日 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 六年4月 文化大革命历史 二十五年4月1日 三面红旗失败 二十五年4月2日 毛泽东 利用红卫兵 批斗一己 二十五年4月3日 十年浩劫 六年5月 改革开放历史 二十五年5月1日 四个现代化 二十五年5月2日 设置经济特区 二十五年5月3日 天安门事件 二十五年5月4日 江泽民湖 锦涛延续改革路线 二十五年5月5日 沿海内陆发展不均 贫富差距扩大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课法律的基本概念 一年一月建立法治的社会公民 十九年三月 现代公民应具备的法治观念 一年二月法律的主要功能 公民十九年一月一日 保障人民的权利 十九年一月二日 维持社会秩序 十九年一月三日 促进社会进步 一年三月 法律的未接公民 十九年二月一日 宪法 十九年二月二日 法律 十九年二月三日 命令 十九年二月四日 法律未接的高低 第二课人民的基本权力 与义务 二年一月 人民基本权力的种类 公民二十年一月 一日平等权 二十年一月二日 自由权 二十年一月三日 受益权 二十年一月四日 参政权 二年二月 人民基本权力的限制 公民二十年二月一日 防止妨碍他人权力 二十年二月二日 避免紧急危难 二十年二月三日 维持社会秩序 二十年二月四日 增进公共利益 二年三月 宪法规定的人民基本义务 公民二十年三月一日 纳税 二十年三月二日 服兵役 二十年三月三日 受国民义务教育 第三课民法与生活 三年一月 民法规范的事项 公民二十一年一月 一日身份关系 二十一年一月二日 财产关系 三年二月民法的原则 公民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积极的诚实信用原则 二十一年二月二日 消极的禁止滥用原则 三年三月民法上的行为能力 公民二十一年四月一日 完全行为能力 二十一年四月二日 限制行为能力 二十一年四月三日 无行为能力 三年四月民事责任 公民二十一年三月一日 回复原状 二十一年三月二日 损害赔偿 第四课刑法与行政法 归四年一月 刑法的意义与原则 公民二十二年一月一日 罪刑法定主义 四年二月犯罪的成立 公民二十二年三月 现代公民对刑法应有的基本认知 二十二年二月一日 行为符合 刑法 规定的构成要素 二十二年二月二日 出于故意或过失 二十二年二月三日 行为具有违法性 二十二年二月四日 行为仍有刑事责任能力 四年三月刑法的种类 与目的公民 二十二年一月二日 刑法的种类 四年四月 行政法规与行政责任 公民二十二年四月 一日行政法规 二十二年四月二日 行政责任 第五课权力救济 五年一月权力救济的内涵公民 五年二月权力救济的途径 公民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和解 二十三年一月二日调解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诉讼 二十三年二月一日明示诉讼 二十三年二月二日刑事诉讼 二十三年二月三日行政诉讼 二十三年三月一日法院的种类 二十三年三月二日法院的层级 五年三月 别让自己的权力睡着了公民 第六课少年的法律常事 六年一月常见的少年犯罪公民 二十四年一月常见的少年犯罪行为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违反著作权法 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妨害电脑使用责任 二十四年四月三日网路的言论自由 六年二月少年事件的处理公民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少年保护事件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少年刑事案件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少年事件处理法 六年三月其他保护少年的法律公民 二十四年三月二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二十四年三月三日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二十四年三月四日劳动基准法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康轩版国中社会 九上斜线社会五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九上社会五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德里科 第一克西亚与中亚一年一月西亚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西亚位置与范围 二十三年五月二日西亚地形 二十三年五月三日西亚气候 一年二月西亚的产业发展地理 二十三年五月五日西亚经济发展 一年三月西亚的近代发展地理 二十三年五月四日西亚文化特色 二十三年五月六日西亚纷争不断的原因 如宗教 一年四月中亚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三年六月一日中亚位置与范围 二十三年六月二日中亚的地形 二十三年六月三日中亚的气候 一年五月中亚的产业发展地理 二十三年六月四日中亚经济发展 二十三年六月五日中亚环境问题 第二课 欧洲概述与欧洲西半部 一、南欧 二年一月欧洲概述地理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欧洲区域划分 南欧、西欧、北欧、东欧 二十四年一月二日欧洲地形 二十四年一月三日欧洲气候 二十四年一月四日欧洲人口与经济 二十四年一月五日欧洲联盟 二年二月南欧各国地理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南欧地理环境概述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南欧西班牙 二十四年二月三日南欧意大利 二十四年二月四日南欧西腊 第三课 欧洲西半部 二、西欧与北欧 三年一月西欧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西欧地理环境概述 三年二月西欧的主要国家地理 二十四年三月二日西欧英国 二十四年三月三日西欧法国 二十四年三月四日西欧德国 二十四年三月五日西欧和比鲁 二十四年三月六日西欧瑞士 澳地利 三年三月北欧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地理环境概述 三年四月北欧各国地理 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北欧挪威 二十四年四月三日北欧瑞典 芬兰 二十四年四月四日北欧丹麦 冰岛 第四克欧洲东半部与俄罗斯 四年一月东欧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四年五月一日东欧地理环境概述 四年二月东欧的主要国家地理 二十四年五月二日东欧波兰 二十四年五月三日东欧捷克 二十四年五月四日东欧乌克兰 四年三月俄罗斯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四年六月一日俄罗斯的地形 二十四年六月二日俄罗斯的气候 四年四月俄罗斯的人文特色地理 二十四年六月三日俄罗斯的人口 二十四年六月四日俄罗斯的工矿业发展 第五克北美洲五年一月北美洲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五年一月美洲概说 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北美洲地形 二十五年二月二日北美洲气候 五年二月北美洲的人文特色地理 二十五年二月三日北美洲族群与文化 二十五年二月四日北美洲经济发展 第六克中南美洲六年一月中南美洲的自然环境地理 二十五年一月美洲概说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中南美洲地形 二十五年三月二日中南美洲气候 六年二月中南美洲的人文特色地理 二十五年三月三日中南美洲族群与文化 二十五年三月四日中南美洲经济发展 二十五年三月五日中南美洲环境问题 历史科 第一刻古文明的发展 一年一月西亚古文明历史 二十六年一月一日两河流域 苏美、巴比伦、加尔地亚 二十六年一月二日地中海东岸 肥尼基、西伯来 二十六年一月三日小亚西亚、西台 二十六年一月四日伊朗高原 欧亚非三州帝国 一年二月埃及古文明历史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 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多神信仰、科学技术、象形文字 一年三月印度古文明历史 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婆罗门教、种姓制度 二十六年三月二日佛教创立与传播 二十六年三月三日印度教的兴起 二十六年三月四日零语数字符号 第二刻欧洲的古典文明 二年一月城邦分立的希腊文明历史 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城邦政治 雅典、斯巴达 二十七年一月二日波西战争 二十七年一月三日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宗教信仰 二年二月亚历山大东征与希腊化文化历史 二十七年二月二月亚历山大东征 二十七年三月一日融合希腊、西亚、埃及文化 二十七年三月二日科学研究 二年三月罗马的政治与文化历史 二十七年四月一日王阵 二十七年四月二日共和 我们的海、地中海 二十七年四月三日帝国 奥古斯都、罗马和平、帝国分裂 二十七年五月文化发展 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西罗马帝国灭亡 二年四月基督教的创立与发展历史 二十七年六月基督宗教的创立 二十七年七月一日迫害 二十七年七月二日军事坦丁承认 基督宗教为合法宗教 二十七年七月三日迪奥多西定 基督宗教为国教 第三刻中世纪欧洲与伊斯兰世界 三年一月西欧的封建社会历史 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西罗马帝国灭亡 二十八年一月二日日尔曼民族建立王国 二十八年一月三日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 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封建制度 二十八年二月二日庄园经济 二十八年二月三日歧视文化 二十八年二月四日基督宗教信仰 三年二月拜占庭帝国历史 二十八年四月一日东罗马定都军事坦丁堡 二十八年四月二日查士丁尼大帝 查士丁尼法典 圣索菲亚大教堂 二十八年四月三日亡于厄图曼图尔齐 二十八年四月四日基督宗教第一次分裂 二十八年四月五日保存希腊罗马文化 三年三月伊斯兰世界历史 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创立伊斯兰教 二十八年五月二日欧亚非三州大帝国 二十八年六月一日阿拉伯人 三年四月中世纪后期的文化交流与社会变动 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城市兴起 市民阶级行会黑死病 二十八年三月二日大学起源 二十八年六月二日土耳其人 二十八年六月三日蒙古人火药 印刷术传入欧洲 第四克近代欧洲的兴起四年一月文艺复兴历史 二十九年一月一日意大利半岛 斐冷翠 二十九年一月二日复古 更新 人文主义 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文学 艺术 政治思想 四年二月王全国家的形成历史 二十九年二月一日英法百年战争 英法民族国家的形成 二十九年二月二日西蒲奠定现代国家的基础 四年三月地理大发现与海外拓殖历史 二十九年三月一日迪亚士 达迦马 哥伦布 迈哲伦 二十九年三月二日阿兹提克 马亚 印加 二十九年三月三日海权时代的来临 黑奴贸易的盛行 每周作物的传播 四年四月宗教改革历史 二十九年四月一日路德教派 二十九年四月二日卡尔文教派 二十九年四月三日英国国教派 二十九年四月四日耶稣会的改革 第五克近代欧洲的变革 五年一月科学革命历史 三十年一月一日新工具的发明 新方法的使用 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 三十年一月二日天文学 物理学 五年二月启蒙运动历史 三十年二月一日理性原则 三十年二月二日洛克天赋人权 福尔泰言论自由 孟德斯纠三权分立 卢梭主权在明 亚当斯密自由放任 五年三月专制王权的兴起 历史三十一年一月专制王权兴起 五年四月工业革命历史 三十年三月一日英国 三十年三月二日欧美 三十年三月三日社会问题 三十年三月四日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兴起 第六克敬代民主的革命浪潮 六年一月英国议会政治的发展历史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清教徒革命 三十一年二月二日光荣革命 三十一年二月三日议会 两党责任内阁制 六年二月美国独立与其后发展历史 三十一年三月一日波士顿事件 路易十六 罗伯斯比尔 三十一年五月一日独裁 称帝 真额失利 滑铁卢失败 三十一年五月二日拿破仑法典 自由博爱精神的传播 六年四月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历史 三十一年六月一日梅特涅保守主义 三十一年六月二日七月革命 二月革命 三十一年六月三日路易拿破仑执政 拿破仑三世帝制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刻选择与消费 一年一月经济问题的产生 公民二十五年一月一日选择 一年二月选择与机会成本 公民二十五年一月二日机会成本 一年三月消费者与消费行为 公民二十五年二月一日商品价格 二十五年二月二日所得高低 二十五年二月三日个人偏好 二十五年二月四日预期心理 二十五年二月五日时间因素 一年四月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公民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公平交易法 二十五年三月二日消费者保护法 第二刻生产与利润 二十六年一月生产要素公民 二十六年一月一日有型产品 二十六年一月二日无型劳务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自然资源 二十六年二月二日人力资源 二十六年二月三日资本 二十六年二月四日企业财能 二年二月生产者的课提公民 二十六年四月生产者的选择 二年三月生产者的目的是 获取利润公民 二十六年三月一日降低生产成本 二十六年三月二日增加销货收入 第三刻市场与货币 三年一月市场与经济活动的循环 公民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消费者与生产者 二十七年一月二日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 市场 三年二月市场价格的形成 公民二十七年二月一日供过于求 二十七年二月二日供不应求 二十七年二月三日供需均衡 三年三月货币的发展与功能 公民二十七年三月一日货币的眼镜 二十七年三月二日货币的功能 二十七年三月三日货币的种类 二十七年四月一日通货膨胀的意义 二十七年四月二日通货膨胀的影响 第四克分工与贸易四年一月分工合作的 社会公民 四年二月分工的原理公民 二十七年五月一日绝对利益 二十七年五月二日比较利益 四年三月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公民 二十七年六月一日比较利益下的国际分工 二十七年六月二日汇率变动与国际贸易 二十七年六月三日贸易顺差逆差的影响 二十七年六月四日台湾的国际贸易 第五克家庭的经济生活 五年一月就业与失业公民 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就业与失业的意义 二十八年一月二日失业率与失业救济 二十九年一月一日正确的工作官 二十九年一月二日遵守职业道德 五年二月家庭经济的规划 公民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开源 二十八年二月二日截留 五年三月建立理财观念 公民二十八年三月一日理财与投资工具 二十八年三月二日理财与投资风险 第六克企业经营与永续发展 六年一月企业的形态 公民二十六年五月一日企业经营的形态 二十六年五月二日企业经营的原则 六年二月企业的社会责任公民 二十九年二月一日回馈社会大众 二十九年二月二日落实企业伦理 二十九年二月三日遵守相关法律 六年三月绿色经济与永续发展 公民二十九年三月一日相关环境议题 二十九年三月二日绿色经济与永续发展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康轩版国中社会 九下斜线社会六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九下社会六 目次 Learn mode学习吧知识架构 德里科 第一刻非洲一年一月自然资源地理 二十六年一月一日非洲区域划分 如北非、东非、等 二十六年一月二日非洲地形 二十六年一月三日非洲气候 一年二月人文特色地理 二十六年一月四日非洲族群与文化 二十六年一月五日非洲经济发展 二十六年一月六日非洲困境与展望 环境问题、贫穷问题、疾病问题、未来展望 第二刻大洋洲与两极地区 二年一月大洋洲、太平洋岛群地理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三大群岛 二年二月大洋洲、澳大利亚地理 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澳洲 二年三月大洋洲、纽西兰地理 二十六年二月三日纽西兰 二年四月两极地区地理 二十六年三月一日两极 一概说、寒墨景观、永昼永夜 二十六年三月二日北极地区 二十六年三月三日南极地区 第三刻全球经济议题 三年一月交通革新地理 二十一年一月一日交通革新 三年二月跨国企业与国际分工地理 二十一年一月二日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发展 跨国企业与国际分工 三年三月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地理 二十一年二月一日贫富差距扩大 二十一年二月二日跨国劳工移动与问题 二十一年二月三日文化扩散与冲突 三年四月经济组织与经济版图地理 二十一年三月一日国际性经济组织 如世界贸易组织等 二十一年三月二日区域性经济组织 如欧洲联盟等 第四克全球环境议题 四年一月气候变迁与影响地理 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影响气候变迁的因素 如人类活动等 二十二年一月二日气候变迁的影响 如海水面上升、环境灾害、生物气等的改变 四年二月水资源问题与因应对策地理 二十二年二月一日水资源不足与争夺 二十二年二月二日水资源开发与保护 四年三月生物多样性一体与环境保育地理 二十二年三月生态系统失衡 四年四月永续的环境伦理与生活地理 二十二年四月一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二十二年四月二日永续经营与国际公约 历史科 第一克十九世纪的政治局势与文艺发展 一年一月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历史三十二年一月一日西蒲的殖民统治 三十二年一月二日趁拿破仑称霸欧洲展开独立 三十二年一月三日门罗宣言 一年二月八尔干半岛的建国运动历史三十二年四月一日民族与宗教复杂 三十二年四月二日八尔干各国纷纷独立 三十二年四月三日欧洲的火药库 一年三月德意志的建国运动历史三十二年二月一日神圣罗马帝国 莱因邦连、日尔曼邦连 三十二年二月二日普鲁士的兴起、关税同盟 三十二年二月三日威廉仪式、比斯迈、德意志帝国成立 一年四月意大利的建国运动历史三十二年三月一日马智尼、加富尔、加利波底 三十二年三月二日意大利亡国的成立 一年五月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历史三十二年五月一日幕府时代、武士道精神 三十二年五月二日江户幕府、锁国政策 三十二年五月三日外利入侵、尊王攘仪、大振奉还 三十二年五月四日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一年六月十九世纪的文艺发展历史三十二年六月一日浪漫主义 三十二年六月二日写实主义 三十二年六月三日印象派 第二刻从新帝国主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年一月新帝国主义的扩张 历史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工业革命、社会达尔文主义 三十三年一月二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二年二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三十三年二月一日三国同盟、三国协约 三十三年二月二日色拉耶佛事件 三十三年二月三日同盟国、协约国 三十三年三月一日豪沟战 三十三年三月二日俄国退出战场、十月革命 三十三年三月三日美国参战 三十三年三月四日协约国胜利 二年三月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历史三十三年四月一日三巨头、十四点原则 三十三年四月二日凡尔赛条约、国际联盟 二年四月二十世纪初的科学与文艺历史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文化 第三客栈兼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三年一月亚洲的民族复兴运动历史 三十四年一月一日朝鲜、三一运动 三十四年一月二日中国、五四运动 三十四年一月三日印度、不合作运动 三十四年一月四日土耳其、西化运动 三年二月苏联共产政权的发展历史 三十四年二月一日二月革命、十月革命 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列宁、史达林 三年三月经济大恐慌历史 三十四年三月一日美国孤立主义 关税壁垒 三十四年三月二日罗斯福的新政 三十四年四月义大利与德国的极权政治 历史三十四年四月一日意大利法西斯党 三十四年四月二日德国纳粹党 三年五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 三十四年五月一日美国孤立主义、英法姑息政策 三十四年五月二日亚洲战场、鲁沟桥事变 三十四年五月三日欧洲战场、德清波兰 三十四年五月四日欧亚两战场河流、珍珠港事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义德日投降 三年六月联合国成立历史三十四年六月一日中美英苏发起 三十四年六月二日大会、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军队、经济社会理事会 三十四年六月三日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 第四客战后世界的演变与当代世界文化 四年一月非战非合、冷战时期历史 三十五年一月一日马歇尔计划、围堵政策 三十五年一月二日军备竞赛 三十五年二月一日柏林危机 三十五年二月二日古巴危机 四年二月区域冲突历史三十五年二月三日韩战 三十五年二月四日越战 三十五年二月五日以阿冲突 四年三月星星国家与第三世界历史三十五年三月一日亚非国家的兴起 三十五年三月二日亚非 独立国家国协成立 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后冷战时期的冲突 南斯拉夫危机 四年五月区域统合的发展历史 三十五年五月一日欧洲、欧盟 三十五年五月二日亚洲、东南亚国协 APEC 三十五年五月三日NAFTA 四年六月当代世界与文化历史 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大众文化的流行 三十五年六月二日全球化的趋势 三十五年六月三日多元文化的病例 公民与社会科 第一课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一年一月全球化的意义公民 一年二月全球化下的资讯社会公民 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传播科技的类型 三十一年一月二日传播科技的功能 三十一年一月三日传播科技的冲击 三十一年一月四日月听人对于传播媒介的认知 一年三月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公民 三十年一月一日文化交流模式 三十年一月二日文化交流原则 三十年一月三日本土文化变迁 三十年一月四日外来文化的影响 三十年二月一日对个人的冲击 三十年二月二日对社会的冲击 三十年三月一日肯定自我文化 三十年三月二日尊重不同文化 三十年三月三日扩展国际视野 第二课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 二十年一月资讯科技与资讯伦理公民 二十四年四月一日违反著作权法 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妨害电脑使用责任 二十四年四月三日网络的言论自由 二年二月生物科技与生命伦理公民 三十一年三月一日生物科技 三十一年三月二日科技发展的方向 二年三月智慧财产的保障与分享 公民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智慧财产权的意义 三十一年二月二日相关法律规范 第三课国际社会与国际组织 三年一月国际社会的互动 公民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国际合作 三十二年一月二日国际援助 三十二年一月三日国际交流 三十二年一月四日国际冲突 三年二月国际组织的组成公民 三十二年二月一日全球性国际组织 三十二年二月二日区域性国际组织 三十二年二月三日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三年三月国际组织的功能 公民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化解国际社会冲突 三十二年三月二日保障国际社会安全 三十二年三月三日促进国际社会发展 三年四月我国的国际参与 公民三十二年四月一日我国的国际地位 三十二年四月二日我国参与的国际组织 三十二年四月三日国民外交 第四课世界公民四年一月全球关心的议题 公民三十三年一月一日环境问题 三十三年一月二日贫富差距问题 三十三年一月三日疾病问题 三十三年一月四日国际犯罪 三十三年一月五日恐怖活动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缩短贫富差距 三十三年二月二日疾病预防 三十三年二月三日追求安定与和平 三十三年二月四日环境生态的维护 四年二月世界公民的责任 公民十一年四月二日终身学习 三十年三月一日肯定自我文化 三十年三月二日尊重不同文化 三十年三月三日扩展国际事业 三十三年三月世界公民的责任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南一版国中社会 七上斜线社会与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七上社会一 目次 Learn mode学习把知识架构 的理科 单元一位置与范围一位置地理 二全球经纬度坐标系统地理 一年一月二日经纬度与时区 气候带 三地图的使用地理 一年二月一日地图种类 一年二月二日地图要素 一年二月三日地图判读 四台湾的位置与范围地理 一年一月一日台湾的相对与绝对位置 一年一月三日台湾的地理位置 含范围行政区 一年一月四日领海经济海域 单元二地形移地形作用地理 二年一月一日内盈利板块运动火山活动 二年一月二日外盈利 侵蚀与堆积作用 二、地形类型地理 三、地形的表现方式地理 二年三月一日等高线地形图 二年三月二日地形剖面图 二年三月三日分层设色图 二年三月四日卫星影像与航空照片 四、台湾的地形地理 二年二月一日台湾的地形类型 二年二月二日台湾的地形分布 二年二月三日台湾的地形特征 如山多平原少等 单元三海岸与岛屿 以海岸的类型地理 二年四月一日海岸的种类 二、台湾岛的海岸地理 二年四月二日台湾的海岸特征 三、台湾的岛屿地理 二年五月一日岛屿的类型与成因 二年五月二日台湾的岛屿分布与特征 单元四天气与气候 以天气地理 三年一月一日天气的要素 三年一月二日天气预报 气温、降水、地面天气图等 二、气候地理 三年二月一日气候与天气的不同 三、台湾的气候地理 三年一月三日台湾的天气与气象灾害 三年二月二日影响台湾气候的因素 如纬度等 三年二月三日台湾的气候特征 单元五水文以水循环地理 四年一月一日水循环的定义 二、水系与流域地理 四年一月二日水系 及水区、流域及分水岭的定义 三、台湾的水资源地理 四年一月三日台湾的河川特征 四年一月四日台湾的河川分布 四年二月一日台湾水资源的分布与利用 四年二月二日台湾水资源的问题与对策 单元六环境问题与保育 一、台湾自然环境的特色地理 五年一月一日台湾自然环境的多样性 五年一月二日台湾的生态系统与问题 二、台湾的环境问题地理 五年一月二日台湾的生态系统与问题 五年二月一日台湾的环境灾害 如地震、水灾等与问题 如重金属污染、水污染等 三、台湾的环境保育地理 五年二月二日台湾的环境保护策略 如设立国家公园 历史科 单元一史前台湾与原住民族 以史前文化历史 二年一月一日史前台湾 underscore就石器时代 二年一月二日史前台湾 underscore新石器时代 二年一月三日史前台湾 underscore金属器时代 二、台湾原住民族历史 二年二月一日族群与社会组织 二年二月二日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 单元二国际竞争下的台湾与东亚海商 在台湾的活动历史三年一月明末 以前汉人海商集团 二、欧洲人在东亚的拓职活动历史 三年二月一日葡萄牙、澳门 三年二月一日西班牙、菲律宾马尼拉 三年二月三日荷兰、印尼巴达维亚 三、荷兰与西班牙在台湾的禁竹历史 三年四月一日建成与天主教传播 三年四月二日贸易 四、荷兰统治下的台湾历史 三年三月一日建成与基督教传播 三年三月二日对原住民的统治 三年三月三日对汉人的征税 三年三月四日唾肯于贸易 单元三正式制台时期 以正式政权的兴衰 历史四年一月正式政权的兴衰 二、行政建制与文教措施 历史四年二月一日建立行政体系 四年二月二日发展文教 三、土地唾肯历史四年三月推动唾肯事业 四、发展海外贸易历史四年四月发展对外贸易 单元四清领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以清领前期的治台政策历史 五年一月一日气流争议 五年一月二日渡台禁令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五年一月三日画界封山 二、土地唾肯与行政区画历史 五年一月四日行政区划分 五年二月一日唾肯方式 五年二月二日四大水准 三、商业发展历史 五年三月一日农业 五年三月二日商业贸易 单元五清领前期的社会与文化 以移民社会历史 六年一月一日渡台碑歌 六年一月二日同乡群居 二、泄斗与民变历史 六年二月一日分类泄斗 六年二月二日三大民变 三、社会与文化的转变历史 六年三月一日宗教信仰 六年三月二日宗族组织 六年四月一日教育机构 六年四月二日文治社会 单元六清领后期的发展 一、台湾开港与贸易历史 七年一月一日英法联军与开港 七年一月二日三大出口商品 茶、糖、张脑 二、西方人来台传教 历史七年二月再传入西方文化 三、牡丹社事件与沈宝珍 至台历史七年三月一日 牡丹社事件与日军返台 七年三月二日宗宝珍的建设 七年三月三日丁日昌的建设 四、中法战争与流明传 至台历史七年四月一日 中法战争与台湾建设 七年四月二日流明传的建设 公民与社会科 单元一悠扬的生命乐章 一认识自我公民一年一月认识自己 二、实现自我公民一年二月一日 马斯洛个人需求五个层次的优先顺序 三、面对生命的态度 公民一年三月欣赏生命、体验人生 单元二和谐的性别关系 以性别角色与性别刻板印象 公民二年三月一日性别角色的形成 与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体的关系 二、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公民 二年三月二日促进和谐的性别关系 的方法 单元三姻缘会具一家人 以家庭中的亲属关系 公民三年一月一日家庭的定义 三年一月二日配偶、血亲、姻亲 四年一月一日夫妻关系 四年一月二日亲子关系 四年一月三日手足关系 二、家庭的形态与变迁公民 三年二月一日小家庭 三年二月二日折中家庭 三年二月三日大家庭 三年二月四日社会变迁下的其他家庭形态 三、家庭的功能与转变公民 三年三月一日生育、保护与照顾 三年三月二日教育与经济 三年三月三日家庭功能 随着社会变迁所受到的影响 单元四家庭协奏区 以家庭的冲突与沟通 公民四年二月一日家务分工的冲突 四年二月二日经济的冲突 四年二月三日价值观与生活习惯的冲突 四年二月四日家庭冲突沟通的方法 二、现代家庭面临的新考验公民 四年三月一日少子化问题 四年三月二日老人照顾安养问题 四年三月三日离婚问题 四年三月四日家庭暴力问题 四年三月五日家庭功能的变迁 三、建立平权的家庭公民 单元五友善的校园生活 以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 公民五年一月良好的学习态度 五年二月有效的学习方法 二、良好的人际互动公民 二年一月一日人际关系的定义 二年一月二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二年二月一日人际冲突的类型 二年二月二日冲突的解决方式 二年四月一日同侪关系与师生关系 二年四月二日建立友善校园 没有校园霸凌 五年三月和谐的校园生活 三、学校规范与学生自治公民 五年四月一日学生自治的定义 五年四月二日学生自治的原则 五年四月三日学生自治的范围 五年四月四日学生自治的目的 五年四月五日开班会的会议规范 单元六社区参与好错 编译社区的意义公民 六年一月社区 二、社区的类型公民 六年二月社区的类型 三、社区参与 公民六年三月一日社区参与 六年三月二日社区组织的类型 四、社区营造 公民六年四月一日社区总体营造 六年四月二日社区发展与经费来源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南一版、国中社会、七下斜线社会二、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七下、社会二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德里科 单元一人口移台湾的人口数量与分布地理 六年一月三日台湾的人口分布与人口密度 二、台湾的人口成长地理 六年一月一日台湾的人口成长 三、台湾的人口迁移 地理六年一月二日台湾的人口迁移 四、台湾的人口组成地理 六年一月四日台湾的人口组成 五、台湾的人口问题地理 六年二月一日台湾的人口问题 人口不均、少子化与高龄化、新移民 六年二月二日台湾的人口问题对策 单元二产业 一、以台湾的产业结构地理七年一月一日产业的分类 七年一月二日台湾产业结构的变迁 二、台湾的第一级产业地理七年二月一日农业 七年二月二日渔业 七年二月三日林业 七年二月四日畜牧业 三、全球化下的台湾农业地理七年三月一日转型的原因 七年三月二日转型的方向 如精致农业、等 单元三产业 二、以工业地理八年一月一日工业的类型 八年一月二日工业区位的条件 二、台湾工业发展的特色地理八年一月三日台湾工业发展 三、服务业地理八年二月一日服务业的种类 如商业活动、等 八年二月二日台湾的商业活动发展 八年三月一日台湾的国际贸易概况 八年三月二日台湾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与展望 单元四聚落与交通一聚落地理九年一月一日聚落的行程与类型 乡村与都市 九年一月二日台湾的城乡关系 九年一月三日台湾的都市化程度 九年一月四日台湾的都会区发展 二、交通地理九年二月一日交通的类型 九年二月二日台湾的水运、如河运、海运 九年二月三日台湾的陆运 九年二月四日台湾的空运 九年二月五日台湾的通讯 单元五区域 一、以台湾的区域划分地理十年一月台湾区域的划分 二、北部区域地理十年二月一日北部区域 三、中部区域地理十年二月二日中部区域 四、南部区域地理十年二月三日南部区域 单元六区域 二、以东部区域地理十年二月四日东部区域 二、金马地区地理十年二月五日金门、马祖地区 三、台湾的区域发展差异 四、地理十年三月一日区域间的差异 如人口分布、产业发展、差异扩大的原因、等 四、均衡区域发展对策 地理十年三月二日区域平衡的对策 历史科 单元一日制时期的政治一 一、以为歌台与台湾民主国历史八年一月一日甲武战争 八年一月二日台湾民主国的抗日 二、武装抗日活动历史八年二月一日汉人抗日 八年二月二日原住民抗日 三、殖民体制的建立历史八年三月总督专制体制 八年五月一日典型的警察政治 八年五月二日保甲与壮丁团 四、统治政策的演变历史八年四月一日建进主义 八年四月二日内地延长 八年四月三日黄明化 单元二日制时期的经济已发展基础建设历史九年一月一日土地与林野调查 九年一月二日人口普查 九年一月三日货币与度量衡 九年一月四日交通 二、经济的发展历史九年二月一日稻米改良、新市唐业 九年二月二日嘉南大寸、八田雨衣 九年三月一日南境政策 九年三月二日发展军需工业、日月潭水利发电所 单元三日制时期的教育与社会发展 一、教育的推展历史十年一月一日初等教育、工学校、小学校 十年一月二日中等教育、实用 十年一月三日高等教育 二、台人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历史 十年三月一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十年三月二日台湾文化协会 十年三月三日台湾民众党 十年三月四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三、社会风气的转变历史 十年二月一日渐进鸦片 十年二月二日放足断法 十年二月三日现代卫生 十年二月四日守法 守时 单元四战后台湾的政治一、二二八事件 历史十一年一月一日台湾光复 十一年一月二日二二八事件 二、戒业体制的建立历史 十一年二月一日动员刊乱时期临时条款 十一年二月二日戒严令 三、政治民主化历史 十一年三月一日党外与美丽岛事件 十一年三月二日解除戒严 单元五战后的外交发展与两岸关系 以外交情势的变化历史 十二年一月一日巩固外交 十二年一月二日弹性外交 十二年一月三日务实外交 二、两岸关系的演变历史 十二年二月一日武力对抗 十二年二月二日政治对质 十二年二月三日两岸交流 单元六战后台湾的经济与社会文化 与经济的发展历史 十三年一月一日土地改革 十三年一月二日进口替代 十三年一月三日出口导向 十三年一月四日十大建设 十三年一月五日高科技产业 十三年一月六日自由化、国际化 而 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历史 十三年二月一日多元文化 十三年二月二日义务教育与教育改革 十三年三月重要的社会变迁 公民与社会科 单元一个人与社会生活 以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公民 七年一月一日角色的定义与影响因素 七年一月二日角色冲突 二、参与社会生活的途径 公民七年二月一日家庭 七年二月二日学校 七年二月三日同侪团体 七年二月四日传播媒体 三、社会互动的类型 公民七年三月一日合作 七年三月二日竞争 七年三月三日冲突 七年三月四日其他社会互动的方式 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 公民七年四月一日尊重与理性 七年四月二日功德与公义 七年四月三日守法与正义 七年四月四日参与公众事务 单元二社会中的团体 以团体的意义与功能 公民八年一月一日团体的定义 八年一月二日团体的组成原因 二、结社自由与其限制公民 八年一月三日团体的相关法律 三、我国人民团体的发展 与类型公民八年二月一日团体的种类 八年二月二日团体的功能取向 四、参与志愿团体 公民八年三月社会中的志愿团体 单元三社会规范 一、社会规范的意义与重要性 公民九年一月一日 社会规范的意义与重要性 二、社会规范的种类 公民九年二月一日风俗习惯 九年二月二日伦理道德 九年二月三日宗教信仰 九年二月四日法律 三、社会规范的约束力 公民九年一月二日法律 与其他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强或弱 单元四社会中的文化 以文化的内涵 公民十年二月一日器物层次 十年二月二日制度层次 十年二月三日理念层次 二、文化的特征 公民十年一月文化的意义及特征 三、尊重并欣赏不同的文化 公民十年三月一日次文化的定义 十年三月二日次文化的种类 四、台湾社会的多元文化 公民十年四月文化传承与创新 单元五社会变迁 一、社会变迁的意涵 公民十一年一月一日社会变迁的意义 十一年一月二日促成社会变迁的因素 十一年一月三日社会变迁的三层次 二、社会变迁的冲击 公民十一年二月一日价值观念的混淆 十一年二月二日个人适应不良 十一年二月三日弱势族群权益被忽略 三、台湾的社会问题 公民十一年三月一日家庭问题 十一年三月二日犯罪问题 十一年三月三日都市化衍生的问题 十一年三月四日其他问题 四、社会变迁的调是公民 十一年四月一日资讯社会的特征 十一年四月二日终身学习 单元六社会福利 以社会福利的演变与意义公民 十二年一月社会福利的观念 二、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 公民十二年二月一日社会保险 十二年二月二日社会救助 十二年二月三日就业安全 十二年二月四日福利服务 十二年二月五日社会住宅 十二年二月六日健康与医疗照顾 三、民间力量的加入公民 十二年三月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南一版、国中社会 八上斜线社会三、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八上、社会三 目次 Learn mode学习把知识架构 德理科 单元一将域与区域划分一 将域地理十一年一月中国的位置 二、区域划分地理十一年二月一日区域划分的意义 十一年二月二日行政区的划分 如省、自治区 十一年二月三日地理区的划分 如地形区、经济代 单元二地形移地形特征地理十二年二月中国的地形特征 二、主要地形地理十二年一月中国的地形分布 三、地形与居民的生活地理十二年三月一日地形与人口分布 十二年三月二日地形与产业发展 十二年三月三日地形与交通建设 单元三气候与水文移气候特征地理十三年一月一日 夏季普遍高温 十三年一月二日冬季南北温差大 十三年一月三日降雨季节分布布均 十三年一月四日降雨空间分布布均 二、气候类型地理十三年二月一日季风气候 十三年二月二日干燥气候 十三年二月三日高地气候 三、水文地理十三年三月一日气候与河流 如内流和内流区等 十三年三月二日气候与湖泊 如淡水湖等 四、气候与居民的生活地理十三年四月一日 气候与农业 如南到北迈 十三年四月二日气候与建筑 如赣兰式建筑 十三年四月三日气候与交通 如南传北马 十三年四月四日气候与灾害 如沙城堡 单元四人口与民族移人口分布地理 十四年一月一日人口数及人口成长 十四年一月二日人口组成 十四年二月一日分布特征 如东部多于西部 十四年二月二日影响分布的因素 如地形、等 二、人口问题地理 十四年三月一日人口数量太多 十四年三月二日人口结构失衡 如性别比、等 十四年三月三日城乡人口差异 三、民族特征与问题地理 十四年二月三日民族分布的特色 单元五产业移农牧业地理 十五年一月一日传统农业 十五年一月二日传统牧业 十五年一月三日农牧业的转型 二、工业与现代交通地理 十五年二月一日工业发展 如工业类别、等 十五年三月一日东部经济代 十五年三月二日中部经济代 十五年三月三日西部经济代 三、国际贸易地理 十五年二月二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 如世界工厂 单元六环境与资源问题 以土地资源问题与保育地理 十六年一月土地资源与环境保育 十六年三月森林资源与环境保育 二、水资源问题与保育地理 十六年二月水资源与环境保育 历史科 单元一文明的眼镜 远古道三代以多元发展的史前文明历史 十四年一月一日旧石器时代 十四年一月二日新石器时代 二、史前传说与夏朝历史 十四年二月一日三皇五帝 十四年二月二日下代国家出现 三、英商文化历史 十四年三月一日经济 十四年三月二日文字 十四年三月三日公义 十四年三月四日宗教 四、西州的封建历史 十四年四月一日政治 十四年四月二日社会 十四年四月三日经济 五、东州的剧烈变动历史 十四年五月一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十四年五月二日贵族没落与平民崛起 十四年五月三日农工商业发达 十四年五月四日诸子百家争名 丹元二帝国的建立 秦汉时期以秦帝国的新亡历史 十五年一月一日郡县设置 十五年一月二日思想控制 十五年一月三日文物制度的统一 十五年一月四日修筑迟道、长城 十五年一月五日秦二世王国 二、两汉的盛衰历史 十五年二月一日楚汉相征 十五年二月二日汉高祖 十五年二月三日汉武帝 十五年二月四日西汉末、外戚专权 十五年三月一日王莽改制 十五年三月二日新莽灭亡 十五年四月一日光武中心 十五年四月二日外戚宦官乱阵 十五年四月三日黄金之乱 三、秦汉的对外关系历史 十五年五月一日驻长城 十五年五月二日罚匈奴 十五年六月一日和清政策 十五年六月二日武力攻伐 十五年六月三日张迁通西域 十五年六月四日班超经营西域 十五年七月一日丝绸之路 与文化交流、佛教传入 四、两汉的文化成就历史 十五年七月二日史学 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古 十五年七月三日科技 魂天仪与地动仪、张恒 十五年七月四日医学 张基、华陀 单元三分裂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 一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发展历史 十六年一月一日赤壁之战 十六年一月二日位属吴建国 十六年二月一日八王之乱 十六年二月二日永家之祸 十六年二月三日五湖乱华 十六年三月一日五湖十六国与东晋的对质 十六年三月二日南北朝对质 二、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与经济历史 十六年四月一日经学 世家、世族形成 十六年四月二日九品官人法 十六年四月三日门第社会的发展 十六年六月一日北魏校文第汉化政策 十六年六月二日六朝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思想历史 十六年五月一日清潭与玄学 十六年五月二日佛教与石窟艺术的发展 十六年五月三日道教的发展 丹元寺盛世的重现 随唐时期以随唐五代的兴衰历史 十七年一月一日迎见新兜 房市分离 十七年一月二日开凿运河 十七年二月一日玄武门之变 十七年二月二日贞观之治 十七年二月三日五后代唐 十七年二月四日开元之治 十七年三月一日安时之乱 十七年三月二日宦官乱政 十七年三月三日牛里党争 十七年三月四日藩政歌剧 十七年三月五日皇朝之乱 十八年一月一日五代使国 二、随唐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历史 十七年一月三日实施科举 十七年四月一日湖汉融合、兼融并续 十七年四月二日外来宗教的传入 十七年四月三日佛教中国化 十七年六月文化成就 三、唐文化的传播历史 十七年五月一日新罗、君子国 十七年五月二日日本、大化革新 十七年五月三日土藩、文成公主与唐文化的传入 十七年五月四日达罗斯之义与造纸树西传 丹元五一夏新秩序、宋元时期移送辽夏经的发展 历史十八年一月二日陈桥兵变 十八年一月三日强干若知、众文清武 十八年二月一日辽的建国 十八年二月二日禅渊之盟 十八年三月西夏兴起 十八年四月王安石变法 十八年五月一日京的建国 十八年五月二日连京灭辽 十八年五月三日靖康之祸 十八年六月南宋偏安 二、元朝的兴衰历史 十八年七月一日蒙古建国 十八年七月二日蒙古西征 十八年八月一日灭南宋统一中国 十八年八月二日种族歧视政策 十八年八月三日元代的衰亡 三、宋元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历史 十八年九月科举制度发展 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农业 战成早熟到 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商业 四、宋元时期的文化历史 十八年十月一日理学的兴起 十八年十月二日四书籍 一注成为科举定本 十八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史学、书画 十八年十一月二日科技 单元六专制的高峰 明治盛清移明朝的发展历史 十九年一月一日明朝的建立 十九年一月二日极全政治 十九年一月三日静南之变 十九年二月一日内政 重用宦官、修长城 迁都北京、修运河 十九年二月二日对外 伐蒙古、镇河下西洋 十九年三月一日张居镇的改革 十九年三月二日东陵党争 十九年三月三日蒙古的侵扰 满清的进犯、倭寇的骚扰 十九年三月四日流寇的形成 与民的灭亡 而 清初的盛世历史十九年四月清朝的建立 十九年五月统治策略 十九年六月康庸甘盛世 三、明清时期的社会与文化历史 十九年七月一日八股取世 十九年七月二日世身特权 十九年八月一日宋元、画本、明清小说 十九年八月二日天宫开悟、本草纲目 四、明清时期的经济历史 十九年九月一日引进外来作物 十九年九月二日专业市政的兴起 十九年九月三日商邦的出现 十九年九月四日朝贡贸易 十九年九月五日白银取代纸币 五、中西文化交流历史 十九年十月一日传教士与西学的传入 十九年十月二日中国文物西传 十九年十月三日敬交与闭关 公民与社会科 单元一现代国家与民主政治 以国家的组成公民 十三年一月一日人民 十三年一月二日领土 十三年一月三日政府 十三年一月四日主权 二、国家的类型公民 十三年三月一日国体的意义 十三年三月二日政体的意义 十三年三月三日国家的类型 三、现代国家的组成目的公民 十三年二月一日安全 十三年二月二日秩序 十三年二月三日自由 十三年二月四日正义 十三年二月五日经济 十三年二月六日文化 十三年二月七日福利 四、民主政治的特色公民 十三年四月一日民意政治 十三年四月二日责任政治 十三年四月三日法治政治 十三年四月四日政党政治 十三年五月民主政治的价值 单元二中央政府以权力分立的政府公民 十四年二月一日三权分立 十四年二月二日五权分立 二、中央政府的组成与职权公民 十四年三月一日总统 十四年三月二日行政院 十四年三月三日立法院 十四年三月四日司法院 十四年三月五日考试院 十四年三月六日监察院 三、中央政府间的互动关系 公民十四年四月中央政府的奋权制衡 单元三地方政府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限 划分公民十五年一月一日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奋权方式 十五年一月二日地方政府的工作项目 二、地方政府的组成公民 十五年二月一日地方自治的意义 十五年二月二日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十五年二月三日地方政府的组成 三、地方建设的裁员公民 十五年三月一日地方税收 十五年三月二日中央补助 十五年三月三日自行筹措 单元四政府的经济 只能以政府的支出与收入公民 十六年二月一日政府的支出 十六年二月二日政府的收入 十六年二月三日租税或收费的原则 十六年二月四日租税的种类 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公民 十四年一月政府是为人民服务 十六年一月一日提供公共财 十六年一月二日处理外部效果 十六年一月三日维持公平交易 十六年一月四日保障私有财产 十六年一月五日改善所得分配 三、政府经济职能的展望公民 十六年三月一日体制内监督、立法、审计 十六年三月二日体制外监督、媒体、人民 单元五政党与立法、建立法、党党意 十六年一日治 published because of the age of россий Full-percal 政党的形态公民 十七年二月一日一党专政 十七年二月二日一党独大 十七年二月三日两党制 十七年二月四日多党制 3. 政党政治的运作原则公民 17年3月1日依法阻挡公平竞争 17年3月2日国家人民利益优先 17年3月3日尊重包容不同政党 4. 政党轮替公民18年2月4日政权和平转移 5. 利益团体公民17年4月1日利益团体的意义 17年4月2日组成利益团体的目的 17年4月3日利益团体的活动方式 17年4月4日利益团体与政党的比较 单元6政治参与和选举以政治参与的意义 与方式公民18年1月1日政治参与的意义 18年1月2日政治参与的方式 2. 选举的意义与功能 公民18年2月1日人民选出适合的公职人员 18年2月2日政党推荐人才已取得执政权 18年2月3日政府可以落实责任政治 3. 选举的原则与程序公民 18年3月4日选举的原则 18年3月5日选举的过程 4. 我国的选举与公民投票 公民18年3月1日公职人员的类型 18年3月2日被选举人的资格规定 18年3月3日选举人的资格规定 TOP 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南一版 国中社会 八下斜线社会4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八下 社会4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德里科 单元一南部地区以自然环境地理 17年1月1日中国南部的位置与范围 17年1月2日中国南部的地形 17年1月3日中国南部的气候 2 产业发展地理 17年2月1日中国南部的传统的产业 如农业 17年2月2日中国南部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 3 交通与都市地理 17年3月1日上海 17年3月2日广州 17年3月3日重庆 17年3月4日香港 4 区域发展问题地理 17年4月1日为湖灶田 17年4月2日三峡大坝 单元二北部地区以自然环境地理 18年1月1日中国北部的位置与范围 18年1月2日中国北部的地形 18年1月3日中国北部的气候 2 产业发展地理 18年2月1日中国北部的传统产业 如农、矿、工业 18年2月2日中国北部改革开放后的产业发展 3 交通与都市地理 18年3月1日北京 18年3月2日天津 18年3月3日西安 18年3月4日哈尔滨 4 区域发展问题地理 18年4月1日黄河、断流、水患、等 18年4月2日沙尘暴 18年4月3日水土流失 单元三西部地区以自然环境地理 2、西北地区地理 19年1月1日内蒙古 19年1月2日河西走廊 19年1月3日新疆 3、青藏地区地理 19年2月1日藏北高原 19年2月2日藏南纵谷 19年2月3日柴达木盆地 19年2月4日青海湖盆地 4、西部大开发政策地理 5、区域发展问题地理 19年3月1日荒漠化 19年3月2日动图 单元4全球概述 1、全球陆地与海洋地理 20年1月1日海陆分布 20年1月2日三大洋、七大洲 20年2月1日地形作用力 20年2月2日地形分布 2、全球气候类型地理 20年3月1日热带地区气候类型 及其分布 如热带雨林气候 等 20年3月2日温带地区气候类型 及其分布 如温带海洋性气候 等 20年3月3日 含带地区气候类型及其分布 如极地气候 等 20年3月4日主要气候图判读 3、全球人口与发展概况地理 20年4月1日人口成长 20年4月2日人口分布与密度 4、多元的文化景观地理 20年5月1日主要宗教分布 20年5月2日建筑形态 单元5亚洲概述与东北亚仪 亚洲概述地理 23年1月1日亚洲区域划分 如东北亚、东南亚等 23年1月2日亚洲地形 23年1月3日亚洲气候 2、东北亚地理 23年2月1日东北亚位置与范围 23年2月2日东北亚地形 23年2月3日东北亚气候 23年2月4日东北亚文化特色 23年2月5日东北亚经济发展 23年2月6日东北亚主要都市 单元6东南亚与南亚 以东南亚地理 23年3月1日东南亚位置与范围 23年3月2日东南亚地形 23年3月3日东南亚气候 23年3月4日东南亚文化特色 23年3月5日东南亚经济发展 23年3月6日东南亚主要都市 2、南亚地理 23年4月1日南亚位置与范围 23年4月2日南亚地形 23年4月3日南亚气候 23年4月4日南亚文化特色 23年4月5日南亚人口、人口压力、族群议题 23年4月6日南亚经济发展 23年4月7日南亚环境议题 历史科 丹元一晚清的变局 与中英贸易冲突 25历史20年1月1日意口通商与公行贸易 25年1月2日应使来华交涉未果 25压片战争历史20年2月1日灵则徐晋燕与英启战争 20年2月2日南亚经条约 20年2月3日租界、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罪会国待遇 3、英法联军 20年4月1日中俄爱魂条约东北领土丧失 20年4月2日中俄北京条约西北领土丧失 4、太平天国历史 20年5月1日洪秀全与拜上帝会 20年5月2日太平天国制度 20年5月3日诸王内讧、乡军平乱 20年5月4日汉人官员受重视 单元二外力入侵与改革一 自强运动历史 21年1月1日太平天国之乱与英法联军战败 21年1月2日外交、军事、新式教育、名声经济 2、甲午战争与瓜分为基历史 21年1月3日藩属丧失 日并琉球、法取越南、英并缅甸 21年2月1日朝鲜东学党之乱 21年2月2日平壤之义、黄海海战 21年2月3日马关条约 21年3月1日三国干涉海辽、中俄密约 21年3月2日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 21年3月3日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3、戊须变法历史 21年4月1日甲午战败、光绪变法维新 21年4月2日提倡工商业、废除八股文、经检政府机构、设经师大学堂 21年4月3日戊须政变、变法失败 丹元三清末的摔腿与清复一、庚子权乱与八国联军立使22年1月1日义和团 22年1月1日慈禧宣战、联军入侵 22年1月2日东南互保 22年1月3日薪酬合约、赔款、拆炮台、驻兵北京 2、庚子后新政与立宪运动 历史22年3月庚子后新政 22年4月1日日俄战争 22年4月2日预备立宪、皇族内阁 3、革命运动与民国成立 历史22年5月1日新众会、同盟会 22年5月2日广州黄花岗之义 22年6月1日铁路国有、保禄运动 22年6月2日辛亥革命 22年6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单元4名出政局与社会变迁一 袁世凯当政历史23年1月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3年1月2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23年1月3日二次革命 23年1月4日袁世凯就任政市大总统 23年2月1日二十一条要求与五九国齿 23年2月2日筹安会鼓吹地制 23年2月3日护国军讨员、各省响应 2、军队统治历史 23年3月1日军阀依附列强、扩张武力 23年3月2日北洋军阀、婉系、执系、奉系 23年4月1日段祺瑞毁气临时约法 23年4月2日护法运动 23年4月3日广州军政府 3、清末明初的社会变迁历史 23年5月1日新知识分子的崛起 23年5月2日妇女地位的提升 23年5月3日社会风俗的转变 23年5月4日工商业的发展 4、新文化运动历史 23年6月1日提倡白话文 23年6月2日思想解放、民主与科学 5、五四运动历史 23年7月1日山东问题 23年7月2日北京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23年7月3日中国聚签对得合约 丹圆五、丹圆五、北法与抗战一、国民政府北法历史 24年1月1日联俄容共 24年1月2日黄域建军 24年1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 24年1月4日讨伐吴佩福、孙传芳、张作霖 24年1月5日宁汉、济南事件 24年1月6日东北归顺 2、十年建设历史 24年2月1日军阵、训阵、县阵 24年2月2日财政、教育、交通 3、十年建设期间的内忧外患历史 24年3月1日内忧、中共的扩张 24年3月2日外患、日本的侵略 24年4月西安事变 4、八年抗战历史 24年5月1日七七事变 24年5月2日前期 中国独自对日作战 24年5月3日珍珠港事变 24年5月4日后期 与盟国并肩作战 单元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 1、国共内战历史 25年1月1日中共扩张 25年1月2日马歇尔调停失败 25年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动员勘乱 25年1月4日实施宪政 25年1月5日两岸分治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发展历史 25年2月1日中共建都北京 25年2月2日土改言论思想控制 25年2月3日向苏联一边道 25年2月4日韩战抗美元朝 25年3月1日大跃进 25年3月2日人民公社 25年3月3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3、文化大革命历史 25年4月1日三面红旗失败 25年4月2日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批斗一几 25年4月3日十年浩劫 4、改革开放历史 25年5月1日四个现代化 25年5月2日设置经济特区 25年5月3日天安门事件 25年5月4日江泽民湖锦涛延续改革路线 25年5月5日沿海内陆发展不均 贫富差距扩大 公民与社会科 单元依法律的基本概念 以法律的功能 公民19年1月1日保障人民的权利 19年1月2日维持社会秩序 19年1月3日促进社会进步 2、法律的意义与未接公民 19年2月1日宪法 19年2月2日法律 19年2月3日命令 19年2月4日法律未接的高低 3、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 公民19年3月 现代公民应具备的法治观念 单元2人民的基本权利 与义务一线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公民20年1月1日平等权 20年1月2日自由权 20年1月3日受益权 20年1月4日参政权 2、权利行使的原则 3月2日服兵役 20年3月3日受国民义务教育 单元3民法与生活移民法规范的事项 公民21年1月1日身份关系 21年1月2日财产关系 2、权利行使的原则 公民21年2月1日积极的 诚实性用原则 21年2月2日消极的 禁止滥用原则 3、民法上的行为能力 公民21年4月1日完全行为能力 21年4月2日限制行为能力 21年4月3日无行为能力 4、民事责任公民 21年3月1日回复原状 21年3月2日损害赔偿 单元4刑法与行政法规 以刑法的意义与原则 公民22年1月1日 罪刑法定主义 22年3月 现代公民对刑法应有的基本认知 2、犯罪的成立 要见公民22年2月1日行为符合 刑法规定的构成要素 22年2月2日出于故意或过失 22年2月3日行为具有违法性 22年2月4日行为人有刑事责任能力 3、刑法的种类 3、刑法的种类与目的 公民22年1月2日刑法的种类 4、行政法规与行政责任 公民22年4月1日行政法规 22年4月2日行政责任 单元5权力救济 1、权力救济的途径 公民23年1月1日和解 23年1月2日调解 23年1月3日诉讼 2、诉讼的种类 公民23年2月1日民事诉讼 23年2月2日刑事诉讼 23年2月3日行政诉讼 3、我国的法院 公民23年3月1日法院的种类 23年3月2日法院的层级 单元6少年的法律常事宜 少年事件处理法 公民24年3月1日少年事件处理法 24年1月常见的少年犯罪行为 24年2月1日少年保护事件 24年2月2日少年刑事案件 2、资讯生活中的法律常事 公民24年4月1日违反著作权法 24年4月2日妨害电脑使用责任 24年4月3日网络的言论自由 3、保护少年的相关法律 公民24年3月2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 24年3月3日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24年3月4日劳动基准法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南一版、国中社会、九上斜线社会五、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九上、社会五、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德理科 单元一西亚与中亚一西亚地理 23年5月1日西亚位置与范围 23年5月2日西亚地形 23年5月3日西亚气候 23年5月4日西亚文化特色 23年5月5日西亚经济发展 23年5月6日西亚纷争不断的原因 如宗教 2、中亚地理 23年6月1日中亚位置与范围 23年6月2日中亚的地形 23年6月3日中亚的气候 23年6月4日中亚经济发展 23年6月5日中亚环境问题 单元二欧洲概说与南欧 以欧洲概述地理 24年1月1日欧洲区域划分 南欧、西欧、北欧、东欧 24年1月2日欧洲地形 24年1月3日欧洲气候 24年1月4日欧洲人口与经济 24年1月5日欧洲联盟 2、南欧地理 24年2月1日南欧地理环境概述 24年2月2日南欧西班牙 24年2月3日南欧意大利 24年3西欧与北欧移西欧地理 24年3月1日西欧地理环境概述 24年3月2日西欧英国 24年3月3日西欧法国 24年3月4日西欧德国 24年3月5日西欧和比卢 24年3月6日西欧瑞士、澳地利 2、北欧地理 24年4月1日地理环境概述 24年4月2日北欧挪威 24年4月3日北欧瑞典、芬兰 24年4月4日北欧丹麦、冰岛 单元4东欧与俄罗斯移东欧地理 24年5月1日东欧地理环境概述 24年5月2日东欧波兰 24年5月3日东欧捷克 24年5月4日东欧乌克兰 2、俄罗斯地理 24年6月1日俄罗斯的地形 24年6月2日俄罗斯的气候 24年6月3日俄罗斯的人口 24年6月4日俄罗斯的工矿业发展 单元5北美洲移自然环境地理 25年1月美洲概说 25年2月1日北美洲地形 25年2月2日北美洲气候 2、人文特色地理 25年2月3日北美洲族群与文化 25年2月4日北美洲经济发展 单元6中南美洲移自然环境地理 25年3月1日中南美洲地形 25年3月2日中南美洲气候 2、人文特色地理 25年3月3日中南美洲族群与文化 25年3月4日中南美洲经济发展 3、环境问题地理 25年3月5日中南美洲环境问题 历史科 单元伊亚非古文明的发展 1、西亚古文明历史 26年1月1日两河流域、苏美、巴比伦、加尔地亚 26年1月2日地中海东岸、菲尼基、西柏来 26年1月3日小亚西亚、西台 26年1月4日伊朗高原、欧亚非三州帝国 2、埃及古文明历史 26年2月1日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 26年2月2日多神信仰、科学技术、象形文字 3、印度古文明历史 26年3月1日婆罗门教、种姓制度 26年3月2日佛教创立与传播 26年3月3日印度教的兴起 26年3月4日领雨数字符号 单元2地中海文明的融合 1、希腊文明历史 27年1月1日城邦政治、雅典、斯巴达 27年1月2日波西战争 27年1月3日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宗教信仰 2、希腊化世界历史 27年2月亚历山大东征 27年3月1日融合 和希腊、西亚、埃及文化 27年3月2日科学研究 3、地中海的统治者 罗马历史 27年4月1日王阵 27年4月2日共和 我们的海、地中海 27年4月3日帝国 奥古斯都、罗马和平、帝国分裂 27年5月文化发展 27年6月基督宗教的创立 27年7月1日迫害 27年7月2日军事坦丁承认 基督宗教为合法宗教 27年7月3日迪奥多西定 基督宗教为国教 28年1月1日 西罗马帝国灭亡 单元三中世纪西欧 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世界 以中世纪西欧历史 28年1月2日日 尔曼民族建立王国 28年1月3日 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 28年2月1日封建制度 28年2月2日 庄园经济 28年2月3日 歧视文化 28年2月4日 基督宗教信仰 2、拜占庭帝国历史 28年4月1日 东罗马定都 君士坦丁堡 28年4月2日 查士丁尼大帝 查士丁尼法典 圣索菲亚大教堂 28年4月3日 王于厄图 曼图尔齐 28年4月4日 基督宗教第一次分裂 28年4月5日 保存希腊罗马文化 3、伊斯兰世界 历史 28年5月1日 创立伊斯兰教 28年5月2日 欧亚非三州大帝国 28年6月1日 阿拉伯人 4、中世纪后期的文明交流 与社会变动 历史 28年3月1日 城市兴起 市民阶级 行会 黑死病 28年3月2日 大学起源 28年6月2日 土耳其人 28年6月3日 蒙古人 火药 印刷术传入欧洲 丹元四近代欧洲的 新起一 文艺复兴历史 29年1月1日 意大利半岛 斐冷粹 29年1月2日 复古 更新 人文主义 29年1月3日 文学 艺术 政治思想 2、军权扩张历史 29年2月1日 英法百年战争 英法民族国家的形成 29年2月2日 西蒲奠定 现代国家的基础 3、新航路与海外拓植历史 29年3月1日 迪雅市 达迦马 哥伦布 麦哲伦 29年3月2日 阿兹提克 马亚 印加 29年3月3日 海权时代的来临 黑奴贸易的盛行 每周作物的传播 4、宗教改革历史 29年4月1日 路德教派 29年4月2日 喀尔文教派 29年4月3日 英国国教派 29年4月4日 耶稣会的改革 单元5近代欧洲的变革 以科学革命历史 30年1月1日 新工具的发明 新方法的使用 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 30年1月2日 天文学 物理学 2、启蒙运动历史 30年2月1日 理性原则 30年2月2日 洛克天赋人权 福尔泰言论自由 孟德斯纠三权分立 卢梭主权在明 亚当斯密自由放任 3、欧陆专制王权的兴起 历史 31年1月专制王权兴起 4、工业革命历史 30年3月1日 英国 30年3月2日 欧美 30年3月3日 社会问题 30年3月4日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兴起 丹元六近代 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英国议会政治的 形成历史 31年2月1日 清教徒革命 31年2月2日 光荣革命 31年2月3日 议会 两党 责任内阁制 2、美国独立与建国后的发展历史 31年3月1日 波士顿事件 独立战争 31年3月2日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成文宪法 31年3月3日 建国后的发展 南北战争 3、法国大革命历史 31年4月1日 征税问题 三集会议 人权宣言 31年4月2日 路易十六 罗伯斯比尔 31年5月1日 独裁 称帝 真额失利 滑铁卢失败 31年5月2日 拿破仑法典 自由博爱精神的传播 4、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历史 31年6月1日 梅特涅保守主义 31年6月2日 7月革命 2月革命 31年6月3日 路易 拿破仑执政 拿破仑三世地治 公民与社会科 单元 1选择与消费 与经济问题的产生公民 2、选择与机会成本 公民 25年1月1日选择 25年1月2日 机会成本 3、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 公民 25年2月1日 商品价格 25年2月2日 所得高低 25年2月3日 个人偏好 25年2月4日 预期心理 25年2月5日 时间因素 4、消费者的权益保障 公民 25年3月1日 公平交易法 25年3月2日 消费者保护法 单元2 生产与投资 1、生产行为 与生产要素 公民 26年1月1日 有型产品 26年1月2日 无形劳务 26年2月1日 自然资源 26年2月2日 人力资源 26年2月3日 资本 26年2月4日 企业才能 2、生产的课题 公民26年4月 生产者的选择 3、生产的目的 公民26年3月1日 降低生产成本 26年3月2日 增加销货收入 4、企业的经营与风险 公民26年5月1日 企业经营的形态 26年5月2日 企业经营的原则 单元3市场 与货币 以市场的经济活动 公民27年1月1日 消费者与生产者 27年1月2日 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 市场 2、市场价格的形成 公民27年2月1日 公过于求 27年2月2日 公不应求 27年2月3日 公需均衡 3、货币便利市场交易 公民27年3月1日 货币的眼镜 27年3月2日 货币的功能 27年3月3日 货币的种类 4、通货膨胀影响 市场交易 公民27年4月1日 通货膨胀的意义 27年4月2日 通货膨胀的影响 单元4分工与贸易 以绝对利益 与比较利益 公民27年5月1日 绝对利益 27年5月2日 比较利益 2、国际分工 公民27年6月1日 比较利益下的国际分工 3、国际贸易与外汇 公民27年6月2日 汇率变动与国际贸易 27年6月3日 贸易顺差逆差的影响 27年6月4日 台湾的国际贸易 单元5家庭的经济生活 以就业与失业 公民28年1月1日 就业与失业的意义 28年1月2日 失业率与失业救济 2、家庭经济规划 公民28年2月1日 开源 28年2月2日 截流 3、理财与风险 公民28年3月1日 理财与投资工具 28年3月2日 理财与投资风险 单元6 经济发展的伦理规范 1、工作伦理 公民29年1月1日 正确的工作官 29年1月2日 遵守职业道德 2、企业伦理 公民29年2月1日 回馈社会大众 29年2月2日 落实企业伦理 29年2月3日 遵守相关法律 3、环境伦理 公民29年3月1日 相关环境议题 29年3月2日 绿色经济与永续发展 TOP 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南一版 国中社会 九下斜线社会 六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九下 社会六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德理科 单元一 非洲 一自然环境地理 26年1月1日 非洲区域划分 如北非 东非 等 26年1月2日 非洲地形 26年1月3日 非洲气候 二 人文特色地理 26年1月4日 非洲族群与文化 26年1月5日 非洲经济发展 26年1月6日 非洲困境与展望 环境问题 贫穷问题 疾病问题 未来展望 单元二 大洋洲与两极地区 一大洋洲地理 26年2月1日 三大群岛 26年2月2日 澳洲 26年2月3日 纽西兰 二 两极地区地理 26年3月1日 两极 盖说 寒墨景观 永昼永夜 26年3月2日 北极地区 26年3月3日 南极地区 单元三 全球经济议题 以全球经济发展 地理 21年1月1日 交通革新 21年1月2日 全球化 与全球经济发展 跨国企业 与国际分工 二 全球经济的竞争 与合作地理 21年3月1日 国际性经济组织 如世界贸易组织 等 21年3月2日 区域性经济组织 如欧洲联盟 等 三 全球经济发展 地理 21年2月1日 贫富差距 扩大 21年2月2日 跨国劳工移动 与问题 21年2月3日 文化扩散 与冲突 单元4 全球环境议题 以气候变迁地理 22年1月1日 影响气候变迁的因素 如人类活动 等 22年1月2日 气候变迁的影响 如海水面上升 环境灾害 生物气的 的改变 22年4月2日 永续经营与国际公约 2 生物多样性地理 22年3月 生态系统失衡 22年4月1日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22年4月2日 永续经营与国际公约 3 水资源地理 22年2月1日 水资源不足与争夺 22年2月2日 水资源开发与保护 历史科 单元19世纪的民族主义与思潮 以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历史32年1月1日 西普的殖民统治 32年1月2日 趁拿破仑 称霸欧洲展开独立 32年1月3日 门罗宣言 2 巴尔干半岛的独立运动历史 32年4月1日 民族与宗教复杂 32年4月2日 巴尔干各国纷纷独立 32年4月3日 欧洲的火药库 3 意大利王国的建立历史 32年3月1日 马智尼 加富尔 加利波底 32年3月2日 意大利王国的成立 4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历史 32年2月1日 神圣罗马帝国 莱因邦连 日尔曼邦连 32年2月2日 普鲁士的兴起 关税同盟 32年2月3日 威廉仪式 比斯迈 德意志帝国成立 5 日本的明治维新历史 32年5月1日 幕府时代 武士道精神 32年5月2日 江户幕府 锁国政策 32年5月3日 外力入侵 尊王攘仪 大政奉还 32年5月4日 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6 19世纪的文化发展 历史 32年6月1日 浪漫主义 32年6月2日 写实主义 32年6月3日 印象派 丹元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帝国主义的发展历史 33年1月1日 工业革命 社会达尔文主义 33年1月2日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史33年2月1日 三国同盟、三国协约 33年2月2日 瑟拉耶佛事件 33年2月3日 同盟国、协约国 33年3月1日 豪河沟战 33年3月2日 俄国退出战场 10月革命 33年3月3日 美国参战 33年3月4日 协约国胜利 三、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 历史33年4月1日 三巨头、十四点原则 33年4月2日 凡尔赛条约、国际联盟 四、二十世纪初的文化发展 历史33年5月20世纪 初期的社会文化 单元三第二次世界大战 移民族复兴运动 历史34年1月1日 朝鲜、三一运动 34年1月2日 中国、五四运动 34年1月3日 印度、不合作运动 34年1月4日 土耳其、西化运动 二、苏联共产政权的建立历史 34年2月1日 二月革命、十月革命 34年2月2日 列宁、史达林 三、经济大恐慌 历史34年3月1日 美国孤立主义、关税壁垒 34年3月2日 罗斯福的新政 四、一次大战后日 一、德的发展历史 34年4月1日 意大利法西斯党 34年4月2日 德国纳粹党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 与联合国成立 历史34年5月1日 美国孤立主义 英法孤习政策 34年5月2日 英苏发起 34年6月2日 大会、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军队、经济社会理事会 34年6月3日 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 单元4 现代世界秩序 变迁与全球关联 以冷战的形成 历史35年1月1日 马歇尔计划 唯独政策 35年1月2日 军备竞赛 二、冷战下的危机 历史35年2月1日 韩战 35年2月4日 越战 四、以阿冲突历史35年2月5日 以阿冲突 五、第三世界历史35年3月1日 亚非国家的兴起 35年3月2日 亚、非、拉丁美洲国家第三世界 六、冷战结束历史35年4月1日 戈巴契夫的改革 35年4月2日 东欧非共化 35年4月3日 柏林围墙拆除 两德统一 35年4月4日 苏联瓦解 独立国家国协成立 35年4月5日 后冷战时期的冲突 南斯拉夫危机 七、区域统合历史35年4月1日 35年5月1日 欧洲、欧盟 35年5月2日 亚洲、东南亚国协 APEC 35年5月3日 NAFTA 八、多元的世界新秩序 历史35年6月1日 大众文化的流行 35年6月2日 全球化的趋势 35年6月3日 多元文化的病例 公民与社会科 单元一 全球化的资讯传播与文化交流 一、全球化与资讯社会公民 二、全球化下的传播媒体公民 31年1月1日传播科技的类型 31年1月2日传播科技的功能 31年1月3日传播科技的冲击 31年1月4日 乐听人对于传播媒体的认知 三、全球化下的文化交流 公民30年1月1日文化交流模式 30年1月2日文化交流原则 30年1月3日本土文化变迁 30年1月4日外来文化的影响 30年2月1日对个人的冲击 30年2月2日对社会的冲击 单元二 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 以资讯科技与资讯伦理公民 二、智慧财产权公民 24年4月1日违反著作权法 31年2月1日智慧财产权的意义 31年2月2日相关法律规范 三、生物科技与生命伦理公民 31年3月1日生物科技 31年3月2日科技发展的方向 单元三国际社会 以国际社会的互动公民 32年1月1日国际合作 32年1月2日国际援助 32年1月3日国际交流 32年1月4日国际冲突 二、认识国际组织公民 32年2月1日全球性国际组织 32年2月2日区域性国际组织 32年2月3日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三、国际组织的功能 公民32年3月1日化解国际社会冲突 32年3月2日保障国际社会安全 32年3月3日促进国际社会发展 四、台湾的国际参与 公民32年4月1日我国的国际地位 32年4月2日我国参与的国际组织 32年4月3日国民外交 单元四世界公民 以世界公民的国际观公民 二、世界各国面临的课题公民 33年1月1日环境问题 33年1月2日贫富差距问题 33年1月3日疾病问题 33年1月4日国际犯罪 33年1月5日恐怖活动 33年2月1日缩短贫富差距 33年2月2日疾病预防 33年2月3日追求安定与和平 33年2月4日环境生态的维护 3、世界公民的基本素养 公民11年4月2日终身学习 30年3月1日肯定自我文化 30年3月2日尊重不同文化 30年3月3日扩展国际事业 33年3月世界公民的责任 3、返回页手、斜线返回版本 对照总表 Copyright 2018 Dopad International Cor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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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MODE学习把江国小斜线国中斜线高中的基本学科应学习内容,系统化整理陈述枝状结构的知识架构表,师生都能借此了解学科完整的学习架构,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并可借此快速找寻平台上的资源。 国文、英文、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地理、历史 国文、英语、数学、生物、理化、地球科学、地理、历史、公民 数学、自然 星号本表仅列出国小斜线国中斜线高中知识教委结构化的学科 更多内容请点个学成资源清单或版本对照表 返回 Learn Mode学习吧 知识架构表前往 国中社会 版本对照表 国中历史 1.台湾史 underscore台湾史导论 2.台湾史 underscore史前台湾语原住民文化 2.年1月台湾史前文化 2.年1月1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旧石器时代 2.年1月2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新石器时代 2.年1月3日史前台湾Underscore金属器时代 2.年2月原住民文化 2.年2月1日族群与社会组织 2.年2月2日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 3.台湾史Underscore核治与西治时期 3.年1月明末以前汉人海商集团 3.年2月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势力的禁竹 3.年2月1日葡萄牙 澳门 3.年2月1日西班牙 菲律宾 马尼拉 3.年2月3日荷兰 印尼巴达维亚 3.年3月合治时期 3.年3月1日建成与基督教传播 3.年3月2日对原住民的统治 3.年3月3日对汉人的征税 3.年3月4日拓肯与贸易 3.年4月西治时期 3.年4月1日建成与天主教传播 3.年4月2日贸易 4.台湾史Underscore明镇时期 4.年1月正式政权的兴衰 4.年2月建立政治与文教制度 4.年2月1日建立行政体系 4.年2月2日发展文教 4.年3月推动唾肯事业 4.年4月发展对外贸易 5.台湾史Underscore清领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5.年1月台湾气流争议 5.台湾气流争议与治台政策 5.年2月1日拓肯方式 5.年2月2日四大水准 5.年3月农业生产及贸易 5.年3月1日农业 5.年3月2日商业贸易 6.台湾史Underscore清领前期的社会与文化 6.年1月移民社会 6.年1月1日渡台碑歌 6.年1月2日同乡群居 6.年2月泄斗与明辩 6.年2月1日分类泄斗 6.年2月2日三大明辩 6.年3月社会组织 6.年3月1日宗教信仰 6.年3月2日宗族组织 6.年4月文教发展 6.年4月1日教育机构 6.年4月2日文质社会 7.台湾史Underscore清领后期的建设 7.年1月开港后贸易 7.年1月1日英法联军与开港 7.年1月2日三大出口商品 茶、糖、张脑 7.年2月再传入西方文化 7.年3月日军饭台后 清廷至台转区积极 7.年3月1日牡丹社事件 与日军饭台 7.年3月2日宗宝珍的建设 7.年3月3日丁日昌的建设 7.年4月刘明船与台湾建设 7.年4月1日中法战争与台湾建设 7.年4月2日刘明船的建设 8.台湾史Underscore日治时期的殖民统治 8.年1月台湾民主国 8.年1月1日甲午战争 8.年1月2日台湾民主国的抗日 8.年2月武装抗日 8.年2月1日汉人抗日 8.年2月2日原住民抗日 8.年3月总督专制体制 8.年4月日本治台政策的演变 8.年4月1日建设主义 8.年4月2日内地延长 8.年4月3日黄明化 8.年5月警察政治与保甲制度 8.年5月1日典型的警察政治 8.年5月2日保甲与壮丁团 9.台湾史Underscore日治时期的经济发展 9.年1月基础建设 9.年1月1日土地与林野调查 9.年1月2日人口普查 9.年1月3日货币与度量横 9.年1月4日交通 9.年2月农业建设 农业台湾 工业日本 9.年2月1日稻米改良 新市唐业 9.年2月2日加南大寸 八田雨衣 9.年3月工业发展 工业台湾 农业南洋 9.年3月1日南进政策 9.年3月2日发展军需工业 日月潭水利发电所 10.台湾史Underscore日治时期的社会与文化 10.年1月差别待遇的殖民教育 10.年1月1日初等教育 工学校 小学校 10.年1月2日中等教育 10.年1月3日高等教育 10.年2月日治时社会风俗 10.年2月1日渐进鸦片 10.年2月2日放足断法 10.年2月3日现代卫生 10.年2月4日守法 守时 10.年3月台人政治社会运动 非武装抗日 10.年3月1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10.年3月2日台湾文化协会 10.年3月3日台湾民众党 10.年3月4日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11.台湾史underscore二次战后的台湾政治 11.年1月光复初期与228事件 11.年1月1日台湾光复 11.年1月2日228事件 11.年1月2日戒严体制的建立 白色恐怖 11.年2月1日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11.年2月2日戒严令 11.年3月迈向民主政治 11.年3月1日党外与美丽岛事件 11.年3月2日解除戒严 12.台湾史underscore二次战后 台湾的外交与两岸关系 12.年1月国际地位的变化 12.年1月1日巩固外交 12.年1月2日弹性外交 12.年1月3日务时外交 12.年2月两岸关系的演变 12.年2月1日务力对抗 12.年2月2日政治对质 12.年2月3日两岸交流 13.台湾史underscore战后台湾的经济与社会 13.年1月经济成长 13.年1月1日土地改革 13.年1月2日进口替代 13.年1月3日出口导向 13.年1月4日十大建设 13.年1月5日高科技产业 13.年1月6日自由化、国际化 13.年2月朝向多元发展的文化与教育 13.年2月1日多元文化 13.年2月2日义务教育与教育改革 13.年3月重要的社会变迁 14.中国史underscore 从史前到春秋战国 14.年1月中国的史前文化 14.年1月1日旧石器时代 14.年1月2日新石器时代 14.年2月史前时代的传说 14.年2月1日三皇五帝 14.年2月2日下代国家出现 14.年3月英商文化 14.年3月1日经济 14.年3月2日文字 14.年3月3日公义 14.年3月4日宗教 14.年4月西周的封建与宗法 14.年4月1日政治 14.年4月2日社会 14.年4月3日经济 14.年5月5日乘 14.年5月1日春秋五霸 15.年1月秦帝国的新王 15.年1月1日郡县设置 15.年1月2日思想控制 15.年1月3日文物制度的统一 15.年1月4日修筑迟道 长城 15.年1月5日秦二世王国 15.年2月西汉 15.年2月1日楚汉相争 15.年2月2日汉高祖 15.年2月3日汉武帝 15.年2月4日西汉末 外妻专权 15.年3月新莽 15.年3月1日王莽改制 15.年3月2日新莽灭亡 15.年4月东汉 15.年4月1日光武中兴 15.年4月2日外妻宦官乱阵 15.年4月3日黄金之乱 15.年5月秦的对外关系 15.年5月1日驻长城 15.年5月2日罚匈奴 15.年6月汉的对外关系 15.年6月1日和清政策 15.年6月2日武力公罚 15.年6月3日张迁通西语 15.年6月4日班超经营西语 15.年7月汉的文化成就 15.年7月1日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 佛教传入 15.年7月2日实学 史记 司马迁 汉书 班古 15.年7月3日科技 魂天仪与地动仪 张恒 15.年7月4日医学 张基 华陀 16.中国史underscore 魏晋南北朝 16.年1月三国鼎立 16.年1月1日赤壁之战 16.年1月2日魏蜀吴建国 16.年2月西晋 16.年2月1日巴王之乱 16.年2月2日永家之祸 16.年2月3日五湖乱华 16.年3月南北对质 16.年3月1日五湖十六国与东晋的对质 16.年3月2日南北朝对质 16.年4月士族社会 16.年4月1日经学世家 士族形成 16.年4月2日九品观人法 16.年4月3日门地社会的发展 16.年5月清坛风气与佛道 16.年5月1日清坛与玄学 16.年5月2日佛教与石窟艺术的发展 16.年5月3日道教的发展 16.年6月湖汉融合与南方开发 16.年6月1日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 16.年6月2日六朝发展 17.中国史underscore随唐帝国 17.年1月随朝的新王 17.年1月1日营建新兜 房市分离 17.年1月2日开凿运河 17.年1月3日实施科举 17.年2月圣堂 17.年2月1日玄武门之变 17.年2月2日征观之治 17.年2月3日武后代堂 17.年2月4日开元之治 17.年3月唐代的衰亡 17.年3月1日安时之乱 17.年3月2日宦官乱政 17.年3月3日牛里党争 17.年3月4日藩政歌剧 17.年3月5日皇朝之乱 17.年4月输入外来文化 17.年4月1日胡汉融合 兼容并蓄 17.年4月2日外来宗教的传入 17.年4月3日佛教中国化 17.年5月大唐文化的传播 17.年5月1日新罗 17.年5月2日日本 大话革新 17.年5月3日土翻 文成公主与唐文化的传入 17.年5月4日达罗斯之意 与造指数西传 17.年6月文化陈旧 18.中国史Underscore宋元时期 18.年1月宋朝立国 18.年1月1日武代石国 18.年1月2日陈桥兵变 18.年1月3日强干弱之 18.年5月2日禅渊之盟 18.年3月西夏兴起 18.年4月王安时变法 18.年5月经崛起 18.年5月1日经的建国 18.年5月2日连经灭辽 18.年5月3日静康之祸 18.年6月南宋偏安 18.年7月元朝统治 18.年7月1日蒙古建国 18.年7月2日蒙古西征 18.年8月蒙古兴起 18.年8月1日灭南宋统一中国 18.年8月2日种族歧视政策 18.年8月3日元代的衰亡 18.年9月科举制度发展 18.年10月学术发展 18.年10月1日理学的兴起 18.年10月2日四书籍著成为科举定本 18.年11月文化成就 18.年11月1日文学、史学、书画 18.年11月2日科技 18.年12月经济发达与城市生活 18.年12月1日农业 战成早熟到 18.年12月2日商业 19.中国史Underscore明清盛世 19.年1月明朝的建立 明太祖 19.年1月1日明朝的建立 19.年1月2日极权政治 19.年1月3日静南之变 19.年1月3日 19.年2月2日 19.年1月1日内政 重用宦官 修长城 迁都北京 修运河 19.年2月2日对外 伐蒙古 镇河下西洋 19.年3月明朝的衰亡 19.年3月1日张居镇的改革 19.年3月2日 东陵党争 19.年3月3日蒙古的侵扰 满清的进犯 倭寇的骚扰 19.年3月4日 流寇的行臣与民的灭亡 19.年4月清朝的建立 19.年5月统治策略 19.年6月康庸甘盛世 19.年7月科举与世申阶级 19.年7月1日八古曲世 19.年7月2日世申特权 19.年8月文化成就 19.年8月1日宋元 画本明清小说 19.年8月2日天宫开悟 本草纲目 19.年9月经济的发展 19.年9月1日引进外来作物 19.年9月2日专业市政的兴起 19.年9月3日商邦的出现 19.年9月4日朝贡贸易 19.年9月5日白银取代纸币 19.年10月中西的文化交流 与中断 19.年10月1日传教士与西学的传入 19.年10月2日中国文物西传 19.年10月3日净交与闭关 20.中国史underscore晚清 20.年10月1日中西贸易冲突 20.年10月1日议口通商与公行贸易 20.年10月2日英史来华交涉未果 20.年10月2日鸦片战争 20.年10月1日灵则徐静烟与英起战争 20.年10月2日南京条约 20.年10月3日租借协定关税 领事裁判权 片面罪会国待遇 20.年10月英法联军 20.年10月1日亚罗传事件 广西西陵教案 20.年10月2日两次英法联军 20.年10月4日俄国侵略 20.年10月1日中俄爱魂条约 东北领土丧失 20.年10月2日中俄北京条约 西北领土丧失 20.年10月5日太平天国 20.年10月1日红秀全与拜上帝会 20.年10月2日太平天国制度 20.年5月3日诸王内讧 乡军平乱 20.年5月4日汉人官员受重视 21.中国史underscore清末改革 21.年1月自强运动 21.年1月1日太平天国之乱 与英法联军战败 21.年1月2日外交 军事 新式教育 民生经济 21.年1月3日 藩属丧失 日并琉球 法取越南 英并缅甸 21.年2月甲午战争 21.年2月1日朝鲜 东穴党之乱 21.年2月2日平壤之义 黄海海战 21.年2月3日 马关条约 21.年3月 瓜分风潮与门户开放 21.年3月1日 三国干涉海辽 中俄密约 21.年3月2日 租借港湾 划分势力范围 21.年3月3日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21.年4月 戊户变法 21.年4月1日 甲午战败 光绪变法违新 21.年4月2日 提倡工商业 废除八股文 精简政府机构 社经师大学堂 21.年4月3日 戊户政变 变法失败 22.中国史 清朝父王 22.年1月 义和团 22.年2月 八国联军 22.年2月1日 慈禧宣战 联军入侵 22.年2月2日 东南互保 22.年2月3日 薪酬合约 赔款 拆炮台 驻兵北京 22.年3月 庚子后 新政 22.年4月 立宪运动 22.年4月 1日 日俄战争 22.年4月2日 预备立宪 皇族内阁 22.年5月 革命运动的兴起 22.年5月1日 新众会 同盟会 22.年5月2日 广州 黄花岗之义 22.年6月 武昌起义 22.年6月1日 铁路国有 保禄运动 22.年6月2日 辛亥革命 22.年6月3日 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成立 23.中国史 underscore 明初政局 与社会 变迁 23.年1月 袁世凯 23.年1月1日 颁布 中华民国 临时约法 23.年1月2日 袁世凯 就任 临时大总统 23.年1月3日 二次革命 23.年1月4日 袁世凯就任 政事大总统 23.年2月 红线帝制 23.年2月1日 二十一条 要求与五九国持 23.年2月2日 筹安会 鼓吹帝制 23.年2月3日 护国军桃园 各省响应 23.年3月 军阀统治 23.年3月1日 军阀依附列强 扩张武力 23.年3月2日 北洋军阀 晚系 直系 凤系 23.年4月 南北分裂 23.年4月1日 段祺瑞 毁气 临时约法 23.年4月2日 护法运动 23.年4月3日 广州军政府 23.年5月 清末明初的 社会与经济 23.年5月1日 新知识分子的崛起 23.年5月2日 妇女地位的提升 23.年5月3日 社会风俗的转变 23.年5月4日 工商业的发展 23.年6月 新文化运动 23.年6月1日 提倡白话文 23.年6月2日 思想解放 民主与科学 23.年7月 五四运动 23.年7月1日 山东问题 23.年7月2日 北京学生罢课 工人罢工 商人罢市 23.年7月3日 中国聚签队得合约 24.中国史 underscore 国民政府 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 北伐 24.年1月1日 联俄荣共 24.年1月2日 黄埔建军 24.年1月3日 国民政府成立 24.年1月4日 讨伐吴佩福 孙传芳 张作霖 24.年1月5日 宁汉分裂 济南事件 24.年1月6日 东北归顺 24.年2月 实施训政与十年建设 24.年2月1日 军政 训政 宪政 24.年2月2日 财政 教育 交通 24.年3月10年 建设期间的内忧外患 24.年3月1日 内忧 中共的扩张 24.年3月2日 外患 日本的侵略 24.年4月 西安事变 24.年5月8年 抗战 24.年5月1日 七七事变 24.年5月2日 前期 中国独自对日作战 24.年5月3日 珍珠港事变 24.年5月4日 后期 与盟国并肩作战 25.中国史 underscore 中华人民共和国 25.年1月 国共内战 25.年1月1日 中共扩张 25.年1月2日 马歇尔调停失败 25.年1月3日 国民政府宣布动员 勘乱 25.年1月4日 实施宪政 25.年1月5日 两岸分治 25.年2月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25.年2月1日 中共建都北京 25.年2月2日 土改 言论思想控制 25.年2月3日 向苏联一边道 25.年2月4日 韩战 抗美援朝 25.年3月 三面红旗 25.年3月1日 大跃进 25.年3月2日 人民公社 25.年3月3日 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 25.年4月 文化大革命 25.年4月1日 三面红旗失败 25.年4月2日 毛泽东 利用红卫兵 批斗一己 25.年4月3日 十年浩劫 25.年5月 改革开放 25.年5月1日 四个现代化 25.年5月2日 设置经济特区 25.年5月3日 天安门事件 25.年5月4日 江泽民湖 景涛延续改革路线 25.年5月5日 沿海内陆发展不均 贫富差距扩大 26.世界史 Underscore 古文明诞生 26.年1月 西亚古文明 26.年1月1日 两河流域 苏美 巴比伦 加尔地亚 26.年1月2日 地中海东岸 肥尼基 西伯来 26.年1月3日 小亚西亚 西台 26.年1月4日 伊朗高原 欧亚非三州帝国 26.年2月 埃及古文明 26.年2月1日 古王国 中王国 新王国 26.年2月2日 多神信仰 科学技术 象形文字 26.年3月 印度古文明 26.年3月1日 婆罗门教 种姓制度 26.年3月2日 佛教创立与传播 26.年3月3日 印度教的兴起 26.年3月4日 领雨数字符号 27.世界史 underscore 希腊与罗马文化 27.年1月 希腊的古典文化 27.年1月1日 城邦政治 雅典 斯巴达 27.年1月2日 波西战争 27.年1月3日 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宗教信仰 27.年2月 亚历山大东征 27.年3月 希腊化文化 27.年3月1日 融合希腊、西亚、埃及文化 27.年3月2日 科学研究 27.年4月 罗马的政治 27.年4月1日 王政 27.年4月2日 共和 我们的海 地中海 27.年4月3日 帝国、奥古斯都 罗马和平、帝国分裂 27.年5月 文化发展 27.年6月 基督宗教的创立 27.年7月 基督宗教早期发展 27.年7月1日 迫害 27.年7月2日 均士坦丁承认基督宗教为合法宗教 27.年7月3日 27.年7月3日 迪奥多西定基督宗教为国教 28.世界史 underscore 中古时期 28.年1月 民族大迁徙 与秩序重建 28.年1月1日 西罗马帝国灭亡 28.年1月2日 日尔曼民族建立王国 28.年1月3日 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 28.年2月 西欧的封建社会 28.年2月1日 封建制度 28.年2月2日 庄园经济 28.年2月3日 歧视文化 28.年2月4日 基督宗教信仰 28.年3月 中古后期的经济与社会 28.年3月1日 城市兴起 市民阶级 行会 黑死病 28.年3月2日 大学起源 28.年4月 拜占庭帝国 28.年4月1日 东罗马定都 军事坦丁堡 28.年4月2日 查士丁尼大帝 查士丁尼法典 圣索菲亚大教堂 28.年4月3日 王于厄图 曼图尔齐 28.年4月4日 基督宗教第一次分裂 28.年4月5日 保存希腊 罗马文化 28.年5月 伊斯兰世界 28.年5月1日 创立伊斯兰教 28.年5月2日 欧亚非三州大帝国 28.年6月 东西文化交流 28.年6月1日 阿拉伯人 28.年6月2日 土耳其人 28.年6月3日 蒙古人 火药 印刷术传入欧洲 29.世界是 Underscore 近代欧洲的兴起 29.年1月 文艺复兴 14世纪 Till the 16世纪 29.年1月1日 意大利半岛 斐冷萃 29.年1月2日 复古、更新、人文主义 29.年1月3日 文学、艺术、政治思想 29.年2月 王权的提高 14世纪 Till the 15世纪 29.年2月1日 英法百年战争 英法民族国家的形成 29.年2月2日 西蒲奠定 现代国家的基础 29.年3月 地理大发现 与海外拓植 15世纪 Till the 17世纪 29.年3月1日 迪亚市 达加玛 哥伦布 迈哲伦 29.年3月2日 阿兹提克、玛雅、印加 29.年3月3日 海权时代的来临 黑奴贸易的盛行 每周作物的传播 29.年4月宗教改革 16世纪 29.年4月1日 路德教派 29.年4月2日 卡尔文教派 29.年4月3日 英国国教派 29.年4月4日 耶稣会的改革 30.世界史 Underscore 17 18世纪 思想与物质的革命 30.年1月 科学革命 17世纪 天才的世纪 30.年1月1日 新工具的发明 新方法的使用 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 30.年1月2日 天文学 物理学 30.年2月 启蒙运动 18世纪 30.年2月1日 理性原则 30.年2月2日 洛克天赋人权 福尔泰言论自由 孟德斯 纠三权分立 卢梭主权在名 亚当斯密自由放任 30.年3月 工业革命 18世纪 Till the 19世纪 30.年3月1日 英国 30.年3月2日 欧美 30.年3月3日 社会问题 30.年3月4日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兴起 31.世界史 Underscore 静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31.年1月 专制王权兴起 31.年2月 英国议会 政治的发展 31.年2月1日 清教徒革命 31.年2月2日 光荣革命 31.年2月3日 议会 两党 责任内阁制 31.年3月 美国独立 31.年3月1日 波士顿事件 独立战争 31.年3月2日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成文宪法 31.年3月3日 建国后的发展 南北战争 31.年4月 法国大革命 31.年4月1日 征税问题 三级会议 人权宣言 31.年4月2日 路易十六 罗伯斯比尔 31.年5月 拿破仑崛起 31.年5月1日 独裁 称帝 真额失利 滑铁卢失败 31.年5月2日 拿破仑法典 自由博爱精神的传播 31.年6月 维也纳会议后的 欧洲政局 31.年6月1日 梅特涅保守主义 31.年6月2日 7月革命 2月革命 31.年6月3日 路易拿破仑执政 拿破仑三世帝制 32.世界史 underscore 19世纪的民族主义 与文化发展 32.年1月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 32.年1月1日 西蒲的殖民统治 32.年1月2日 趁拿破仑 称霸欧洲展开独立 32.年1月3日 门罗宣言 32.年2月 德国的统一 32.年2月1日 神圣罗马帝国 莱因邦连 日尔曼邦连 32.年2月2日 普鲁士的兴起 关税同盟 32.年2月3日 威廉仪式 比斯迈 德意志帝国成立 32.年3月 意大利的统一 32.年3月1日 马智尼 加富尔 加利波底 32.年3月2日 意大利亡国的成立 32.年4月 巴尔干半岛的建国运动 32.年4月1日 民族与宗教复杂 32.年4月2日 巴尔干各国纷纷独立 32.年4月3日 欧洲的火药库 32.年5月 日本明治维新 32.年5月1日 幕府时代 武士道精神 32.年5月2日 江户幕府 锁国政策 32.年5月3日 外力入侵 尊王攘仪 大政奉还 32.年5月4日 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 32.年6月19世纪的文化发展 32.年6月1日 浪漫主义 32.年6月2日 写实主义 32.年6月3日 印象派 33.世界史 Underscore 新帝国主义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33.年1月 新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 33.年1月1日 工业革命 社会达尔文主义 33.年1月2日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33.年2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33.年2月1日 三国同盟 三国协约 33.年2月2日 瑟拉耶佛事件 33.年2月3日 同盟国 协约国 33.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过 33.年3月1日 豪沟战 33.年3月2日 俄国退出战场 十月革命 33.年3月3日 美国参战 33.年3月4日 协约国 胜利 33.年4月 巴黎 和会与国际联盟 33.年4月1日 三巨头 十四点原则 33.年4月2日 凡尔赛条约 国际联盟 33.年5月20世纪 初期的社会文化 34.世界史 Underscore 战歼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34.年1月 亚洲的民族复兴运动 34.年1月1日 朝鲜 三一运动 34.年1月2日 中国 五四运动 34.年1月3日 印度 不合作运动 34.年1月4日 土耳其 西化运动 34.年2月 苏联共产政权的发展 34.年2月1日 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34.年2月2日 列宁 史达林 34.年3月 经济大恐慌 34.年3月1日 美国孤立主义 关税壁垒 34.年3月2日 罗斯福的新政 34.年4月 欧洲集权政治的兴起 34.年4月1日 意大利法西斯党 34.年4月2日 德国纳粹党 34.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 34.年5月1日 美国孤立主义 因法孤习政策 34.年5月2日 亚洲战场 鲁沟桥事变 34.年5月3日 欧洲战场 德清波兰 34.年5月4日 欧亚两战场 河流 珍珠港事变 34.年5月5日 德日投降 34.年6月 联合国的成立 34.年6月1日 中美英苏发起 34.年6月2日 大会 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军队 经济社会理事会 34.年6月3日 常任理事国 有否决权 35.世界史 underscore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势 35.年1月 冷战时代的形成 35.年1月1日 马歇尔计划 围堵政策 35.年1月2日 军备竞赛 35.年2月 区域冲突 35.年2月1日 柏林危机 35.年2月2日 古巴危机 35.年2月3日 韩战 35.年2月4日 越战 35.年2月5日 以阿冲突 35.年3月 新兴国家 与第三世界 35.年3月1日 亚非国家的兴起 35.年3月2日 亚非拉丁美洲国家第三世界 35.年4月 欧洲共产政权的崩溃 35.年4月1日 哥巴契夫的改革 35.年4月2日 东欧非共化 35.年4月3日 柏林围墙 拆除 两德统一 35.年4月4日 苏联瓦解 独立国家 国协成立 35.年4月5日 后冷战时期的冲突 南斯拉夫危机 35.年5月 区域统合的进展 35.年5月1日 欧洲 欧盟 35.年5月2日 亚洲 东南亚国协 APEC 35.年5月3日 NAFTA 35.年6月 全球化的时代 35.年6月1日 大众文化的流行 35.年6月2日 全球化的趋势 35.年6月3日 多元文化的病例 TOP 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知识架构表 Copyright 2018 Dopad International Cor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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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教材版本对照 Learn Mode学习 把将国小斜线国中斜线高中的基本学科 进行教科书章节与平台资源的对照 师生可以选择学校使用的教科书版本 依据教科书章节与上课进度 快速找到平台上对应的各式学习资源来运用 国文、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地理、历史、公民 国文、英语、数学、自然、社会、译文、综合、健体 国语、数学、生活、自然、社会、译文、综合、健体、闽南语、课语 返回Learn Mode学习吧 版本对照总表前往高中历史知识架构表 高中历史版本对照表 107上 1上 2上 3上 历史 历史 选修历史上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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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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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下 106下 1下 1下 2下 3下 3下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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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修历史 下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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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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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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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历史 以上 斜线 历史 以知识架构 对应版本 以上 历史 1 目次 Learn Mode学习吧 知识架构 1章 16世纪中叶前的台湾语原住民民族 1年1月史前拼图 1年1月1日史前时期与原住民文化 1年2月台湾的原住民 1年1月1日史前时期与原住民文化 第二章国际竞逐时期 2年1月大航海时代 1年1月2日国际竞逐与河西统治 2年2月和西治台 1年1月2日国际竞逐与河西统治 2年3月汉人政权建立 1年1月3日正式统治时期 第三章开港前的政治与经济 3年1月台湾成为帝国边陲 1年2月1日政治经济的发展 3年2月移民的开墾与经济发展 1年2月1日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四章开港前的社会与文化 4年1月以墾社会下的台湾 1年2月2日社会文化的发展 4年2月文化与生活 1年2月2日社会文化的发展 第五章开港后的变迁 5年1月大船入港 1年2月3日开港与经代化发展 5年2月涉外事件与经代化 1年2月3日开港与经代化发展 第六章总督主导的新时代 6年1月日本人来了 1年3月1日殖民统治的建立 6年2月殖民体制下的经济发展 1年3月1日殖民统治的建立 第七章太阳旗下的台湾社会 7年1月差别 1年3月2日战争时期的社会 8年2月战时体制下的控制与动员 1年3月2日战争时期的社会 9年1月中华民国接收台湾与中央政府签台 1年4月1日从威权走向民主政治 9年2月强人时代与威权体制 1年4月1日从威权走向民主政治 9年3月政治改革与当呆两岸关系 1年4月1日从威权走向民主政治 第十章经济成长与发展 10年1月台湾经验的开创 1年4月2日经济成长与挑战 10年2月经济发展与挑战 1年4月2日经济成长与挑战 第十二章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 11年1月当代社会变迁 1年4月3日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多元化发展 11年2月教育与文化发展 1年4月4日教育文化的发展 Top返回夜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三名版 高中历史 1下斜线 2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1下 2 目次 Learn Mode学习把知识架构 第一章史前与夏商周的发展 1年1月史前时代的传说与考古 2年1月1日史前文化与夏商周三代的传承 1年2月商至西周的文明发展 2年1月1日史前文化与夏商周三代的传承 第二章春秋战国时代 2年1月从封建到郡县 2年1月2日春秋战国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巨变 2年2月社会经济的变迁 2年1月2日春秋战国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巨变 2年3月百家争鸣 2年1月3日华夏文明的开展与诸子学的发展 第三章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与发展 3年1月政府规模与政治演变 2年2月1日秦汉统一帝国体制与对外开拓 3年2月对外关系 2年2月1日秦汉统一帝国体制与对外开拓 第四章秦汉文化的发展 4年1月学术教育 2年2月3日秦汉学术思想与未竞选学文化 4年2月经济与社会文化 2年2月3日秦汉学术思想与未竞选学文化 第五章未竞选到隋唐政局的演变 5年1月从统一到分裂 2年2月2日从分裂到帝国的重建 5年2月帝国的重建 2年2月2日从分裂到帝国的重建 5年3月政治与财税制度的变革 2年2月2日从分裂到帝国的重建 第六章民族互动与社会文化的发展 6年1月随唐的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 2年2月4日民族互动与文化传播交流 6年2月佛教与道教 2年2月4日民族互动与文化传播交流 第七章政权形态与一下敬逐 7年1月文治国家与集权中央 2年3月1日以下真圣与新统治形态 7年2月北亚民族的强大 2年3月1日以下真圣与新统治形态 7年3月皇权的扩张 2年3月1日以下真圣与新统治形态 第八章经济的繁荣与变迁 8年1月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 2年3月2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貌 8年2月人口移动与南方的发展 2年3月2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贸 8年3月海上交通与贸易 2年3月2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贸 第九章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的新贸 9年1月学术思想 2年3月3日如学的复兴与家族伦理的提倡 9年2月科举 士生与宗族组织 2年3月3日如学的复兴与家族伦理的提倡 9年3月庶民生活与民间信仰 2年3月4日民间娱乐的盛行与科技的发达 第十章帝国的衰微与犀利冲击 10年1月日薄西山的清帝国 2年4月1日帝国衰微与犀利东建 10年2月外患蜂拥而来 2年4月1日帝国衰微与犀利东建 第十一章改革与革命 11年1月变法与立宪 2年4月2日政治改革与经文经的复兴 11年2月革命运动的发展 2年4月3日革命的发展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Top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3名版 高中历史 2上斜线历史 3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2上 历史 3 目次 Learn Mode学习吧 知识架构 第一章建国与政权分裂 1年1月民国建立与军阀政治 2年5月1日国家创建与民初政局 1年2月北洋政府的对外关系 2年5月1日国家创建与民初政局 1年3月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2年5月4日社会经济变迁与新文化的引界 2章 从北伐到抗战 2年1月北伐与训政 2年5月2日国家的统一与对日抗战 2年2月中日战争 2年5月2日国家的统一与对日抗战 第三章战后复原与国共战争 3年1月胜利与行线 2年5月3日战后复原与国共内战 3年2月国共战争 2年5月3日战后复原与国共内战 第四章 毛泽东统治下的共产中国 4年1月党国体制的建立与政权巩固 2年6月1日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影响 4年2月逐步迈向共产主义 2年6月2日混合经济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 4年3月文革乱局与社会危机 2年6月1日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影响 第五章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5年1月改革开放的展开 2年6月2日混合经济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 5年2月改革挫折与后续经济发展 2年6月3日人口压力与开放后政治经济新挑战 第六章 中共外交政策与台海两岸关系 6年1月外交政策的演变 2年6月4日中共外交政策与两岸关系演变 6年2月台海两岸关系变迁 2年6月4日中共外交政策与两岸关系演变 第七章 亚非古文明的兴起 7年1月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3年4月1日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7年2月古代埃及与印度文明 3年5月1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3年6月1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特色 第八章 欧洲文明的兴起与发展 8年1月古代希腊文明 3年1月1日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8年2月罗马人的时代 3年1月1日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8年3月基督教的诞生与传布 3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8年4月中古欧洲与东罗马帝国 3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第九章 欧亚文明的发展与交汇 9年1月印度文明 3年6月1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特色 3年6月2日古典时期的宗教社会与文化发展 3年6月3日中古时期多元文化与新宗教的发展 9年2月伊斯兰文明 3年4月1日两河流玉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3年4月2日伊斯兰文明的创建与帝国的扩张 9年3月东西方的互动与中古欧洲的变革 3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3年4月2日伊斯兰文明的创建与帝国的扩张 3年5月2日早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影响 第十章 近代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与欧洲的兴起 10年1月2图曼帝国与蒙物尔帝国 3年4月3日近代伊斯兰帝国的兴衰 3年6月3日中古时期多元文化与新宗教的发展 10年2月文艺复兴 3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10年3月宗教改革运动 3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第十一章 欧洲国家与海外探险 11年1月西欧国家的发展 3年1月3日近代欧洲的兴起与扩张 11年2月海外探险与新旧大陆的接触 3年1月3日近代欧洲的兴起与扩张 3年3月1日古文明的发展与寿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3年5月3日地理大发现与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3年8月4日基督宗教与欧亚贸易 欧洲殖民风潮 Top 返回夜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3名版 高中历史 2下斜线历史四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2下 历史四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第一章十七 十八世纪的思想与统治形态 3年1月6日近代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第二章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的政治巨变 3年1月5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3年2月1日美国独立与制线运动 3年2月2日南北战争与战后重建 第三章十八世纪以来的经济巨变 3年1月5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第四章十九世纪的民主 民族风潮 3年1月5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第五章新帝国主义争霸 3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3年2月3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美国梦的形塑 3年5月3日地理大发现与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3年7月3日进现代犀利冲击之日本与朝鲜的变革 3年8月4日基督宗教与欧亚贸易 欧洲殖民风潮 第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 3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3年1月8日俄国革命与共产政权的发展 第七章战兼齐 3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和平条约 3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九章冷战下的对立 3年2月4日美国崛起到美国独霸政局的形成 3年2月5日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3年3月3日二战后反殖民运动与经济改革 3年4月4日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与对西方文明的回应 3年5月4日非洲原始部落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冲突 3年6月4日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回应 3年7月4日冷战局势与全球化趋势 3年8月5日冷战下的局势与区域合作 第十章后冷战时代的多元新局 3年1月10日后冷战的世界政局发展 3年1月11日全球化的发展与环保运动的兴起 3年2月4日美国崛起到美国独霸政局的形成 3年4月4日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与对西方文明的回应 3年4月5日当代伊斯兰世界受现代化的影响 3年7月4日冷战局势与全球化趋势 3年8月5日冷战下的局势与区域合作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3名版 高中历史 三上斜线选修历史上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3上 选修历史上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第一章华夏文明的诞生 1年1月文明起源与发展 2年1月1日史前文化与夏商周三代的传承 1年2月思想领域之开拓 2年1月3日华夏文明的开展与诸子学的发展 第二章秦汉治隋唐的文明开展 2年1月学术思想与宗教 2年2月3日秦汉学术思想与未竞选学文化 2年2月文化发展与中外交流 2年2月4日民族互动与文化传播交流 3年7月1日上古至中古的日本与朝鲜 3年8月1日东亚文化圈中的越南 第三章唐末至宋代的文明新貌 3年1月学术思想与社会生活 2年3月2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貌 2年3月3日儒学的复兴与家族伦理的提倡 3年2月科技文明的发展 2年3月4日民间娱乐的盛行与科技的发达 第四章元明清时代的文明蛻变 4年1月元明清的文化变迁 2年4月1日帝国衰微与犀利东建 2年4月2日政治改革与经文经的复兴 2年4月3日革命的发展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4年2月竟是东亚的国家与文化 3年7月1日上古至中古的日本与朝鲜 3年7月2日竟是日本与朝鲜的发展 3年8月1日东亚文化圈中的越南 第五章近现代东亚文明的挑战 5年1月中国文化的调逝 2年4月2日政治改革与经文经的复兴 2年4月3日革命的发展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2年5月4日社会经济变迁与新文化的引戒 5年2月东亚文化的新局 3年7月3日进现代西力冲击之日本与朝鲜的变革 3年7月4日冷战局势与全球化趋势 3年8月5日冷战下的局势与区域合作 第六章西方文明的全员 6年1月古代西亚文明 3年4月1日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6年2月古代希腊罗马文明 3年1月1日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第七章基督教与中古欧洲 7年1月基督教世界的形成 3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7年2月中古欧洲的宗教与文化 3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第八章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8年1月复古与改革 3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8年2月理性与启蒙 3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第九章现代思潮 9年1月文化思潮 3年1月6日近代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3年1月9日冷战的形成与新思潮新文艺的发展 9年2月社会经济思潮 3年1月5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3年1月6日近代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3年1月8日俄国革命与共产政权的发展 9年3月科学思潮 3年1月6日近代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3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9年4月美国精神 3年2月1日美国独立与制线运动 3年2月2日南北战争与战后重建 3年2月3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美国梦的形塑 3年2月4日美国崛起到美国独霸政局的形成 3年2月5日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Top 返回页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3名版 高中历史 三下斜线选修历史下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3下 选修历史下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第一张古典时代 3年6月1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特色 3年6月2日古典时期的宗教社会与文化发展 第二张 中古至当代的变迁 3年6月3日中古时期多元文化与新宗教的发展 3年6月4日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回应 第三张 宗教与伊斯兰世界 3年4月2日伊斯兰文明的创建与帝国的扩张 3年4月3日近代伊斯兰帝国的兴衰 第四张 近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发展 3年4月4日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与对西方文明的回应 3年4月5日当代伊斯兰世界受现代化的影响 第五张 近代以前的非洲 3年5月2日早期基督交与伊斯兰交的传入与影响 3年5月3日地理大发现与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第六张 从殖民的到独立建国 3年5月4日非洲原始部落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冲突 3年5月5日当代非洲的艺术运动表现与文化困境 第七张 殖民统治下的中、南美洲 3年3月1日古文明的发展与受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3年3月2日殖民体制的建立与独立运动的开展 第八张 近现代中、南美洲的发展 3年3月3日二战后反殖民运动与经济改革 3年3月4日当代拉丁美洲的文化发展 TOP 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汉林版 高中历史 以上斜线历史一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以上 历史一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汉林资源 第一章16世纪中叶以前的台湾语原住民 1年1月考古发掘与史前文化 1年1月1日史前时期语原住民文化 1年2月台湾的原住民语文献记载 1年1月1日史前时期语原住民文化 第二章 汉人来台语国际竞逐时期 2年1月汉人来台语大航海时代 1年1月2日国际竞逐与河西统治 2年2月河西入台 1年1月2日国际竞逐与河西统治 2年3月正式制台 1年1月3日正式统治时期 第三章 开港以前政治经济的发展 3年1月制台政策与各项措施 1年2月1日政治经济的发展 3年2月农商业的发展 1年2月1日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四章 开港以前社会文化的发展 4年1月以肯时期的台湾社会 1年2月2日社会文化的发展 4年2月社会流动与文教生活 1年2月2日社会文化的发展 第五章 开港以后的变迁 5年1月外力冲击与清朝的因应 1年2月3日开港与静代化发展 5年2月经济 社会与文化 1年2月3日开港与静代化发展 第六章 殖民统治前期的政治经济发展 6年1月日本统治政策与台名反映 1年3月1日殖民统治的建立 6年2月日本统治下的静代化 1年3月1日殖民统治的建立 第七章 殖民统治下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7年1月日制时期的台湾社会 1年3月3日社会文化的变迁 7年2月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 1年3月3日社会文化的变迁 第八章 战争时期的台湾 8年1月黄民化政策与台人的因应 1年3月2日战争时期的社会 8年2月太平洋战争与战时体制 1年3月2日战争时期的社会 第九章 从戒严到戒严 9年1月接收与迁台 1年4月1日从威权走向民主政治 9年2月民主政治的道路 1年4月1日从威权走向民主政治 9年3月国际外交与两岸关系的演变 1年4月1日从威权走向民主政治 第十章 经济起飞与社会变迁 10年1月经济成长与挑战 1年4月2日经济成长与挑战 10年2月社会变迁与社运发展 1年4月3日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多元化发展 第十一章 当代教育与多元文化发展 11年1月教育的发展 1年4月4日教育文化的发展 11年2月艺文发展与多元文化 1年4月3日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多元化发展 1年4月4日教育文化的发展 Top 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翰林版 高中历史 以下斜线历史二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以下 历史二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翰林资源 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 1年1月史前时代的考古与传说 2年1月1日史前文化与夏商周三代的传承 影片 1年2月封建体制的建立 2年1月1日史前文化与夏商周三代的传承 第二章 李崩乐坏变法图强 春秋战国时代 2年1月从封建到郡县 2年1月2日春秋战国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剧变 影片 2年2月社会经济的变迁 2年1月2日春秋战国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剧变 2年1月3日华夏文明的开展与诸子学的发展 第三章 秦汉帝国的地建与天下秩序 3年1月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发展 2年2月1日秦汉统一帝国体制与对外开拓 影片 3年2月东汉的建立与衰亡 2年2月1日秦汉统一帝国体制与对外开拓 3年3月帝国的天下秩序 2年2月1日秦汉统一帝国体制与对外开拓 第四章 秦汉帝国的学术 经济与社会 4年1月从焚书坑儒道推崇儒数 2年2月3日秦汉学术思想与未竞选学文化 4年2月中农艺商下的经济与社会 2年2月3日秦汉学术思想与未竞选学文化 第五章 从分裂到帝国的重建 5年1月分和政局的演变 从未竞到隋唐 2年2月2日从分裂到帝国的重建 5年2月氏族的政治与社会 2年2月2日从分裂到帝国的重建 5年3月隋唐的典章制度 2年2月2日从分裂到帝国的重建 第六章 民族互动与社会文化的发展 6年1月为近南北朝的民族冲突与融合 2年2月4日民族互动与文化传播交流 影片 6年2月道教的行程与佛教的兴盛 2年2月4日民族互动与文化传播交流 6年3月隋唐的国际性与东亚文化圈的行程 2年2月4日民族互动与文化传播交流 第七章 移下真盛与政权形态 7年1月文治国家 宋朝 2年3月1日移下真盛与新统治形态 影片 7年2月北亚民族辽下金元 2年3月1日移下真盛与新统治形态 7年3月明清独裁政体下的帝国发展 2年3月1日移下真盛与新统治形态 第八章 宋治盛青的经济发展 8年1月农业发展与人口变化 2年3月2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貌 8年2月市场经济与城市力量的薄薪 2年3月2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贸 8年3月海上交通与贸易 2年3月2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贸 第九章 宋治盛青的社会文化 9年1月学术与政治的激荡 2年3月3日儒学的复兴与家族伦理的提倡 9年2月科举 世身与宗族组织 2年3月3日儒学的复兴与家族伦理的提倡 9年3月庶民生活面面观 2年3月4日民间娱乐的盛行与科技的发达 第十章 帝国的衰尾与犀利冲击 10年1月清朝中衰与内乱叠起 2年4月1日帝国衰尾与犀利东建 影片 10年2月列强侵扰与外患平人 2年4月1日帝国衰尾与犀利东建 第十一章 改革与革命 11年1月西风东建与变法改革 2年4月2日政治改革与经文经的复兴 影片 11年2月革命运动的发展 2年4月3日革命的发展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TOP 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翰灵版 高中历史 2上斜线历史 3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2上 历史 3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翰灵资源 第一章 民国的创建与明初政局 1年1月明初政局与临时约法 2年5月1日国家创建与明初政局 影片 1年2月北伐以前的中外关系 2年5月1日国家创建与明初政局 1年3月明初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2年5月4日社会经济变迁与新文化的引界 第二章 民国的统一与抗战 2年1月国家的统一与建设 2年5月2日国家的统一与对日抗战 2年2月日本侵华与八年抗战 2年5月2日国家的统一与对日抗战 第三章 战后复原与国共内战 3年1月战后复原的困难 2年5月3日战后复原与国共内战 2年5月5日农村困乏与通货膨胀 3年2月国共内战 2年5月3日战后复原与国共内战 第四章 中共党国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4年1月中共中央集权党国体制的建立 2年6月1日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影响 4年2月迈向共产主义 2年6月2日混合经济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 4年3月文化大革命与人口问题 2年6月1日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影响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的发展 5年1月邓小平路线下的政经发展 2年6月2日混合经济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 5年2月64天安门事件及后续经济发展 2年6月3日人口压力与开放后政治经济新挑战 第六章 中共外交政策和两岸关系的演变 6年1月外交政策的演变 2年6月4日中共外交政策与两岸关系演变 6年2月台海两岸关系变迁 2年6月4日中共外交政策与两岸关系演变 第七章 亚非古文明的兴起 7年1月西亚古文明 3年4月1日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影片 7年2月埃及与印度古文明 3年5月1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3年6月1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特色 第八章 欧洲文明的兴起与发展 8年1月希腊文明与希腊化文明 3年1月1日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影片 8年2月罗马文明的发展 3年1月1日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8年3月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 3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3年5月2日早期基督教与伊斯兰交的传入与影响 8年4月拜暂停帝国与中古欧洲 3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第九章 欧亚文明的发展与交汇 9年1月印度与伊斯兰文明的发展 3年4月2日伊斯兰文明的创建与帝国的扩张 3年6月2日古典时期的宗教社会与文化发展 3年6月3日中古时期多元文化与新宗教的发展 3年8月2日佛教与印度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3年8月3日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9年2月中古时期东西交流与欧洲变革 3年4月2日伊斯兰文明的创建与帝国的扩张 3年5月2日早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影响 第十章 近代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与欧洲的兴起 10年1月2图曼帝国与盟务尔帝国 3年4月3日近代伊斯兰帝国的兴衰 影片 3年6月3日中古时期多元文化与新宗教的发展 10年2月文艺复兴 3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10年3月宗教改革 3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第十一章 欧洲国家与海外探险 11年1月西欧王权国家的发展 3年1月3日近代欧洲的兴起与扩张 影片 11年2月海外探险与新旧大陆的交汇 3年1月3日近代欧洲的兴起与扩张 3年3月1日古文明的发展与寿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3年5月3日地理大发现与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3年8月4日基督宗教与欧亚贸易 欧洲殖民风潮 TOP 返回业首 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汉林版 高中历史 二下斜线历史四 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二下 历史四 目次 Learn mode 学习把知识架构 汉林资源 第一章 欧洲思想与政体的变化 一年1月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 三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一年2月君主制度的发展 三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第二章 欧美政治与经济的巨变 二年1月美国独立建国及发展 三年2月1日美国独立与制线运动 影片 三年2月2日南北战争与战后重建 二年2月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 三年1月5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二年3月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影响 三年1月5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二年4月资本主义的成长 三年1月5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第三章 政治民主化与建立民族国家的风潮 三年1月19世纪的欧洲思潮 三年1月6日静待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三年2月欧美民主政治的发展 三年1月6日静待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三年3月欧洲民族主义的扩展 三年1月6日静待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竞逐 四年1月新帝国主义的形成 三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三年2月3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美国梦的形塑 四年2月列强禁逐非洲 三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三年5月3日地理大发现与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四年3月列强积极侵占亚洲 三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三年7月3日竟现代犀利冲击之日本与朝鲜的变革 三年8月4日基督宗教与欧亚贸易 欧洲殖民风潮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五年1月从国际对抗到战争爆发 三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五年2月俄国革命与共产政权的建立 三年1月8日俄国革命与共产政权的发展 第六章 战坚持的国际动乱 六年1月巴黎和会与国际形势的演变 三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六年2月法西斯主义扩张与欧洲姑息政策 三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七年1月战云密布与终结 三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影片 七年2月联合国籍战后合约 三年1月7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八章 冷战的行程与发展 八年1月战后复苏与美苏对峙 三年1月9日冷战的行程与新思潮新文艺的发展 三年2月4日美国崛起到美国独霸政局的行程 八年2月反殖民运动 三年1月9日冷战的行程与新思潮新文艺的发展 三年3月3日二战后反殖民运动与经济改革 三年4月4日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与对西方文明的回应 三年5月4日非洲原始部落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冲突 三年6月4日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回应 八年3月冷战下的东亚变局 三年1月9日冷战的行程与新思潮新文艺的发展 三年7月4日冷战局势与全球化趋势 三年8月5日冷战下的局势与区域合作 八年4月新文艺与新思潮 三年1月9日冷战的行程与新思潮新文艺的发展 三年2月5日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第九章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新局与挑战 九年1月冷战结束与世界新局的变化 三年1月10日后冷战的世界政局发展 三年2月4日美国崛起到美国独霸政局的行程 三年4月4日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 与对西方文明的回应 三年7月4日冷战局势与全球化趋势 三年8月5日冷战下的局势与区域合作 九年2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影响 三年1月11日全球化的发展与环保运动的兴起 九年3月人类社会的新贸与挑战 三年1月11日全球化的发展与环保运动的兴起 三年4月5日当代伊斯兰世界受现代化的影响 Top返回夜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翰林版高中历史三上斜线选修历史上知识架构对应版本 三上选修历史上 目次 Learn mode学习吧知识架构 翰林资源 第一章华夏文明的诞生 一年1月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二年1月1日史前文化与夏商周三代的传承 影片 一年2月思想领域的开拓 二年1月3日华夏文明的开展与诸子学的发展 第二章秦汉治隋唐的文明开展 二年1月学术思想与宗教 二年2月3日秦汉学术思想与未竞选学文化 二年2月文化发展与中外交流 二年2月4日民族互动与文化传播交流 三年7月1日上古至中古的日本与朝鲜 三年8月1日东亚文化圈中的越南 第三章唐末至宋代的文明新貌 三年1月学术思想与社会生活 二年3月2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貌 二年3月3日如学的复兴与家族伦理的提倡 三年2月科技文明的发展 二年3月4日民间娱乐的盛行与科技的发达 第四章元明清时代的文明蜕变 四年1月中国地质晚期的文化变迁 二年4月2日政治改革与经文经的复兴 二年4月3日革命的发展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四年2月竟是东亚的国家与文化 三年7月1日上古至中古的日本与朝鲜 三年7月2日竟是日本与朝鲜的发展 三年8月1日东亚文化圈中的越南 第五章近现代的文明挑战与契机 五年1月中国文化的调试 二年4月2日政治改革与经文经的复兴 二年4月3日革命的发展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二年5月4日社会经济变迁与新文化的影界 五年2月东亚文化的新局 三年7月3日竟现代犀利冲击之日本与朝鲜的变革 三年7月4日冷战局势与全球化趋势 三年8月5日冷战下的局势与区域合作 第六章西方文明的全员 六年1月西亚古文明 三年4月1日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六年2月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发展 三年1月1日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第七章基督教与中国欧洲 七年1月信仰的时代 中古基督教世界 三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七年2月中古欧洲的宗教与文化 三年1月2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第八章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八年1月文艺复兴的 新世界 三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八年2月破除成建的新时代 三年1月4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第九章现代思潮 九年1月从浪漫到现代 三年1月6日近代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三年1月9日冷战的形成与新思潮新文艺的发展 影片 九年2月意识形态的时代 三年1月5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九年3月科学思潮 三年1月6日近代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九年4月美国精神与文化 三年2月1日美国独立与制线运动 三年2月2日南北战争与战后重建 三年2月3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美国梦的形塑 三年2月4日美国崛起到美国独霸政局的形成 三年2月5日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汉林版高中历史三下斜线选修历史下 学习把知识架架构 汉林资源 第一章印度文化 一年1月古典文化 三年6月1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特色 三年6月2日古典时期的宗教社会与文化发展 一年2月中古文化的发展 三年6月3日中古时期多元文化与新宗教的发展 一年3月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回应 三年6月4日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回应 第二章伊斯兰文化 二年1月伊斯兰世界的特色 三年4月2日伊斯兰文明的创建与帝国的扩张 三年4月3日近代伊斯兰帝国的兴衰 二年2月当代伊斯兰 三年4月4日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与对西方文明的回应 三年4月5日当代伊斯兰世界受现代化的影响 第三章非洲文化 三年1月近现代以前的中南非洲文化 三年5月2日早期基督交与伊斯兰交的传入与影响 三年5月3日地理大发现与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三年2月近现代非洲文化的蜕变 三年5月4日非洲原始部落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冲突 三年5月5日当代非洲的艺术运动表现与文化困境 第四章中南美洲文化 四年1月殖民的巨变 写与十字架 三年3月1日古文明的发展与受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影片 三年3月2日殖民体制的建立与独立运动的开展 四年2月独立后的中南美洲 三年3月3日二战后反殖民运动与经济改革 三年3月4日当代拉丁美洲的文化发展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版本对照总表 Copyright 2018 Dopad International Cor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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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架构underscore高中历史20190417HTM httpswww.learnmode.net LMS 注册 访客登入 会员登入 知识架构表 Learnmode学习把将国小斜线国中斜线高中的基本学科应学习内容 系统化整理陈述枝状结构的知识架构表 师生都能借此了解学科完整的学习架构 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 并可借此快速找寻平台上的资源 国文、英文、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地理、历史、公民、数学、自然 新号本表仅列出国小斜线国中斜线高中知识较为结构化的学科 更多内容请点个学程资源清单或版本对照表 返回 Learnmode学习把 知识架构表 前往 高中历史 版本对照表 高中历史 一台湾史 一年一月早期台湾 一年一月一日史前时期与原住民文化 一年一月二日国际竞主与河西统治 一年一月三日正式统治时期 一年二月清朝统治时期 一年二月一日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年二月二日社会文化的发展 一年二月三日开港与静代化发展 一年三月日本统治时期 一年三月一日殖民统治的建立 一年三月二日战争时期的社会 一年三月三日社会文化的变迁 一年四月中华民国时期 一年四月一日从威权走向民主政治 一年四月二日经济成长与挑战 一年四月三日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多元化发展 一年四月四日教育文化的发展 二中国史 二年一月先秦时期 二年一月一日史前文化与夏商周三代的传承 二年一月二日春秋战国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巨变 二年一月三日华夏文明的开展 与诸子学的发展 二年二月秦汉到隋唐 二年二月一日秦汉统一帝国体制与对外开拓 二年二月二日从分裂到帝国的重建 二年二月三日秦汉学术思想与未竞选学文化 二年二月四日民族互动与文化传播交流 二年三月宋元明与圣卿 二年三月一日以下真圣与新统治形态 二年三月二日经济繁荣社会变迁与文化新貌 二年三月三日儒学的复兴与家族伦理的提倡 二年三月四日民间娱乐的盛行与科技的发达 二年四月晚清的变局 二年四月一日帝国衰微与犀利东建 二年四月二日政治改革与经文经的复兴 二年四月三日革命的发展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 二年五月中华民国的建立 二年五月一日国家创建与民初政局 二年五月二日国家的统一与对日抗战 二年五月三日战后复原与国共内战 二年五月四日社会经济变迁与新文化的引戒 二年五月五日农村困乏与通货膨胀 二年六月中共党国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二年六月一日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影响 二年六月二日混合经济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 二年六月三日人口压力与开放后政治经济新挑战 二年六月四日中共外交政策与两岸关系演变 三世界史 三年一月欧洲 三年一月一日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三年一月二日基督教文明的源头传播发展与中古欧洲社会 三年一月三日静待欧洲的兴起与扩张 三年一月四日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创新 三年一月五日双元革命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巨变 三年一月六日静待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新思潮的流行 三年一月七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大战的爆发 三年一月八日俄国革命与共产政权的发展 三年一月九日冷战的形成与新思潮新文艺的发展 三年一月十日后冷战的世界政局发展 三年一月十一日全球化的发展与环保运动的兴起 三年二月美国 三年二月一日美国独立与制限运动 三年二月二日南北战争与战后重建 三年二月三日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与美国梦的形塑 三年二月四日美国崛起到美国独霸政局的形成 三年二月五日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影响 三年三月拉丁美洲 三年三月一日古文明的发展与受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三年三月二日殖民体制的建立与独立运动的开展 三年三月三日二战后反殖民运动与经济改革 三年三月四日当代拉丁美洲的文化发展 三年四月伊斯兰世界 三年四月一日两河流遇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三年四月二日伊斯兰文明的创建与帝国的扩张 三年四月三日近代伊斯兰帝国的兴衰 三年四月四日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与对西方文明的回应 三年四月五日当代伊斯兰世界受现代化的影响 三年五月非洲 三年五月一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发展 三年五月二日早期基督交与伊斯兰交的传入与影响 三年五月三日地理大发现与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三年五月四日非洲原始部落主义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冲突 三年五月五日当代非洲的艺术运动表现与文化困境 三年六月印度 三年六月一日上古文明的出现与特色 三年六月二日古典时期的宗教社会与文化发展 三年六月三日中古时期多元文化与新宗教的发展 三年六月四日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回应 三年七月东北亚 三年七月一日上古至中古的日本与朝鲜 三年七月二日近视日本与朝鲜的发展 三年七月三日近现代犀利冲击之日本与朝鲜的变革 三年七月四日冷战局势与全球化趋势 三年八月东南亚 三年八月一日东亚文化圈中的越南 三年八月二日佛教与印度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三年八月三日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三年八月四日基督宗教与欧亚贸易 欧洲殖民风潮 三年八月五日冷战下的局势与区域合作 TOP返回业首斜线返回知识架构表 Copyright 2018opad International Cor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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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教育研究院全国中小学题库网20190417HTN http冒号双斜线xm.near.edu.tw 网站导览国教院首页各校题库网址连结登录 目前共109所高中,262所国中,624所国小,题库总数,83453份。 267所学校提供题库网址。 县市斜线学校 学年度斜线分类 科目 县市学校名称年级学年度科目种类版本点阅率下载试卷下载答案关键字。 搜寻结果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一107下学期国文第一次断考,其中考,康熙517。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一107下学期历史第一次断考。 其中考,龙藤91。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二107下学期国文第一次断考,其中考,三名86。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二107下学期英文第一次断考,其中考,三名90。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二107下学期物理第一次断考,其中考,康熙516。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二107下学期物理第一次断考,其中考,翰056。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二107下学期英文第一次断考,其中考,其中考,龙藤45。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三107下学期英文第一次断考,其中考,三名60。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高三107下学期英文第一次断考,其中考,翰057。 新北市市立三名高中附设国中七年级107下学期自然第一次断考,其中考,翰0296。 断线8,299页,1234567890。 回首页各校提库网址连接浏览人数累积7237,766人。 意见信箱资讯安全政策隐私权及资讯安全声明Copyrights Copyright 2015 NAER All Rights Reserved 国家教育研究院,版权所有。 本网站提供下载之中小学段考试题,符合我国著作全法第九条规定,依法令举行之各类考试试题及其备用试题,非为著作全课题。 欢迎各校踊跃提供试题档案,使网站共享机制更加完善。 地址,106年4月4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段179号。 电话, 旅游美食好康好物等内容 旅游线沿路由新号亲子餐厅汇整 2016年8月30日 汇整网路国小题库、评量 每到开学季,很多家长就想要买评量卷 警号谢宝幸福窝汇整与分享网路上的国小题库资料咯 全国中小学题库网 HTTP冒号双斜线XM.NAER.EDU.TW 国家教育研究院中小学段考试题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MATHLAND.EDU.TW 斜线MATHTEST斜线EXAM3.HTN 小太阳多元学习发展协会评量题库中心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SCU.ORG.TW HTTP冒号双斜线ABILITYTEST斜线LIST底线VER2.PHP 安安免费教育研究院中小学堂 HTTP冒号双斜线NN.COM 斜线MNXM 自由数学小学堂国立中央大学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EMAS.MATH.G.EDU.TW 斜线E底线School WorldDone汉领我的网能力检测模拟试题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WorldDone.COM.TW 康轩教师网国小管试题评量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945ENET.COM.TW 斜线MEN 试题库教育部学习成就评量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DJS.ILC.EDU.TW WU斜线EDU9FOR1斜线06TEST斜线TEST002.htn 侯主任的电脑教师一些国小题库网站的连结 HTTP冒号双斜线Blog.Suite.NET斜线HHPS507斜线A斜线23348873 连字号一些国小题库网站的连结 学校别题库资讯 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国民小学试卷题库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CSPS.TP.EDU.TW斜线Introduce 新北市土城区清水国民小学历届评量题库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CSIS.NTPC.EDU.TW斜线UKMAN 竹林国小评量试题库专区 HTTP冒号双斜线E637.109129斜线XM斜线 大勇国小上传考卷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DICE.TC.EDU.TW斜线Score斜线Index.PHP 台中市北屯区四维国民小学历届考题 HTTP冒号双斜线TRIPLEW.CSIS.TC.EDU.TW斜线Score斜线DOWNLOAD 彰化县中小学历上题库 HTTP冒号双斜线Question连字号BANK.CHC.EDU.TW斜线LIST.PHP 施湖国小市卷题库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HTTP冒号双斜线SIDES.SHPS.KH.EDU.TW斜线Academic斜线G连字号Score连字号ZOO 同场加印好用的教育相关网站 知识架构表 HTTP冒号双斜线LMS.learnmode.net斜线Knowledge 您或许对这些文章有兴趣 20117-106年全国下令营资讯会诊 Part 1 小丽的亲子烹饪游乐园 初学超好上手上小丽还没买的可考量这款 朱节花式跳绳 败家分享 小达人家MP3播放器 20117-106年全国下令营资讯会诊 Part 9 Link with 张贴者 Milly以电子邮件传送这篇文章 Blog this 分享至Twitter 分享至Facebook 分享到Pinterest 标签 好康斜线好物分享 没有留言 张贴留言 这篇文章的连结 建立连结 较新的文章较旧的文章首页 订阅 张贴留言 at 谢宝幸福窝FB粉丝页 谢宝幸福窝 一并推广你的粉丝专页 文章分类 生活非夜 好康斜线好物分享 184 旅游超值住宿点 21 旅游斜线美食 台中 23 旅游斜线美食 台北市 272 旅游斜线美食 台东 19 旅游斜线美食 台南 2 旅游斜线美食 宜兰 57 旅游斜线美食 花莲 77 旅游斜线美食 南投 22 旅游斜线美食 平东 平东 11 旅游斜线美食 新北市 138 旅游斜线美食 新竹 27 旅游斜线美食 嘉义 21 旅游斜线美食 彰化 2 秘境 1 谢宝 日志 152 谢宝 陈长 与好物 55 谢宝 旅游斜线美食 47 谢宝 Play Group 86 怀孕育儿 8 想订阅按这 可看最新更动讯息哦 发表文章 留言 我家写过文章的关键字 谢宝 幸福我总浏览量 热门文章 汇整网路国小题库 评量 每到开学季 很多家长就想要买评量卷警号谢宝幸福我汇整与分享网路上的国小题库资料咯 台北 捷运县沿路亲子游景点汇整 先找些捷运站下车走路可到景点 不含转公车景点 若含公车超多地方可去 矫程未粗估时间 且门离健忘 有时是用推车 有时是代谢宝走路 所以矫程时间不见的符合每个人 请不要批太大力 提供这篇竹位 不会开车妈咪 也可以自己带宝贝啪啪走餐考用 大台北 雨天被暗避暑鼠避寒室内景点汇整寒新北基隆 找冷气躲太阳避寒流雨天被暗室内场所 因应怀孕胀气等肠胃症状小秘方 很多人一想到怀孕 就会想到呕吐症状电视部都这样演 呵呵 但其实最困扰Milly的是脏气 反而不是呕吐脏气会让Milly根本不用进食 就觉得有东西梗住胸口进食困难 坐立难安 严重影响生活 坐习运土还比脏气舒服些 真惨 所以才会在怀孕出其肌瘦5公斤 会诊 全国周一 星期一 不休管的去处 以台北市加新北市为主 如果大家还有周一不休管的好去处 有错也请留言修正 欢迎不令分享哦 其实还有是寒暑假周一不休管 还没时间整理 以后再说咯 苗栗男装 湿头山劝化堂家乡客大楼平假住宿 简单又绚丽的妈妈姐卡片 PG好叫暗 3D立体康乃星好美丽 简单几个步骤 花费时间也短 就可以完成立体康乃星母亲节卡片联播 近期热门文章 欢迎点入参考 感谢啦 20116-105全国下令营资讯会诊 主事用幼儿园斜线国小营队部分国高中营队 http冒号双斜线fcbaby.boxpot.tw斜线2016斜线03斜线20点点点 谢宝活动日历部亲子艺术人文讲座导览文清洁庆花季活动资讯 谢宝的IKEA翻转床加粉红城堡 儿童床帐篷还有扶手跳床资讯 花莲市中华电信花莲美轮汇馆便宜加超值住宿 谢宝幸福窝 轻柔雅致主题 主题图片来源A330pilot 技术提供Blogger http冒号双斜线fcbaby.boxpot com斜线2016斜线08斜线 Blog连字号post底线29.html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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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 吱 Celebrity.exe 英语学习乐园 htm 时用的 第三级课文影片 第四级课文影片 第五级课文影片 第六级课文影片 第七级课文影片 第八级课文影片 第九级课文影片 第十级课文影片 第十一级课文影片 第十二级课文影片 第十三级课文影片 第十四级课文影片 第十五级课文影片 第十六级课文影片 第十七级课文影片 第十八级课文影片 第十九级课文影片 第二十级课文影片 第二一级课文影片 第二二级课文影片 第二三级课文影片 第二四级课文影片 第二五级课文影片 第二六级课文影片 第二七级课文影片 第二八级课文影片 第二九级课文影片 第三十级课文影片 第三一级课文影片 第三二级课文影片 第三三级课文影片 第三四级课文影片 第三五级课文影片 第三六级课文影片 第三七级课文影片 第三八级课文影片 无法观看课文请下载软体 本站编辑丰富的英语学习资源 兼顾听、说、读、写等各项多元资料 期待能建立一座欢乐的学习城堡 永久免费服务于广大弱势学子 并期许深深学子能把握当下 放眼国际、敞开双臂迎接美丽的地球村 日常对话教学百宝线上游戏 英文儿歌主题对话趣味影集 日常绘画自修作业Live动物 发音教读故事书及影片教学 线上练习英文新闻空中教室 线上测验故事朗读英文游戏 脑力激荡文法写作时代教材 自根魔法模拟英俭教育资源 动感单字各国风情线上字典 动画交唱生活测试快打高手 英文发音流行音乐儿童原地 单字游戏50试题台湾各校 字母教学字母动物英文志工 电影学英文来学书写题 英语新闻网英语学习店 英语学习车澳洲留学型 儿童故事乌国际翻译机 BBC教学台出国学习图 新闻学美与美日新闻报 英语学习及国际阅历史 BBC新闻台纽约时报网 美国广播台学校小说集 加拿大广播教育资源网 澳洲广播台国际测验刊 世界广播台英语学习乐 美国好生活简英文新闻 BBC影像乐善用英文网 英语实验室学生指南针 听力发电机另类学英文 师生交流通听力学习网 专位老师网英语学习兵 单字学习天线上图书馆 教学资源站联合国教育 欢乐学习卡海外HA情报 英语艳语通世界至公园 英语的日记青少年互助 五分钟学习短暂欧周行 说读写教学永追留学梦 高中英文台小联合国网 英语综合行制公热线网 魔法猴子网我的欧盟国 英语俱乐部学生旅行宝 酷英文教师全球冒险区 欢乐玩涂鸦全球至公报 英语学习成欧洲综合观 ESL资源网看青年旅馆 节庆万关级艳语入门学 E资源下载资源的中心 网路密语表情符号 Spring Park预备按钮Tilda 预备按钮Ti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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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解欧盟日本教育网 志愿海外行我的纽西兰 儿童创意赛英国文化会 CSV制公网美教育博览 欧洲旅行进IEF留学训 国清交流会美国留学宝 无负担旅成瑞影像学院 Apply ESL海外求学策 公读在美国澳洲留学网 文化交流团留学英国训 欧洲校园网搜暑假课程 美国学术旅暑假赴美新 海外求学通流游学服务 国际语言学ALFI 游学八卦王国际体谈风 台湾国际网线上月刊学 国际资源网打造安全城 ASEP2004BounceCon 国际化教育孩子聪明导 学习新原地网路图书馆 学思考能力迪士尼教育 欧洲教育网快乐动动脑 教师参考书国家地理评 学习不打样线上名人查 文化激荡型HAOnline 国际保险网线上欢乐学 台湾留学网儿童创一天 教育交流会Momomedia 台北留学网万国库字典 外交部领事问答万事通 轻松游学网大英百科书 游学图书馆Milbury 节日介绍英语自助餐 国小投影片 国中投影片 预备按钮 最佳浏览器1024x768,若作品牵涉著作权或有疏漏之处,敬请来含字叫。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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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年表HTN httpswww.triculture.net-9001-list-html-king.htm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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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教育软体与教材资源中心2019-0416HTN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junior-history-kst-edu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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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云首页2019-0416HTN httpscloud.edu.tw 跳到主要内容区块 教育云 方学王 学习拍 教育大事集 教育百科 教育媒体影音 教师医学院 教学宝库 英语文学习 网站导览搜寻校园电子邮件 登入 官方粉丝团 教育云学生版体验logo 教育云 登入 活动资讯 安全健康上网创意影片竞赛 总奖金20万 欢迎来挑战 2019年2月11日至2019年6月28日 投稿争霸 拼出你的智慧 公开 施针求投稿35笔词条 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 最新消息查看更多 安全健康上网创意影片竞赛 投稿争霸 拼出你的智慧 教学应用 查看更多 热的传播方式 本教案适用于八年级上学期自然科 教学时数不足时 精简后的一节课教学是 认识岩石 大势极限上资源应用 为了让孩子更了解岩石与矿产的知识 在教育大势极中有许多的补充教材 让 蓝色河流 为什么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呢 在不同季节和天气下 同一条河流经 蒙娜丽莎的微笑 教育百科示范教学 蒙娜丽莎的微笑策展人 台中市四维国小镇维志老师 三试图语等角图 生活科技课程的试图老马 生活科技课程市面上很难找到相关教学资源 透过教育云搜寻功能 打入关键 作家专业查看更多 设计我的家 本活动是结合教育百科的应用教学 学生在课堂认识室内设计图及学会计算房 和声音做朋友 运用教育云的资源 来让孩子们探索自我 认识他人 对于多元性别 性倾向能有 国际新闻探讨与反思 藉由教育云影片 线上学习平台 COOL English 网站是教育部专门为全国的国中小学生所建制的因 行动学习平台 引到大荧幕上让学生观看 VR教育创新论坛活动成果 台湾大学师资培育中心于2017年5月12日至13 在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 通过A检测等级无障碍网页检测 问题回报 常见问题联络我们网站 导览隐私权政策资讯安全管理政策 网站安全政策 本网站内容丰富 虽经审查人有可能疏漏 若有欠妥之处 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Copyright 2017 Copyright by EDUV 2.01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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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资源中心HTM 2019-0416 HTTPsMarket.cloud.edu.tw.tw.t each center 教育大市集 国小 国中 登入 教材资源中心 所在位置 国小 原著民族语 字母篇 第一阶适用于一年级 第二阶适用于二年级 第三阶适用于三年级 第四阶适用于四年级 第五阶适用于五年级 第六阶适用于六年级 第七阶适用于七年级 第八阶适用于八年级 第九阶适用于九年级 生活绘画片 阅读书写片 新著名语 印尼 缅甸 越南 泰国 菲律宾 柬埔寨 国语文 阅读能力 说话能力 注音符号 诗字与写字能力 写作能力 聆听能力 英语 time, date, months, seasons and years famous or interesting places parts of the body money and prices nature animals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colors home appliances traveling daily routines school life neighborhood numbers transportation weather and climate food and drinks famous or interesting people friends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holidays and festivals shopping special events study habits or plans shapes, sizes and measurements sports and exercises health 阅读 智慧 听力 口说 文法 补救教学 数学 数语量 几何 统计与几率 代数 社会 为我们服务的人 人际关系 朋友 家乡县市 乡镇市区 假期生活 社会的经济活动 习俗与生活 学校的自治活动 家庭的成员 家庭的经济生活 我国的地理环境 文明与生活 学校的生活 多元化的社会生活 台湾的经济发展 学习与成长 社区的生活环境 学校的运作 台湾的地理环境 台湾的民俗与义文活动 团体生活 台湾的开发 各行各业 台湾的社会变迁 生活规范 家庭的活动 台湾的自然资源 地球资源的永续利用 文化交流 自然与生活科技 温度与热 电路 电雨磁 动物 空气与燃烧 昆虫 昆虫 植物 水生生物 水溶液 月亮 生物与环境 维生物 物质的变化 天气 声音与乐器 空气 力与运动 大地的奥秘 能源与交通 星星 太阳 光的世界 简单机械 水的世界 环境议题 能源议题 海洋议题 家政教育 衣着 饮食 生活管理 家庭 生活课程 社会文化 自然环境 人际互动 综合活动 社会参与 生活经营 保护自我与环境 自我发展 闽南语 阅读能力 标音能力 聆听能力 说话能力 写作能力 客家语 文化与生活 拼音符号的学习 文体 健康与体育 人与食物 运动技能 underscore 球类 运动技能 underscore 田径 运动技能 underscore 游泳 运动技能 underscore 舞蹈 运动技能 underscore 体操 运动技能 underscore 其他 运动参与 安全 生活 运动技能 健康 心理 群体 健康 生长与发展 艺术与人文 音乐 视觉艺术 表演艺术 性别平等教育 性别的人我关系 性别的自我了解 性别的自我突破 环境教育 环境价值观与态度 环境觉知与敏感度 环境概念知识 环境行动经验 环境行动技能 资讯教育 资料的处理与分析 网际网路的认识与应用 资讯 资讯科技的使用 资讯科技概念的认知 资讯科技与人类社会 人权教育 人权的价值与实践 人权的内容 生涯发展教育 自我觉察 生涯探索与进入选择 生涯觉察 海洋教育 海洋休闲 海洋科学 海洋文化 海洋资源 海洋社会 好战连结 教育云 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 补救教学资源平台 Cool English英语 线上学习平台 援助民族委员会 全国新著名火炬计划 本站收入之资源 斜线资源连结 仅供各级学校师生教学 现场使用 若预进一步利用 如涉及盈利 改作 公开传输等 请进行联系来源网站 斜线著作全人 引用资源时 请点选该笔资源标题 依来源网站之后 设资料标示 著作全人姓名与出处 httpsmarket.cloud.edu.tw.teachcen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